那麼整個世間的環境就是一種後天的對待 那麼這個對待呢 我們說二元的世界 這個是不可避免的 整個後天的環境都是這樣子 那麼人呢也分成二元的一個個體 但是呢這個二元的個體 它互相融合起來是一體的 所以中國人用陰陽這個觀念 來述說這個一體的現狀 合之為太極 那麼這個太極是一個非常高遠的一個知識 一種智慧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那因為太極 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 陰陽呢 互不可欠缺 那麼想一想 這個家庭是夫婦組成的一個團體 那麼社會呢是由家庭所組成的 國家呢是由社會所組成的 所以這個最小的單位 是家庭 家庭裡面的核心呢是夫婦 那麼家庭跟其他的家庭 又有連帶關係 又有連帶關係 你想社會又跟社會 族群又跟族群都是互相依存的關係 你說我們跟植物 植物有關係嗎 那麼從我們現代的觀念來看 植物跟我們相當的有關係 沒有植物 或者是洪水爆發 或者是說呢 颱風一來整個少掉 最嚴重的就是海嘯地震 還有呢這個溫室效應 等等不一而煮啊 這個都是有連鎖關係的 那麼如果說 我們找到最原始的那個跟頭 那個所造成 這種現象連鎖反應的 那個源頭到底是什麼 我們找到夫妻關係 但是夫妻關係呢 又是兩個人的個體所影響著 那麼這個個體呢 是由人的心所控制 那一個人的心 他有可能是善的 有可能是惡的 有可能是迷的 有可能是物的 所以 迷跟物的心念啊 就造成 陰陽結合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個體之後啊 那麼產生整個家庭所運作出來的關係 那麼父母親如果 明理的人 這個家庭所教育出來的 那個小孩 那個家庭的風範 那麼自然呢 就是一種核的狀態 那核的狀態呢 就會影響到其他的家庭 也是進入這個核的狀態 但是如果說不是這樣呢 老夫妻本身呢 已經呢 彼此互相仇視 彼此互不關心 我們說 離婚率偏高 那 這個家庭呢 已經到了一個 根本粉碎的 斷 這個分離的狀態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呢 會影響到其他人 整個社區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已經成了 這個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就看我們的新聞就知道了 甚至呢 連戲劇 如果不是這樣演 大家還沒有想要看 一定要演呢 這個 雙方離異啊 孩子吃苦啊 婦女呢 受盡各種百般的領主啊 那這樣呢 這種電視劇才有人看 結果呢 彼此離異 然後呢 又找到新的 另外一個家庭 這個是社會的亂象 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那麼 所以那個根源是什麼 根源是夫妻雙方 那夫妻雙方 又受的那個念的 心念的影響 所以變成心是整個 整個五輪八德最主要的 一個原動力啊 如果說 我們看到古代 男女雙方 男女雙方 結合成 家庭 那麼父母呢 要招告天下 讓所有的親友 通通來參加 通通通來觀禮 通通來觀禮 告訴所有的人 他的兒子或者是女兒 今天呢 要跟某一個人結婚 要結成一個家庭 好 好像是 恨不得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那這個有什麼用意呢 這個用意啊 主要就是 要告訴新婚夫婦 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的結合 是有眾多耳目 在看著你 非常不容易啊 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路途 還很遙遠 你們要修煉的過程呢 還要需要 這個相當的火候啊 所以你們要戰戰兢兢啊 好好的努力來維持 你們的家庭 每一個人都是 你的後備資源啊 但是呢 每一個人也都是你的 這個指責的對象 所以你要小心啊 那麼以前的人 不容易離婚啊 以前是有聽過休妻的 那離婚 離婚率少 家庭的變動就少 社會的變動就少 那社會變動少 人心就不會這麼浮動 所以呢 那麼 治安方面 整個 社會國家的運作上 就處於這種 和的狀態 所以夫婦你看 是多麼重要的一個組合 我們上次講 古大德 把婦女定位成 家中最主要的成員 做妻子的 她是最主要的成員 因為呢 她負責 教育下一代 下一代的 這個小孩子 是不是成勝成全 成龍成鳳 有所作為 關係在這個婦女的身上 所以 所以婦女 操控整個天下局勢 一半以上 那你會說 可是婦女明明在 加州默默無名 默默無名是我們 表面上看到的樣子 但是你想想看 孔老夫子的母親 她當時也是默默無名 孔老夫子的母親 也是默默無名 孔老夫子的母親 因此成為聖母 她整個家族 也被後代人 來祭祀 來尊重她 那孟子怎麼來的 母親教來的 那孔子怎麼來的 母親教來的 所以母親的這個教化 是成就兒子 是不是聖賢 的主要關鍵 所以教育這種事情 怎麼可以舒服呢 你看孟子的母親 在懷著孟子的時候 因為在馬車上 顛簸的路途上 產下孟子 所以就把孟子的名字 取名為柯 柯是有點坎坷的意思 馬車上的坎坷 那麼一個人呢 在這種坎坷的環境產生 那麼他所發生 出發出來的那種意志 那麼對抗 對抗整個環境打擊上的力量 一定也非常的強大 所以孟子被母親呢 塑造出來的形象 也是這樣子 那很可貴的就是 孟子的母親 她懂得胎教 她曾經說啊 無懷四任 襲不正不作 哥不正不實 胎教也 她說她懷了這個兒子之後啊 這個座位如果不正 她就不做 這個座位呢一定是 她的身份地位做的座位 那如果那個草皮沒有擺正 她是絕對不會去做的 一定是擺的端端正正的 然後她才入座 割不正不實 那吃的東西上面 如果這套這個食物啊 割的不正 不是按照正常的割法 來調理的話 那麼她也不吃這個東西 她說呢 胎教也 所以正這個觀念啊 從小在孟子的 這個潛意識之中啊 種植下來 所以孟子 在母親的調教之下 那成為孟子 當然我們知道孟子她之後 還有很多故事 跟孟母之間的互動 也成為後代人的典範 這個我們不必細說 我們只要知道 說這個夫妻雙方 她對於這個家庭的影響 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 她是真的舉足輕重 那是真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要 任何的一個份子 就好像湖面上的 的一個角落 當一個湖面上 有一個靈里出現的時候 這個靈里呢 就會擴及到整個湖面 那麼同樣的道理 人類的社會 如果有一家呢 產生了波動 那麼整個 整個社會呢 也會產生 這個連以的波動 我們的身體 如果有某一個細胞 發生病變 那麼這個細胞的病變呢 它有可能會擴及出來 那影響到整個身體 那如果說 從這樣的觀念來看的話 我們每一個人的 這個角色跟地位 得好好的來 來行持 來運作 那是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所以不是隨隨便便 你來到這個人世間 不是要你 你喜歡做什麼 你自由做什麼 你愛做什麼 就做什麼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整個社會 依存 互相依存 互相這個深刻的關係啊 那是達到一種 結合的狀態 它才是一個 平等 和和諧的社會 那如果不是這樣呢 就產生波動 產生問亂 整個人心了 就為了 倉皇不安了 身心沒有辦法 安頓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安頓 你看我們走在社會 走在這個大街小巷 有的人莫名其妙 就被 一個刀子這樣噴過來 殺過來 莫名其妙被砍了一刀 上一次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 老年人 騎腳踏車 結果被人家用吹劍 吹中兩劍 然後吹 吹倒之後呢 才發覺到說 他身體耶 有義務 一摸之下 兩隻劍 插在他身上 如果不是 這個監視器的掉月查路 真的很難查出 這個劍到底是從哪裡吹出來的 莫名其妙地吹出來 那他為什麼要 害這個老人呢 兩個年輕人 吹劍來傷害路人 那跟這個路人有關係嗎 也沒有關係啊 理由就是 好玩啊 你看好玩這樣的一個觀念啊 形成整個社會的這種怨憤 怒氣不斷 大家之間呢 大家之間呢 彼此互相仇視的情景呢 越來越高 社會哪有不動亂的道理 那這些 歸結起來的根本 就是夫婦雙方 夫婦雙方 對於兒女的 的重視 還有夫婦雙方 是不是履行 夫婦雙方的義務 跟這個責任 所以夫婦有別啊 這個是非常有道理 別是身份地位的不同 他的作用上的不同 這個是別 所以當男主內 男主外女主內的時候 那麼這個 家庭的運作 可以很和諧順暢 那麼當兩個人都要主外的時候呢 那家中沒有人 這個家庭呢 就沒有營養協調 那麼男主外 當女要主外的時候 你男也要主內啊 至少互補一下 還可以得到一個小康的 狀態啊 結果沒有 男的不屑於 蹲在廚房 女的一心想要跑出廚房 所以造成整個社會的 混亂現象啊 就此產生啊 那小孩子沒有家 父母交 沒有父母交呢 形成了一種 隔代的這種 隔代的這種 教養 隔代教養 有可能是 祖母交 祖父交 或者是說 安親班的老師交 幼兒園的老師交 那一份跟父母之間 那一份跟父母之間 血濃一血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沒有交 沒有交 這個小孩子 他不是在非常幸福 非常自在的生活之中長大 那所以呢 他長大之後 這個肉身長大之後 他的內在是不平衡的 那不平衡的信念 所產生出來的言行 自然也就是不平衡的 當他在欺詐人家 摧毀人家的時候 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正常 所以我們現在社會上 這麼多年輕人 喜歡知識 喜歡呢 胡作非為 跟家庭的因素 有絕對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講到 五輪八德之中 夫婦有別 那我們繼續來講 長幼有序 長幼就是在家屬之中 長輩跟後輩之間的關係 那通常被 被來說 說成 兄弟之間的關係 那麼兄弟呢 兄就好像 是父親一樣 那弟呢 就好像是子女一樣 所以古時候呢 所以古時候呢 這種大哥啊 大哥是有如父親的身份 尤其是如果父親不在了 那麼大哥呢 是要肩負 父親的身份 所以有四兄如四父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兄弟之間呢 就好像手足 一個人的手跟主一樣 互相協調 互相運作 那這整個身體呢 才能夠自在唱快 那如果說手足 互相不和了 手足互相吵架了 那麼這個做父母的 一定是非常難過 做父母的 要偏膽誰呢 偏膽誰都不對啊 中國人如果兄弟打架 那麼一定是兄弟叫過來一起罵 你為什麼打弟弟呢 因為弟弟呢 他不聽話 他亂來 那弟弟你為什麼反抗哥哥呢 因為哥哥他也 不重視他的想法 用高壓的控制 所以他就反抗 那結果呢 父母親呢 雙方都打 不管誰對誰做 哥哥也打 弟弟也打 那這樣就對了 兩個都打就對了 因為兄弟跟手足嘛 手足是沒有分 哪個對哪個錯的 在父母的眼中 就好像自己的一塊肉一樣 哪有哪有好壞對錯呢 打完之後 父母會去跟大哥講 偷偷的講 那弟弟比你年紀小 你應該照顧 照顧弟弟 你要這個忍讓他一下 然後會跟弟弟講 哥哥比你年紀大 你要尊重哥哥 你要不要這樣動不動的 就跟哥哥打起來 成何體統 濕底下再給他 搓圓湯搓一搓 可是呢 表面是兩個都打 那麼這個就是 長幼有序的道理 長幼呢 是有一個赤地的 所以中國人呢 大兒子 長子 長孫 那在一個家族裡面呢 是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因為他有可能是這個家族的繼承 或者是呢 這個家族所倚重的人 那麼所以同時長子長孫呢 在家族的待遇當然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這種身份地位的關係 那這沒有什麼好計較 天生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呢 就用一種 很釋懷的態度 自然的態度 來面對 這種長子長孫 那這樣就對了嘛 有什麼好計較呢 你天生就這樣子 天生不要指 那你早一點出來嘛 既然沒有辦法選擇 那麼你就要接受老天的安排 這個就是最公平的嘛 沒有比這個更公平的 所以中國人講孔榮讓離 這是非常一個很好的典範 孔榮呢 他的聰明 比他哥哥還要聰明 有一次呢 他到了這個當時一個世代夫家 去參加宴會 可是小孩子怎麼可以去參加宴會呢 當時的這個世代夫姓李啊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重要的大臣 那當他在宴會的時候呢 當然他所請的一定也是一些達官貴人 這個當地的政要 那孔榮一個小孩子 也想去參加 那他參加的理由是什麼 參加的理由就是因為 他是姓李 我是姓孔 所以我就有資格去參加 那那個這個 門利官呢 一看到一個小孩子 說要拜見他們的主人 哦 就覺得這個小孩子 怎麼這麼不懂禮貌 可是跟他講 我 我們的祖先啊 跟你們家主人的祖先啊 世代世交好的 所以你不能夠阻擋我 那這個門利官啊 聽到他這麼講也不太敢阻擋 只好趕快去報告主人 說有這樣一個小孩 要來參加宴會 那這個主人當然也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到底是誰啊 我們有見過嗎 聽都沒聽過 於是呢 就叫門利官去把他帶進來 門利官一帶進來 這個主人一看啊 就更加迷糊了 一個小孩子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然後就問他 你是誰啊 他就說我叫恐龍啊 那你說你的先祖跟我的先祖有什麼 有交好 很要好 那到底好在哪裡啊 是哪一尊呢 那恐龍就跟他講 我的先祖就是恐老福祉 你的先祖呢就是老子 离兒 那麼你的 我的先祖曾經去拜過你的先祖 所以呢兩個人呢是交好的 兩個人是非常要好的 那麼到了我們這一代 當然我們也是非常要好的 他這樣講 哇大家都開懷大笑 認為說這個小孩子講的很有道理 這個小孩子呢非常聰明 當時的這個信禮的這種大官啊 就招待他上座 那當然旁邊的人看了會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在搞什麼鬼啊 憑一個信孔的就來接近信禮的 哪有重視 其中有一個人說 哎呀小時寥寥到未必佳 小時候看起來很聰明啊 長大就未必那麼聰明了 沒想到恐龍一聽啊 就跟他講 想君小時必當寥寥 他聽到他這句話就回答說 那麼這位先生你小時候一定很聰明 那表示說什麼 你長大也不怎麼樣嘛 你剛用他的話馬上把他躲回去 喔所以恐龍啊非常聰明啊 在三國時代啊 真的是一個天才兒童 那恐龍讓梨 這個有人送梨過來 那他他都挑那個最小的最爛的 那他父親就會問啊 這個梨有這麼多你為什麼都挑最小最爛的 他就說啊這個梨啊 最好的當然就是要給大哥啊 我只是小的 我只是做弟弟的當然就拿最小的 你看 李讓 恐龍從小就知道李讓 這個是兄弟關係的一個典範 那恐龍後來也做到北海太守 喔在三國時期 曹操曹衛底下做官啊 那曹操是非常祭賢的人啊 所以恐龍這位賢人啊 後來也被曹操所殺害 那據說呢 恐龍也有陳大仙 在我們的訓文之中啊 也曾經看過恐龍大仙 來批訓結緣 這個是從這個長幼有序 來看我們做人的道理 那麼這個長幼不只是在家庭 在這個家庭之中啊 只要比我長的 都是我的長輩 那麼在道場之中啊 只要比我長的 那麼都是我的長輩 都是我的前嫌 喔 並不是說 這個他 他領命比較早 他提拔比較早 所以他就是我的長輩 事實上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面啊 這個長的定義啊 是很特別的 喔我們說中國人講 這個 這個 論負沒論負 論負不論負 那這個是 一種 表面上的禮儀 禮儀上要尊重他 可是呢實際上呢 如果這個人呢 他沒有謙虛沒有德行 也不會尊重他 喔中國人長的定義啊 是 此德聚尊啊 才叫做長 齒就是牙齒 牙齒就是代表年齡 年齡 一定要長於對方 那德呢就是道德 道德呢一定要高處於對方 那麼才會讓對方呢 心悅成福 來敬服於你 所以想想 如果說在 單位裡面 團體裡面 如果說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這個上司啊 他是 年紀比我們輕 可是呢 卻領導我們 那這個時候呢 中國人 對於這樣的上司啊 通常才 表面配合的 的狀態 先觀察這個人的言行怎麼樣 做人怎麼樣 那如果說 這個年輕的上司 他呢非常的謙虛 非常的有禮貌 而且呢 道德也很高尚 那麼呢 他這個上司啊 自然就 會被 尊重 雖然他的年齊 年紀啊 牙齒沒有 比他的下屬長 可是呢 人家還是會尊重他 那如果說這個上司 年紀很小 能力很高 可是呢 他不懂得謙虛 不懂得禮貌 跟沒有所謂的 道德的涵養 那麼 你做你的上司 我做我的下屬 喔 彼此是互相制衡的 我幹我的事 你做你的指揮 大家彼此不相干啊 喔 你要叫我 我就呼籲你一下 就形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中國人 你要知道 長幼之間的關係啊 他是呢 注入的 道德在裡面的 如果沒有道德 年紀再長 人家只是看你 普普通通一個老人 如果你有道德 那你年紀又長 那麼敬老尊賢啊 是中國人的美德 本來就要敬老尊賢 喔 我們講敬老尊賢 那一定是 他又是賢能的人 他又是年紀比我大的人 喔 所以 我要尊敬他 我要尊重他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觀念 這個也是長幼有序 所形成的一種社會得目 所以可見呢 長幼有序 這個是一個 社會上 這種運 運作順暢的一個根本理由 根本道理在裡面 所以你看我們在道場 我們在道場 長幼的分法 其實不用人家講 那麼典傳師呢 他一定是 長於講師 喔 不管是年輕的或長 或年老了 典傳師一定是長於講師譚主 這是因為典傳師 他身後的使命啊 是代表天命 所以天命的關係啊 我們必須尊重典傳師 但是在中國人的心裡 我們必須清楚剛才那個狀態 如果你是典傳師 可是呢 你根本就沒有什麼修養 嘴巴也沒有什麼口德 他年紀又 還很輕 你就指揮這些 老年人 指揮比你長的人 那麼 這個是沒有人會服你的 你即使說你有天命 你有天然是這個天命 那個只是 你自己認為而已 天命呢是必須是謙卑的傳承 天命呢是清楚的 的一種 接受 也就是說你 成傳老師師母的天命啊 是以一種親近 公正 哦 真誠 慈悲 這樣的一個心 來得到這個天命 如果你得了天命 只是因為你的 在這裡的年次比較少 那你對於你的人 這個 這個 道場裡面的道親 哦 對於你所碰到的這些 淺顯 你都是要以止氣死 你都認為說 大家必須要敬拜你 那麼這個是 沒有德行的典團師 那沒有德行的典團師 大家對他就不尊重 對他不尊重 他就沒有道氣 他就沒有道可辦 哦 只是掛個名而已 所以叫做明治典團師 他沒有實質的意義啊 那時候我們道場也看到很多的典團師是這樣子 他理了一個典團師的名字 可是呢 根本都沒有後學 人家看到他呢也不敬重他 不敬重他 他自己想要辦什麼呢 也沒有人手可以幫他 那所以成為一個 明治典團師的形象 那這個是長 長幼的由來 長幼的原因啊 所以長是長在哪裡 長在我們的 道德 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一定要是比別人長 那麼你對天命的了解 一定是比別人全 比別人圓滿 那麼你才可以說呢 你真正的代表 師尊師母的道 來領導一方 那你領導的人 堪稱做你的後學 所以現在典團師都不敢講 你是我的後學 自從我們老師強調之後 典團師就不敢講 這些人是我的後學 因為我們都是 師尊師母的後學 老前人前人的後學 所以前後的關係啊 都是從道德建立起來 那麼道中的倫理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拿捏呢 可以說 在 世上講 非常的微信 而且呢 非常的 這種巧妙 有一些事情 明明底下的人 做的是對的 但是呢 上面的人 認為不合他的意 那必須從盤改掉 那麼這個時候呢 上面這個人 如果他有 很高的道德 很高的這個 做人準則 流逝流露在 言行舉止之中 那做後學的 心悅成福 來接受他的領導 他願意改正 全盤改觀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 典傳師跟講師 發生嚴重的爭執 那個講師認為 他辛辛苦苦所做出來的 結果被典傳師否定掉 那典傳師呢 他本身呢 也不懂 他只是 遵照一個 習慣 或者是說一個規則 認為不應該這樣子 所以把講師的辛勞 全盤的否定掉 那麼這個講師 是 願不願意聽領導師的呢 所以這個問題啊 就牽涉到個人的 倫理道德的內涵 倫理道德的輩分沒有錯 有上下之間的不一樣 但是呢 道德的成分 更重 也就是說領導的人 他如果沒有道德的成分在裡面 喔 這個領導人不是以道 不是以理 不是以人 那麼即使 典團是在怎麼命令 後 下面的人 也不一定會推崇 那就造成 道場之間的對立 道場之間的這個不協調 那久了大家都 誰也不聽誰的 誰也不願意去溝通 就形成了一個 道場的現象 甚至形成這個道場的文化 就是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不願意樂見的 一個修道環境 修道環境變成這樣 已經成了一個人事團體 那麼這個人事團體呢 跟自然是互相違背的 那麼有志之士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修學 勢必呢會受到嚴重的扭曲啊 這個是我們講到 掌幼有序 他所需要了解 需要去注重的 一些原理原則 那我們講五輪之間 最後一條 就是朋友有信 那信這個德目 我們之前有講過 喔 信朋友和相靈 所以信這個德目呢 那我們 稍微帶過就可以了 那我們知道 這個朋友的關係啊 他的範圍也很廣 只要是我們出了家門 出了家門 跟我們志同道合 跟我們呢 同門師兄弟的 這些呢 都能夠算是朋友 所以同師約憑啊 同志約有 所以在道場裡面 道場裡面的這些同修 我們叫同 我們叫同 那如果說有相同的志向 大家共同為一個目標 而努力 那這個就志 這個叫同志 所以朋友的關係呢 是這個同門師兄 又是這個志氣相同 所以用這樣的關係來建立 朋友的架構 我們就知道 那朋友的 朋友的定義非常的廣 喔 你看我們說同事 同學 同才 還有呢 同修 喔等等的這些呢 都叫做朋友 那所以我們一個人 出門在外 所碰到的人 都可以叫做朋友 喔 戲目之下呢 當然還有分 喔這個是什麼樣的朋友 那個是什麼樣的朋友 朋友是 有這樣的分法 那麼朋友有幸啊 在這個社會呢 是一個 立身處事的 原理原則 也就是說做人做事 的一個標準 喔 你講出去的話 在朋友之間呢 一定是要有信用的 喔 說 這個誠信 成了我們 現代人 喔 這個生意往來 或者是說 各種事項往來 一個很重要的得目 那所以 誠信 誠信是一個 人是否能夠立足 在這個社會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當一個人沒有誠信 那麼他 只能夠短暫的 站立在 某一個地方 可是呢 不久了 他的根就要毀壞 那他必須呢 又再到另外一個地方 建立他的誠信 如果他是以欺騙起家了 那麼他就必須四處流浪 四處去行騙 他才可以存活 喔 所以 俗話說啊 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有理 這個理是什麼 理是做人的道理 理是那個誠信的原則 你有這個誠信原則 那麼你到哪裡跟人家生活 到人家到哪裡跟人家做生意 喔 跟人家相處 人家都會很喜歡跟你相處 因為你講話有信用 你講話有信用 同時也帶來你的商機無限 喔 同時也帶給你了這個前途無量 所以一個誠信的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德目 所以誠信是我們 我們人 修行 立足在社會上 一個修行主要目標 不是說在道場的人 才講誠信 才講信朋友 不是這樣子 一個人 他只要嘴巴講出來了 他就能夠信守 然後呢立行 那麼這個人呢 就是達到信的標準 這個人就是一個修道人的標準 所以信是 這個五輪之 之中啊 信統萬端啊 信同時呢 也統這個人 意 理智 人意理智呢 都必須有信這個德目來做基礎 那麼可見這個信 是基礎中的基礎 你看這個信呢 這個人言為信 人講出去的話 就是一種信條 一種借規 喔所以如果我們有辦 有能夠說將自己的言語行為 付諸實踐 那你是聖人啊 聖人是什麼呢 你做到了 然後再說 做到了再說 那就是聖人 因為你說的話已經應驗了嘛 那說到了再做 那這個就是賢人 我受得到已經做得到 這個是賢人 那如果說 說了 又做不到 那這個叫什麼 騙人 喔這個是小人 完全是胡說八道 說了又做不到 那時候我們會看到說 哇那這個現在社會上很多這種樣子啊 那說了做不到 而且呢 說得天花亂醉 結果呢完全是欺詐一場 只是為了騙人的錢財 騙到人的信賴 結果信呢 信在這個德木啊 在我們現在社會 已經不是人言為信 而是要什麼 而是要白紙黑字 簽名概印這樣才叫做信 應該信淪落到這樣子 我們也不能夠講 講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人心的變化 要白紙黑字為證 以前的人 講話就是信用了 以前的人犯罪 然後呢被人家抓起來 那叫你說呢 你在這裡好好的 撕過 我用一個粉筆圈把它畫起來 你在這個牢裡面 好好的撕過 不可以跑掉 那他就真的好好的撕過 也不敢跑掉 為什麼不敢跑掉呢 因為跑不掉 那個雖然是畫地為牢啊 可是呢 他跑去跑出去之後啊 那個畫地的人 一算就知道他會跑去哪裡了 馬上又把他抓回來 抓回來 好你 逃獄 越獄 加重 本來是反省三天 現在呢 反省五天 這不是自取其辱嗎 所以以前的人 講話就要信用 好 五天就五天 反省五天就是反省五天 他不敢有胡思亂想 因為呢 他知道 一眼一醒啊 都有這個天啊 天眼 天耳 在看著你 在聽著你 你不敢有所愉悅 那後來呢 這個畫地為牢 這樣的一個樣子 這樣的一個能力 也漸漸失掉了 因為畫地的人啊 他也沒有德性了 他的德性也漸漸失去了 所以他畫地為老就不准 那不准怎麼辦呢 只好做監牢 把整個監牢 封起來 你就跑不掉了 那麼我沒有犯罪 我真的沒有犯罪 那麼你沒有犯罪 好 查無實證 就幫你放了 查有實證 好 白紙黑字你認罪 劃壓 結果就認定你是犯罪的 白紙黑字啊 不是說人言為性啊 這個又已經是下一層的 這種人性變化了 那現在呢 也是白紙黑字 但是呢 白紙黑字啊 通常會作假 叫偽造文書啊 所以偽造文書又變成一種罪 所以現在呢 誠信在哪裡 沒有誠信 現在人呢 要講誠信啊 除非他是 真正的痛之痛絕 真正的從懺悔 感恩之中啊 出來的人啊 了解到那份痛苦 了解到眾生的 那一份苦難啊 那他會真的是 痛下狠心啊 來懺悔 來感恩 從今以後講過的話 一定是兌現的 一定是 實踐的 那這樣的人啊 那不是普通人 那是再來人 只有 這個等絕菩薩 聖人君子 他對他的話 才能夠充滿自信 所以朋友有信啊 我們要做到 這種 等絕菩薩 做到這種 這個聖賢人 那必須要痛下功夫啊 芝馬光曾經說啊 我平生事無不可對人眼 我這個是 相當相當深的一個功夫啊 所做的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啊 是不可以跟人家講的 所以呢 不敢跟人家講的 他就不做 即使是一件小小的錯誤啊 他也不敢去做 因為這件事情啊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不敢去跟別人講 那司馬光也是從錯誤之中做來的 他小時候 他在剝核桃的時候 這個核桃的剝不開啊 結果呢 他的這個奴仆啊 就叫他說 你可以用那個熱水燙一燙 然後再來剝就很容易剝了 結果他就真的請儒浦去用熱水來燙一燙 結果來剝 就真的很好剝 那他在剝這個核桃的時候啊 就被他姐姐看到 姐姐看到他 欸 你怎麼那麼容易剝核桃啊 因為熱水燙過啊 那你怎麼知道用熱水來燙核桃呢 這個因為我自己發明的啊 自己想出來的啊 哇 姐姐就稱讚 這個司馬光非常聰明 結果這些事情呢 他父親早就見到 見在眼中了 他就 出來就跟司馬光講 小子 這個人呢 講謊話 你怎麼可以這麼小就要講謊話 你這個燙核桃明明是這個奴仆教你的 你怎麼說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被他父親啊 痛罵一頓啊 那司馬光畢竟是很有根基的人 被這樣痛罵之後啊 他就自己知道反省 他就自己知道 以後呢 我絕對不會再這麼做 他不會再欺騙人 所以他從 從那個時候啊 他講的話一定是他做得到的話 或者是說他做過的事情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一定有信用 成了一代名相司馬光啊 所以司馬光的得勝啊 當時的人都非常的稱讚 非常的贊同他 在洛陽地區 當這個 那個地方的一個父母官啊 洛陽地區的人啊 哀家哀戶都化的司馬光的樣子 每天來祭拜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父母官 我們這裡難得出現一個這麼好的父母官 這樣 那麼這個鄉野之中啊 林裡之中啊 大家都互相告誡 不可以說謊啊 不可以做錯事喔 如果說謊做錯事情 讓我們的 宰相我們的司馬溫公啊知道了 那麼我們就是很沒有面子啊 我們在他的底下做他的子民 還讓他這樣沒面子 這是不可以的 你看當時的這個百姓啊 是非常的純粱 喔 一個一個大德 他所教化的這樣的一個教區啊 讓百姓呢 都能夠走上一種光明的絕路 這是司馬光的這種道德 所教化出來 所影響出來的 那司馬光在主政的這段時間啊 他是做了這個 宋神宗的時候的宰相 他本來不想做宰相 可是呢 他的家人啊 給他小語大意啊 如果為了要照顧全世界的 全天下的眾生啊 這個時候 你不出來 那誰要照顧他們 我們的國家沒有你 那麼誰要把握這個國家 所以啊 為了國家大意啊 他必須出來 充任宰相 那我們知道司馬光 在宋朝 宋朝當時是 比較積弱 他旁邊的這個 鄰國很多啊 尤其是匈奴人 尤其是西夏啊 這些經國的人 蒙古人 等等的這些民族 常常南下侵犯中原 那麼 有一次呢 西夏的人要來攻打 北宋 西夏人聽說呢 北宋的司馬光在座才像 他們呢 一聽到這個消息 就馬上回頭 不再攻打了 為什麼 因為司馬光是一個非常有德的人 非常有德的人 我們在去打非常有德的人的國家 那麼我們自己呢 是一個蠻蟻之邦啊 我們自己是個蠻蟻之人啊 我們愧對這種 這種有德性的人 我們不想做蠻蟻之人 所以西夏自動推命 所以你看 司馬光的德性 竟然 庇護到整個國家 而且庇護到靈邦啊 讓整個靈邦呢 得到他這種道德的教化 來知道說 一個人 這個做人的信用 當然他是很重要的 這真的是無言的教化 司馬光做了最好的一個表演 所以朋友有幸呢 能夠真的做到司馬光這樣子 事無不可對人眼 那真的是一個很成功 很標準很典範的一個例子 我們說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司馬光這個樣子 就是人師 就是示範 我們今天讀到司馬光這個創計啊 也非常的贊同他 所以後來為什麼司馬光 會在我們道場出現 也成為司馬大仙 受到老前人的這個 點話之後 他也得到了 他也可以回天了 如果不是他這個德啊 他今天哪有這個機會 遇到這麼好的大道呢 遇到這麼好的 遇到這樣的民事來跟他點道呢 這個都是啊 做人 平時就已經累積下來的德行 喔 所以會趕沾 這樣的貴神出現來幫助他 所以 這個一切呢 真的是 自作自受的道理 做如是因就重如是果 從司馬光的身上呢 我們就發現到這個重要的道理 希望我們能夠以司馬光呢 為這個效法的對象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 大家早安 今天是颱風天 台灣的人民正處於 飢渴的階段 因為全省的水庫 缺水告急啊 那麼事實的 那麼事實的來了這個颱風 能不能夠解除漢像 那完全呢 是靠台灣人民的意志 那不是靠老天的意志嗎 因為老天的意志 是從人民的意志 所決定的 所謂天事自我明事 天聽自我明聽啊 那麼人民的需要 大家的意念一同 那就會呢 影響老天的決定 所以老天就是人的 心意 那麼我們曾經強調 我們人類社會 世間的一切的大環境的現象 都是人心所營造出來的 那麼這樣的觀念呢 在佛經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說 今天 如果有漢像的產生 這個地方沒有水 那麼後學以為 這個就是因為 人心不忍的現象 所造成的 如果依照佛經的說法 那麼這個不忍 就是呢 彼此莫不關心 人對人呢 都沒有愛心 都沒有關懷 那一份 這種相互相惜的 這樣的一個 關懷啊 這樣的一個心意啊 缺乏了 人沒有互相溝通 所以造成了 大地的漢像 因為沒有水滋潤 那現在呢 台灣的漢像 已經 在先前 大家急聲呼籲啊 解決的方法 無非是 大家要 解水 省水 甚至政府啊 要補貼這個 解水電 解水片之類的東西啊 來讓人民使用 來讓人民使用 希望呢 人民少用水 那麼這當然也是一種 這個對峙的方法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對 對峙這個天然的災害啊 治標的方法 總是有限 能夠改變的呢 也總是有限 真正 治本的方法 那就是呢 每一個人 回歸到 本來的位置 每一個人 安分守己啊 安他的本分 他的本分 他的本分 如果是父母親 他就做好父母親的角色 如果是公司的員工 就做好員工的角色 那如果是這個社會的 一個分子 就做好社會的角色 所謂安分守己 回歸五輪的制度 讓君看起來像君 臣看起來就是臣 父就是父 子就是子 人人各安其道 那麼各安其道 是不是人類的這個御行啊 就順暢不已 人類的社會 運作如果順暢 那當然天地的運作 就順暢 哦 台灣話 不是有一句話說嗎 人啊 沒照天 天就 沒照天 天為什麼沒有照甲子 甲子就是一種 這個氣候的變化 天地的變化 沒有照著天地的軌跡來運作 那個是為什麼 因為人 造孽太多 造惡太多 所以呢 天就印著這個象 來顯示各種災難 所以呢 天象遠啊 人事近啊 天象高遠的道理啊 我們也許沒有辦法清楚 明瞭 但是經訊裡面告訴我們 天象印著人事在顯 對 所以人事呢 所以人事呢 就在我們旁邊 人事近的道理呢 就是要我們在人事上 好好的來 來用功夫 好好的來力行 好 現在呢 這個負不負指不指的現象 太明顯了 所以呢 這個完全是 迷的現象 眾生對自己不清楚了 好 對自己的這個身份角色 完全都迷糊掉了 造成現在 這個天地呢 沒有按照它的規則 在運行 那麼人類深受其中啊 人在天地之中 自然受著天地的這種變化影響 那麼人也是天地人的主角之一啊 所以天地透過人 來表達天地的道理 天不言地不語 可是天地的教化呢 通通實實在發生 我們上次講過自然的教育 那這個自然的教育呢 是在人的身上映顯 所以人是一個宇宙之中 最主要的一個角色 那人不會好好的去珍惜 自己的這份慈命啊 那麼他辜負天 辜負天所造就的結果 那不是老天要毀滅這個人 而是呢 老天應了他的心 來顯現各種的災難 這個道理呢 我們一定要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講到五輪八德 事實上也是這樣子 今天五輪的關係問亂 人際關係呢 大家呢 互相抗衡 互相鬥爭啊 那這五種輪子 這個人輪關係啊 要靠著這八種德行 八種德行的因素啊 來加入在裡面來運作 它才可以呢 運作順遂 運作這個生生不息 那所以 想到以前 前顯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那當時呢 也是因為 這個水庫缺水啊 這個人民生活 民生用水啊 倒極 台北市呢 已經成了一個 沒有水的一個城市 是相當嚴重了 那當時的行政院長 當時的這個教育部長 毛高文教育部長 他下了一道指令 要這個中南部的學生啊 通通回家 也就是說 學校停止上班上課 然後呢 大家都回家 就好像今天颱風 大家停止上班上課 那那一次是不一樣的 那一次是長期的 停止上班上課 中南部的人通通回家 那麼可能上班的人 還要上班啊 那學生比較好驅動 所以就叫學生回家 很大的水庫有水了 大家呢 繼續再來上課 哦 那那時候的 這個這個舉動啊 當然是引起很大的騷動啊 人心不安啊 但是政府沒有辦法 只好這樣子 那當時的這個總統啊 我們知道是蔣經國總統 那他當然也非常擔心 水庫沒有水 人民怎麼辦 那所以呢 他就到 翡翠水庫 去巡視一下 那這個巡視一下 看到這個水庫的水啊 哇真的是快要見底了 不曉得怎麼辦啊 那他就問這個水庫的庫長啊 那庫長啊 你對於這個水庫缺水啊 哦人民 人民 民政用苦 用水啊 告急 那麼你認為你有什麼想法 思想當時的水庫的庫長 能有什麼想法呢 對不對 老天都不下雨了 他能有什麼想法呢 有什麼想法是有水的時候才可以來想 沒有水的時候一點方法都沒有 沒有 那他突然呢 這個庫長啊 也是意想天開啊 就突然對蔣經國總統啊 做了這麼一個報告 他說啊 如果能夠來個颱風 哦那就是最好的 我大家一聽 哦那個颱風 對啊來個颱風是緊急的這個 應對的措施啊 可是颱風常常會造成災難 哦每一次的颱風呢 大大小小 總難民有傷亡啊 所以呢 他又突發奇想 就說呢 來個颱風 呃這個雨很大 風很小 哦 然後呢 在那個 新電溪上游那一帶 翡翠水庫那裡啊 就繞個兩三天 哦那個颱風呢 就在那裡原地打轉 把水庫的水呢 雨下足了 水庫呢 擠滿了 那這樣呢 這個颱風呢 悄悄的從這個淡水河這樣 溜出去 哦 也就是說這個颱風呢 是帶水來的 沒有帶災難來的 如果能夠這樣 那是最好的 哇他這樣一講啊 這個旁邊的人一聽啊 覺得說這個庫長今天是吃錯藥 竟然敢對總統 隨便讓報告 哦這種 這個奇聞異想 那這個 蔣總統啊 當時一聽 竟然也點點頭 他說 嗯對 有道理 然後呢 這個蔣總統啊 突然就拍著這個庫長的這個肩膀 這樣一拍 就跟他講 好 那我們就決定這麼做 大家一聽就傻了 這兩個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他們決定怎麼做 哦 難道說他們這個颱風 他們說一說 就這樣決定了 颱風就來了 有這種事啊 那當然啊 這個 一國的總統啊 他畢竟 有一國的天命 那所以說呢 這一國的總統 他如果說真的是愛護子民啊 愛護百姓啊 那他的心呢 心系的這個百姓啊 百姓的憂苦 那就是自己的憂苦 自己呢 能夠 告訴上昌 禀報上昌 這個昌生的疾苦 那麼上昌就會感應 那 這件事情呢 隔了兩天之後 竟然呢 就應驗了 真的有一個颱風要來了 這個颱風後來真的來了 來了時候呢 就按照那個庫長所講的路線 就在這個 翡翠水庫的上面 上游那裡 就盤旋了兩三天 雨下個不停啊 這個雨呢 在兩天之內 把水庫擠滿 哦 悄悄的從淡水河這樣溜出去 結果呢 當時 要回到中南部這些學生呢 也就不用回去了 水庫已經有水了 當年的水了 就已經 出滿了 那就 不畏為水 水 水所苦 哇這個真的是 天方夜坦的 的一個事情啊 可是這個事情呢 是 這個 毛高文 他這個部長 他親口講 是真的有這種事情 那所以 哇這個是真的是 真的是不得了啊 我們以前聽過 這個長官啊 求雨啊 那求雨都不一定有效啊 求雨要有效啊 必須是這個長官啊 真的是 以仁德為主 仁政主治啊 真的愛護百姓 愛護土地 愛護他的子民 那麼他來求雨呢 就會有效 那剛才講的這個事件呢 我們也沒有看到 蔣總統有什麼求雨的動作 可是這樣講一講 那雨真的來了 而且正如他所講的 那一年的水 水庫就擠滿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感應 另外一個 一個領導人 他所影響的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所一發的那個善念啊 也就是騙舉到整個 全國的人民 所以他的一個德政啊 如果 是純然至善的 就能夠感應老天 然後就降下這個急死雨 然後就降下這個急死雨 這個是 從這一次的這個水災 水患啊 又從今天的颱風 聯想到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課題 五輪八等 那因為 君如果能夠做君的角色 把君的角色做好 臣如果能夠做臣的角色 把臣的角色做好 大家呢 都是一心為國為民 岳飛曾經講 文官不愛錢 武將呢 不怕死 那那個時候呢 國家就會強勝 那所以看我們看今天的台灣 貪污的事件非常多 喔 隱私包庇的現象也非常的明顯 那雖然這麼明顯啊 我們還是有看到 台灣的民間 有很多善心人士 有很多君子大德 隱藏在期間 那他在期間呢 這個教化人民 教化百姓 興起了各種的作用 這個作用呢 是一種磁場的波動 這種磁場的波動呢 會中和台灣的這種暴力 貪婪之氣 然後呢 把台灣呢 營造 至少呢 還能夠穩固一個正常的局面 那所以有 有外國人 來到台灣 他們第一個印象 都會說台灣人很熱情 喔 台灣的人心呢 很善良 這個是普遍的第一個印象 那所以可見呢 這個五輪八德 在台灣的 人民的心中啊 其實還是潛藏在 他的內心裡面 那只是說 因為現在的社會 走向公益主義 金錢掛帥 所以呢 這一份的名利啊 把我們內在的那一份 本來有的 這個 道德本體啊 給掩蓋住了 那所以現在呢 我們必須 要有 很多人 很多的這個 有志之士啊 來教育人民 來教化整個 台灣的這個眾生啊 透過各種方式 來教化他們 所以這個就形成了 我們說的宗教的教育 那雖然呢 五輪八德不是宗教的教育 它是一種生活的教育 它是存在著 在我們的二十四小時的生活之內 可是呢 因為這個人 因為這種現象呢 沒有人提倡的 所以必須透過道場 透過這些修道人 有志之士來推動 所以我們勉強 把他歸納為 這個宗教的教育 那說起宗教的教育 在我們台灣呢 算是還很普遍 尤其台灣的這個 廟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有廟不見得有道啊 那 有這個道場 又有真正的道 那來做起這種 這種 推動五輪八德教育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啊 那這個意義啊 才能夠落實 那所以現在在推行 兒童讀經 這個讀經的教育 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扎根動作 雖然我們幾次強調 我們不應該期待 這一群小孩子 來拯救台灣的社會 但是如果說這一群小孩子 從小就接受 聖人的教話 就接受這種五輪八德的訓息啊 三綱五常的養成啊 那麼我們覺得台灣的社會 還是有救的 那現在的五輪八德 之所以會漸漸的示威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整個科技的這種崇尚 媒體的這種迅速報道 所以造成了五輪八德的 一種淪落 那科技的崇尚呢 當然就是大家都追逐最新最好 最高級的 譬如說一個手機就好 手機是現代人很方便的 一種通訊的工具 不管你多遠 按幾個號碼就能夠跟 對方溝通 那這個是一種很好的工具啊 但是呢 如果說太過於崇尚這種工具 譬如說我要這個最精良的 我要功能最多的 我要最好的 又可以照相 又可以聽音樂 又可以呢 上網 又可以看電視 不斷的在追逐這個 那變成呢 你被手機鎖綁 那我們被科技鎖綁的東西 太多太多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會迷在裡面 迷在裡面而不自知啊 而不自覺啊 認為說那個就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不知道說那個就是所謂的捆仙神 把我們的自信的仙啊 把他捆起來 讓你呢 不得跳出啊 那不得跳出呢 這個 人類呢在接受這些文明的洗禮啊 他沒有那個道德良知 反而變成更加狡猾 更加自私自利 更加殘忍無恥 所以為什麼每天新聞所報導的 都是這些 他報導的都不是正面的 都是一些道德沦喪 這個欺心之 欺拐詐騙 詐騙這種情況 那這種 殺到淫亡的事情 每天自動 跑到你的面前來給你看 那麼人 哪有不受影響的道理呢 這個就是因為 現今的人啊 太過重視物質的享受 而忽略了精神的文明 整個人類啊 物質文明越是進步啊 物質享受越是豐富啊 那麼他的精神生活 就會愈加的頻繁 所以說 我們 必須來正視 科技發展這個事情 那科技發展啊 雖然帶給人們很大的便利 但是呢 也帶給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啊 我們雖然得到一死之變了 但是呢 害多於利 因為呢 大家都希望擁有這個高科技的物質 高 高規格的享受 所以呢 眾欲取物 哦 甚至呢 貪財 欺詐其取物 取得這個 來享受自己的 這種 眼耳鼻舌 生意的 這種快意啊 那麼科技的便利 帶給我們的這種後果 實在是得不償失啊 我們得到了一點點的便利啊 損失了卻是無窮無盡的痛苦 這是人類真正的危機啊 哦 所以想要解救人類的危機啊 那必須呢 必須 停止科技的從上 哦 對於一切物質的享受呢 要把它看淡 所以這個是非常難的 哦 如果 沒有到場的這些真正的修行人在視線啊 我們幾乎看不到這種現象了 那麼我們看到和尚 尼姑 哦 開著高級跑車的也 也都是 很多啊 哦 這個是 很難去阻擋那股潮流 那所以當時 英國的歷史學家 他能比啊 他在1970年代啊 就已經呼籲 人類要回歸自然的生活 回歸到以前那種 哦 這個 拿著鋤頭 拿著鋤頭 耕地 除草 哦 用的這個牛車 來載貨物 哦 這個 點的這個蠟燭 沒有燈 再過夜晚的生活 要回歸到那個那個時代 你看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哦 中國歷史 是五千年來 都是這樣子 這其中呢 沒有 對於整個生活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一直到了 有一個人 就叫瓦特 哦 英國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蒸汽機之後 整個世界就改變了 那蒸汽機呢 帶動了工業革命 蒸汽機呢 發發展成這個火車 汽車 種種這個 大量製造的工具 那麼生活 這個物資啊 越造就越快速 越造就越便宜 那麼車子的速度呢 越來越快 整個人 人類生活的這個速度啊 它那個 步調也跟著調換 所以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當中啊 人越來越迷思 哦 越來越迷思呢 今天要強調 回歸到五輪八德 這樣的一個世界呢 就越來 哦 這樣的一個倫理道德的推動 越來越難 所以呢 我們 今天在發展科技的同時 科學家 應該努力於 重視人文科學的發展 也就是說人文這一塊呢 你不要去忽視它 那精神生活 要重於物質生活 不是說呢 物質 物質的文明啊 是最好的 那精神文明呢 就不要 哦 精神文明呢 就是 做人的那種道德觀念 那是我們的根啊 如果重視道德的修養 實踐道德的這種行為啊 人類才是真正的 有和平幸福的生活 哦 才可以解決 解決啊 這個當前人類的危機啊 那所以倫理 道德 必須從小就教育 哦 教育的原則 教育的根本 就是 五輪八德 三綱五常 這個是古大德 一直在強調的這個德目 儒家教學 第一個就是教人德行 你看四輩十者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德行 再來才是言語 正式 哦 文學 那如果 咳咳 如果一個人 他連基本的道德都沒有 那但是呢 他其他的技能很強 技能就是四配裡面的政治 哦 這個文學 如果他在現在很強 那麼 沒有道德 那他必然呢 危害眾生 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問亂 哦 他那個言語很厲害 字字充變 結果呢 沒有道德做根基 沒有德性做基礎 那麼這個人呢 危害社會 那麼據說孔老夫子 做了魯國的司寇 曾經 斬殺一個人 那這個人叫 邵政卯 那邵政卯呢 他就是言語很厲害的一個人 哦 這個黑的能夠變成白的 使得能夠把他講成活的 哦 可以說是辯論的高手 哦 真的是四字充變 哦 沒有人講得過他 連孔老夫子都講不過他 可見他口才是厲害的 那麼孔老夫子 做了魯國的司寇 就有這個權利 制止這個人 妖言惑眾 所以呢 他就把邵政卯 把他殺了 殺的原因是什麼呢 殺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妖言惑眾 其實他也沒有說什麼 妖言惑眾的話 只是呢 他講的這些話 不符合當時的倫理道德 孔子怕說這樣的人 他會迷惑人心啊 他會造成更多社會的動亂 那麼他這個孔子呢 就把他給殺了 那如果邵政卯這樣的人 來到我們今天 台灣的社會 哇那他一定是不得了的人物 哦 尤其是這個政治場上啊 他說不定是會高票當選的人 口才一流啊 而且講得頭頭是道 那但是呢 你看我們現在政治的生態就知道了 大家呢 都是呢 為了反對而反對 那那些政治生態裡面的這些高 高手啊 就是所謂的民嘴 哇講得這樣天外亂罪的 很多人呢 都會迷惑於他的言語 不管他講的是對的是錯的 總之呢講得非常好 那麼他講得好 對方也講得好 就形成了兩股勢力的這種對決 那現在台灣社會不就是這樣嗎 哦 造成了大家的彼此互相的這種對立 那引發成群眾運動 造成更大的傷害 那所以說 回歸到基本面倫理道德的教學 那可以說是 是現今最重要的課題 所以現在的這個 先佛菩薩 他所要教化人民的 所講的都是在講五輪八德 都是在講三綱五常 哦 現在的社會呢 你不用講什麼苦空無我 什麼禪定解脫 那個人 那個思維啊 對於現代的眾生啊 都太過懸遠了 真正的放下呢 就是回歸到原來的基本面 就是什麼五輪八德 你做子女的 把子女的本分叫做好 做父母的把父母的本分叫好 老師老師把它做好 每個人各安其分 各盡其職啊 整個社會運作順暢 那麼社會就安定 國家就太平 世界就大同 所以世界大同是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每一個人的責任啊 那現在呢 每一個人都不遵守了 咳咳咳 那所以天下逆 源之以道 我們要透過道 有一個天命的力量在主導 那這個天命的力量呢 很慶幸的我們今天有一代迷思 他教給我們道 傳給我們道 讓我們跟著這個道來走 我們就可以了 這個正己成仁了 教化自己成就別人 所以講到五輪八德啊 我們昨天呢 把五輪的這個內容 大致上的講過 那麼我們今天呢 再把八德 幹藥的借數 介紹過一遍 那八德呢 就是孝帝忠信 禮義廉恥 這八種德目啊 那麼這個八種德目啊 這個細分下來 是無量無窮的這種德目啊 所以儒家他大概用這種八種德目啊 來稱說啊 所以有很多德目呢 它是重疊的 重疊的 那麼我們就知道說 儒家的分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譬如說中庸 中庸把五輪定位在這個五種 這個五種群眾的這種角色 那麼五輪關係的運作呢 要靠著這個智仁勇的這個要素 在裡面推動 所以智仁勇就是三達德 那三達德呢 我們現在又講八德 那是不是三達德跟八德又不一樣呢 那跟三綱又這個五常又不一樣呢 其實不是這樣子喔 其實是因為在各種德目之中啊 我們只要把一個德目好好的遵守好 那麼其他的德目呢 我們就會把它圓滿起來 那麼所以儒家在不同方面講 講不同的德目 那是也是適應每一個眾生的根性 所以中庸講三達德 三達德運作圓滿 在這個五輪角色運作順暢之後 那麼統歸到一個最終極的那個原點 就叫成 所以成者天之道 成之者人之道 那麼成者呢 就是天的道理 天呢就是良知本性的 的朗線 那麼天的道理在良知本性 本性呢印刷出來 就是人所做的這些道德 倫理道德的這種言行 所以天我們說天定是我們天 天在哪裡 天就是我們的良心 每一個的良心 都呈現到那個上的一面 那麼這個天呢 自然就呈現成天堂的一面 這個是自然的道理 成之者人之道 人之道就是呢 好好的把成去立行它 那立行成呢 有透過這個仁義理智 有透過孝悲中性禮義廉恥 這些德目 那麼每一個人跟心不一樣啊 所以他可以選擇一個德目 來做入手處 來一門深入來長期心修啊 所以儒家不講你 你要好好的念經 好好的這個念佛 或者是修禪 儒家沒有講這個 儒家講了 你就是在好你的本位上 好好的立行 五輪八德 那就是最好的修行 所以我們上次講 這個忠誠孝子 今天過世明天回天 就做神 忠誠孝子就是最好的修道了 哪有比忠誠孝子這樣的修道呢 更加直接更加積極的呢 那我們說這個忠誠孝子 那同時呢 我們如果說一個清廉的人 一個有節氣的人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回天做神 當然可以回天做神 他只要一個德目做的圓滿 那他呢就回歸本位 也是圓滿的 所以現在的修行 沒有比這個詞更好的修行 更直接的 而且對於社會 對於人心有幫助的 這個修行 你看我們的修行 我們現在所說的修行 世間人 在一窩蜂在流行的 坐禪 這個念佛 朝三 惠寧 或者是說呢 來修這個太極拳 修這種法輪功 等等的 修這些 那修這些呢 對於心性來講 你就只是 幫助你自己的 身心健康而已嘛 幫助你自己 得到 那一份享樂 心靈上的喜悅 那對於眾生有沒有幫助呢 這個真的是 很難看得到 也不能夠說沒有幫助了 也不能夠說沒有幫助了 但是幫助的總是有限 因為他們這些修行啊 都是在做一種福報的累積啊 那福報的累積最多你可以修到 這個多帥天 外院 不是內院喔 內院是彌勒淨土 多帥天外院是一個 修基福德 修到很大的人 可以到那個多帥天的內院 以後有機會 接受彌勒祖師的教法 那繼續呢 修煉 頓入到這個心性 頓入到良知本體 再到內院來 那所以 修功德跟修福德是不一樣的 六祖彈經 這個六祖 在五祖的會下 還沒有發跡的時候 那五祖呢 要找傳人了啦 五祖要找傳人在這個會眾上啊 跟大家宣布 大家不要此重的修福 修福只是得到來世生的福報 特別講到 此事福不能救 那此事是什麼事 是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福不能救 那什麼可以救呢 只有功德 功德才可以救啊 功德才可以幫你超生鳥死啊 福報只是帶你 轉生到 善業的這種 境界上去而已 所以你看你造善業 造惡業都是業啊 造惡業墮落到惡道 造善業生到天道 那你造善業你還是要去消這個業啊 想一想是不是這樣子呢 然後你造善業了 你生到天堂了 你把這個善業 這個福德消完了 消完之後呢 繼續又墮落 哪有辦法超生鳥死 我們今天是要找到一條 回歸天 迴歸這個禮天 超越生死輪迴 一個超凡入勝的大道 這個超凡入勝的大道 民師指點我們 你就是從這裡下手就對了 從這裡下手 那麼你好好的在人事上 把你的五輪八德三綱五常 把它做到最圓滿最標準 那麼你就回去了 所以道是本來就有的啊 民師指給我們的道 我們是本來就有的 道不是老師傳給我們的 我們今天呢 只是因為迷妹了 不知道了 所以總在迷霧之間嘛 迷了我知道了 我就可以 好好的來歷行 但是呢 這個你 你悟了 悟了還不夠喔 悟是禮上頓悟而已喔 你還要試要見修喔 禮上頓悟之後 老師給我們這個 圓滿的這個自信的一條路 我們好好的透過這條路來歷行 好好的來做 所以道在我們身上是信禮 你把信禮做出來 就叫德 所以是道德道德 你這個人有沒有道德 沒有中每一個人都有道 但是你的道沒有明顯啊 你道如果被指出來了 可是你又不做 那你沒有德 沒有德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六這個五主講 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麼事 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呢 福頭不能救 所以眾人 只知道修福啊 不知道 這個修道 那是白用功夫啊 頂多呢你來生長到一個好的人家 就這樣而已 所以為什麼在五主會下 得道德道的只有一個人 那是因為 只重修福 不重修慧 那六主呢 因為他本身就很有根基啊 他一聽就知道 什麼是 此事 什麼是福不能救 所以看到神秀那句話 福底本無數 民進一飛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那他一聽就知道 就 不是 由信 自信所發的 五主那個時候 特別強調 你們乘一手祭來 來給我看你們 有沒有 悟到本性 喔 思良情不重用 你不要去想喔 你做事的時候不要想喔 不可以透過你的意識 去把它寫出來喔 你要當下即事喔 結果呢 神秀想了三天三夜 才把它想出來 我常給老師看 老師就叫你不要想了嘛 你要想 想那麼多 你看想這個字 心上有像 你著想啦 著想了就沒有辦法見到自信 自信沒有像 自信有像的話 那自信被迷昧住了 自信被意識給掩蓋住了 所以自信沒有像 那六主呢 六主他沒有像 他一看到這個字句啊 這首詩啊 他就知道說 他沒有見信 因為有像 所以 六主講 菩提本飛樹 明鏡亦飛台 本來無一物啊 何處惹成啊 你看本來無一物 喔 心外無物啊 我們要反而這個道理 我們儒家講 格物 那你心外無物 你要怎麼格呢 所以格一定從內心格 所以諸子解釋的 窮救世物的道理 就是格物 這個是錯誤的解法 因為心外無物嘛 心外無物你要怎麼去格呢 你不是把世外面的物把它去掉啊 那不是啊 外面沒有物啊 外面有物是因為你把它拿到內心裡面 你去執著 你去分別它啊 所以內心才有那個貪嗔之愛的染燒啊 那個染燒才叫做悟啊 當你把貪嗔之愛放下了 那就完全是格物了 所以當時為什麼 這個朱熹跟陸九淵 兩方面在那裡變 結果呢 聽說這個朱熹聽到陸九淵的說法 哇 嚇得這樣子 冷漢直流啊 也不曉得要怎麼對法 因為陸九淵他講的話有見性 格物就是格 格就是格主啊 格就是要戰鬥啊 你要把物語格主 你要把這個物語完全的放下 哦 佛家講放下 道家講無為 哦 儒家講格物 都同樣的道理 其實都是在講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回歸到我們的良知本性 良知本性就是五輪八德的 的流程 哦 就是道德的流程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道德的本體 所以如果說每一個人知道我們內在那一份道德圓滿的那一份本體啊 他所做出來所講出來了 怎麼可能會有偏差呢 怎麼可能會有自私自利呢 那所以說我們講到五輪八德 我們把這個八德 稍微做一下 減速 哦 我們是說孝帝中性禮義廉始 那孝我們也特別的說過 孝是所有根本 中的根本 白水老人曾經講 孝帝中性禮義廉始 一個孝字 包括所有其他的德目 所以呢 中性 帝中性禮義廉始 通通在孝道裡面包括了 所以可見孝是根本中的根本 孝是不可以偏廢的 一個見性的人他一定是一個孝順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孝道的人 我們說孝親尊師 孝親尊師就是人修行 第一個基礎 那孝道的人一定是尊師啊 所以孝道 圓滿 其他的德目就圓滿 我們這個 人一出生啊 就跟父母 息息相關 血濃於水 所以這個孝道呢 是永久存在 人的這種內心之中 孝道沒有辦法 透過 口頭上的這種 拋除 言語上的抬除 那這樣呢 這樣孝道就可以不要做了 沒有這種事情 孝 是一個圓滿的德性 我們說一個老 一個子 老跟子之間形成一貫了 這就是一條金線 那這條金線呢 就是帶領我們回天 的一個根據啊 那麼我們如果沒有孝道 我們怎麼回天呢 這條路都斷了 我們怎麼回天呢 那麼你要旁擊其上的道 你沒有孝 你要如何旁擊呢 所以孝的重要性呢 不言可遇啊 那佛經講 孝的範圍 可以擴及到 一切的眾生 所有的男子是我父 所有的女人是我母 因為呢 在累結累世之中 他們都做過我的父母 所以他們都是我孝敬的 孝養的對象 所以孝化眾生就是最大的孝道 喔 你拜奉老母 就是孝化眾生 把眾生都帶為了老家 那就是盡最大的孝道 那替道呢 就是一種 兄弟之道 替你看替這個字 心旁邊有一個弟弟 弟弟的心就是孝道 喔 就是用著 侍奉兄長的心 來侍奉兄弟 來對待兄弟 這個就是替道 那麼替道是孝道的延續 所以呢 兄弟和好 同時也就是孝道和好 孝道這個延續 兄弟不和 你不孝父母 喔 父母看到你兄弟不和 那麼他也會難過 也會傷心 你踢到沒有做好 那麼父母難過 那麼你就是孝道也沒有做好 所以兄弟同胞啊 同時也是父母的化身啊 那兄弟呢 兄弟又是誰 四海之內夜又是兄弟 所以所有的眾生都是你的兄弟 你都不能夠欺負他 傷害他 所有的眾生都是你要度化的對象 你要度九六元胎佛子回天 你不是要把所有的眾生都帶回去嗎 那這不是替道嗎 所以孝替兩制是連續的 相相續的一個德行 那忠 忠就是忠庸的心 喔 不偏不倚就是忠 你對於這個事情 不偏不倚的處理 對於這個人 不偏不倚的這種對待 這個就是忠 我們現在所說忠於老闆 忠於這個 上司 忠於點團師 忠於老公 忠於老婆 這個忠啊 都是狹隘的忠 真正的忠 是對於 世間上 所有一切人事物 都是不偏不倚 都是忠 所以現在的人 對於忠誠度非常講求 忠誠度 你對於我這個團體 對於我是不是有夠忠誠 這是老闆最在意的 那麼一個老闆要取用人 要看這個人有沒有忠誠度 事實上 你只要問他 他對於父母親的態度 是怎麼樣 那你就知道他對於忠誠度的 是達到什麼 什麼樣的程度了 如果他是一個孝子 那麼他一定是一個 忠誠度百分之百的 那麼他如果對父母的 模擬良可 有所批評 那麼你會想得到 他對你的忠誠度 大概也要大打折扣 所以 你看孝是不是又跟忠 是一個相訊的德行 所以這個孝子 一定出來一定是忠誠 忠誠一定是出於孝子之門 忠跟孝是一體的 那麼古時候講 古時候人講 當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 要呢這個 捨孝盡忠嘛 事實上不是說把孝道放下 而是說呢 把孝道的範圍擴大 因為忠的範圍是忠於整個國家 整個政府嘛 那麼這個政府包括你這個家 所以當時的忠的這個定義啊 是包括了整個天下 那麼範圍更廣 那天下就包括父母了 所以呢 父母親的孝 一到這個忠 所以叫一孝作忠 那忠呢把孝的範圍擴大 那現在呢 團體公司這個忠呢 就沒有像國家這麼大 所以一孝作忠這個看法 在現在呢是不太說適合 除非說你的對象是整個天下的眾生 像道場這樣子 你要度化整個天下眾生 你要孝敬的無神老母 那麼一孝作忠呢 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但是呢也必須誓死拿捏 這個我們必須講清楚 這個說來呢 當然是還有很細的得目啊 很細的作法要去體會 那我們說信 信是這個五輪 信是這個五常裡面 它的中心點 五常人義理智信 五常裡面的這個信啊 是中央物及土 這個中央的部分統那個四端 所以信是人的立身的根本 信我們也有講過很多 所以呢這個得性呢我們不用 我們不用再去強調 我們不用再去強調 事實上五輪八德 八德裡面的內容 我們只要點過就好 好因為呢 這個得目嘛 是大家的這種修行的法門 那每一個人的法門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只要把它根本原則 把它找到 那就對了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講到 慘發五教聖人之奧 那我們上次講到 那我們上次講到 講明五輪八德 其中八德的後半段 是包括在 四圍鋼廠裡面 所以呢 我們講到 克尊四圍鋼廠 之谷裡 我們再來繼續 來講述 四圍的得目 那 台灣最近 因為摩拉克颱風 造成嚴重的水患 我們上次才在講 台灣水庫缺水 缺的非常嚴重 每個地方呢 都告急啊 希望能夠來個颱風 能夠解解水患 能夠解渴 結果這一次 颱風的來 不只是解渴 還要灌到了 爆出來 造成水患 而且水患呢 造成很多 生命財產 很多家庭流離失所 這個 生命的這個 傷害 人口的失蹤 那因為到現在呢 水患 的救災工作 還在持續進行 那我們希望 我們修道人 秉得一份 無言大慈 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的心 那我們雖然 沒有辦法去幫助 每一個受災的災民 但是至少 我們可以為他祈禱 我們可以為他做功德回向 那希望老天呢 能夠趕快把這個災結 把它消滅掉 讓人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那可見呢 這次生命財產損失相當的嚴重 這個現象呢 我們也曾經講過 也就是說 水災的產生 佛經上講 是因為人的貪心所造成 那麼以前 我們很少 就在我小時候的時候 很少聽到土石流 甚至沒有聽過 土石流這個名詞 那最近呢 只要颱風一來 就有土石流 這個山洪爆發 橋墩被衝垮 這種現象呢 一再的發生了 那麼 如果 從修道的觀點 來看人世間的這個現象 災結的呈現啊 跟人心的反射 是有 絕對的關係 但是呢 一般人並不清楚 會把它當作是迷信 那所以呢 是因為 很多的專家學者 科學家 要用各種 救治的方法 來阻止 人民的生命財產 受損害 投入大量的 這個精神 人力 物力 跟時間 來研製各種 災難的產生啊 但是我們 有沒有想過 那就是如何 可以讓災難不要產生 想想我們以前 小時候 災難難免有 可是呢 沒有像現在這麼頻繁 那現在這麼 只要 一來個颱風 或者是 一沒有下雨 哇 就造成全省 全國人民 的這種恐慌 跟緊張啊 好像 天地的災邊一來啊 就造成全國性的災害 那麼想一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 從佛的教界裡面 來講的話 所謂像水心傳 我們世間這個 大環境 就是一個像 那像呢 印著人心的顯露 而呈現 那佛說呢 水災 是因為人的貪心 那麼颱風是風災 風災夾帶著大量的水 的雨水啊 清洗到人民的生活 那麼這個風災 是屬於魚吃的部分 魚吃加上貪心 就造成了颱風 的水患啊 沒有辦法來化解 那當然啊 如果說 政府官員講這種話 一定是被人民罵死 政府官員 怎麼可以這麼迷信 那麼人民 自己本身 也很迷信 那為什麼人民也很迷信呢 因為人民呢 他相信有鬼神 相信有老天 那麼這個老天呢 鬼神呢 是依靠的 人們對他的禁奉 的多少 來保佑人們 那所以 在這個鬼神的節日 神明的節日 尤其是 尤其是現在 七月要到了 普渡的節日 人們呢 不惜花大量的物資啊 來供養這些鬼神 祈求自己 生活 事業 乃至於 這個家庭 社會 都能夠得到一個和諧的 一個對待 但是呢 仔細思索下來 這是一種迷信 迷信什麼呢 迷信啊 以物益物啊 迷信這個賄賂的心態 也就是說 我們能夠用這些物資來供養 這些鬼神 鬼神就會保佑我的平安 那這不是迷信嗎 這不是賄賂嗎 喔 你有去燒香 有去供養 那就得到 神的保佑 沒有去燒香沒有去供養 就沒有得到神的保佑 真的是這樣嗎 那仔細想想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世間人 都不屑於貪官污吏了 那麼何況做神明的人 他怎麼可能 會因為我們的供養 而接受人的賄賂呢 所以這絕對是不可能 那麼天地災解怎麼來的 天地的災解 是因為這個地方 的眾生啊 他則供業的營造 所以可見了 這個颱風的來造成災害啊 那是魚吃加上貪心所造成的 而魚吃是風 那這個貪心是水 所以形成了災難 有時候颱風來並不會造成災難 那如果說颱風來會造成災難 那可見了這就是一種業 那貪心跟魚吃啊 在我們台灣的現象是非常的明顯 你看魚吃就是不絕 不絕的現象呢 就反映在我們的對於這個前途事業 尤其在錢財方面 大家一窩窩風的都想要 一夕自負 都想要求得名牌 那所以現在台灣呢 很多人 希望不老而獲 所以呢外勞越來越多 那台灣的人呢 失業越來越多 那台灣人失業呢 並不是外勞所引起的 而是呢很多工作呢 台灣人不屑去做 那不屑去做呢 只好引進外勞來做 那有時候呢是因為 台灣的人 他要求的待遇 或者是要求的標準太高 雇主呢 雇主呢請不起 那這個標準為什麼定那麼高呢 所以來說去就是一個貪制啊 那所以引進外勞之後 造成自己在就業率上呢 更加的提升啊 那在每天的新聞上 詐騙、偷、盜、拐、欺、等等現象 每天都有 那這個是台灣人民 不覺所產生的愚痴 又對於這種眼前的現象 想要立即取得的這種心態啊 這種貪跟吃極了在一起 所以就造成台灣的這個颱風啊 災難不斷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 能夠反思這種現象啊 真正立行 在修心養性 在 道場修道的這些同修啊 應該呢 儘量 來推動 聖賢的教化 倫理道德的教化 甚至武教的教化 讓每一個人 至少相信 有一個神 能夠幫助他們 那這個神幫助他們呢 並不是透過賄賂 透過供養 而是透過內心的 那一種清淨 真誠 慈悲 平等 這樣的心 來供養諸天先佛 那諸天先佛 能夠獲得到這些眾生的感應啊 喔 結果呢 他的這個法力啊 他的這個慈悲啊 就能夠直接適應到這個大地上 那這個 他的這個感應啊 並不是 人民求他就給他的 佛菩薩的慈悲啊 是 無時不刻在加持 我們這塊人民跟土地 那只是眾生的不迷 眾生的迷 不覺 讓這樣的感應呢 沒有辦法 倒閘 到自己的身上 到自己 所處的這塊土地上 喔 這些道理呢 由於太過 維繫 太過深奧 所以必須呢 一步一腳印的來修行 才能夠感受到 聖賢菩薩 他們對於世間人教化的用心啊 那所以我們今天 透過道智宗旨的經文 來講述 產發五教聖人的奧子 那五教聖人 事實上呢 這個 道智宗旨裡面 舉出五教 只是一個 代表性的宗教 因為這五教呢 經過這個歷史 時空的掏襲啊 到現在呢 幾千年下來 都還存留在 現代的人心啊 那麼可見這個五教呢 它是值得時空的考驗的 那所以呢 這五教是 一種代表 那其他的各種教派啊 他也有 他們的教義存在 但是呢 沒有辦法一一舉出 所以用五教做代表 來 包括所有的修道人 所有的這些教主 他們救世的這個宗旨啊 那他講這個聖人的奧子 那聖人 五教聖人 可見呢 五教的教主 他們都是 已經是達到 無緣大職 同底大悲 真正的 靜而不靡 真正的靜而不懶 真正的靜而不懈 真正的靜而不邪 已經達到了民心見性這樣的一個境界 所以稱之為聖人 那也只有聖人 他才能夠把眾生 這種很複雜 很盤根錯節的 各種人生現象啊 把它解釋清楚 讓眾生呢 在這樣的 這個像海藻糾結一般的 的這樣的一個思緒奮亂裡面啊 抽絲剝繭的 從裡面呢把它抽出來 從之中呢 可以跳脫出來 所以那一份的 跳出的苦 允難啊 那是聖賢菩薩 所經歷過的 所以聖賢菩薩 能夠呢 能夠同體大悲 能夠無緣大職 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那聖賢菩薩幫助五教聖人 其實他們的境界都是一樣的 都是法身菩薩 那法身菩薩就等同如來 如來就是五教 我們這裡說的聖人 所以 當 某一家 某一教 在批評某一教的聖人的時候 那麼他們是對於這一教人 完全不了解 那才會批評 佛都教人不可自葬毀他了 那你怎麼可以自己 撐揚自己 然後毀謹別人呢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我們懂得 五教的聖人 都是佛菩薩的化身啊 都是那個道理啊 那麼我們有什麼好 好批評的呢 所以 五教的修行人 如果能夠把這些聖人的奧子 真正的領悟到 好好的來修持 就在他們的教育上 用心下功夫 一門深入 長期熏修啊 不斷的在他們的教育上 力行實踐 以及呢 不斷的反思啊 反求之 諸己啊 那麼 當他深入到他們 教育的核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說 這個奧子的時候 那麼他會突然的貫通 譬如說五個手指 代表五個宗教 當他修到這個奧子的時候 修到這個底下了 發現到說 這五隻手指是在同一隻手上 那個根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他如果修到 能夠修到這個根的部分 那麼就貫通到全部的根了 所以當他再來看這些 表象的時候啊 會發現到說 這些表象的這個道理啊 原來都是同一個 所以叫做一啊 一是那個真理 一是那個道 所以我們講道之中子 我們講道不講教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從根本修 那從根本修 對現在的眾生是非常困難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必須呢 這個世上要見修 但是那個理可以頓悟 也就是說人都有一個根本 那個根本現在雖然我們沒有感受得到 可是呢 你只要一門深入長期心 你就好好修修修修修到這個奧子 修到這個根本 那你就通了 所以道呢 有責任要燦明五教聖人的奧子 甚至呢各中各派的這個奧子啊 讓他們都了解 其實真理就是那個一 那所以一貫道呢 在立場上 他的出發點就是那個根本 那所以他講五教 尤其是中國 儒是道 三教發達 儒是道 事實上哪有分別呢 到了 到了你看明清乃至民國這個時代 儒是道都已經是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 中心的思想 任何人引用佛家的說法 道教的說法 儒家的說法 通通在講那個 那個一個一個的說法 三家不分而分 分而不分了 那這個道理啊 就可以解釋為什麼 其他的宗教 會互相排斥 但是 那尤其是 這個一貫道人 他講五教合一 那五教呢 通通不承認一貫道 那可是呢 我們必須要問 那五教不承認一貫道 五教的標準是什麼 你說你是佛教 你佛教的標準是什麼 你真的是佛教嗎 你是可以做佛的代表嗎 你是佛道教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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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做他們的代表 來否定別人的宗教嗎 這樣說起來好像也不可能做代表 因為你不可能代表佛教 你雖然是佛的形象 可是呢 你沒有修到佛 你雖然大陸的形象 但是你沒有修到那種 真人真君 的境界 那儒家 儒家根本不用 儒家根本就不是教 這個基督教回教 也都是同樣的道理 那所以 武教 在道德觀念上來講 那就是一體的 沒有分的 可是呢 有的人 他喜歡走這種 基督教的路線 有的人喜歡走道家的路線 儒家的路線 這個是沒有不同 所謂上山的路有很多條 可是呢 到了頂點之後 那個目標是同一個 所以目標同一個是一 一就是不二 那佛教講不二法門 不二法門不是只有佛教 這條路才叫不二法門 你看佛他自己 他都說有八萬四千法門 那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 有沒有包括道家的呢 儒家的呢 基督教的呢 回教的呢 我相信 通通有包括了 那麼基督教 回教他們這些 民主啊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佛的那個樣子來度化他們 喔 釋迦牟利佛用佛的樣子去度化 回教了 可能 早晚也要被殺 所以他們 這個佛啊 這些聖人啊 就必須化身 化身成 喔 這個耶穌基督的樣子 摩罕默德的樣子 然後到他們教裡面 去宣揚 這個聖人的奧子 就是這個道理啊 所以 有人問 那觀世音菩薩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這個道理啊 在我們道場 相信 很容易解決 可是在其他的教派呢 就 不太容易解決 那觀世音菩薩要救男的 救男的 喔 需要用男的形象來救度這些人 他就化身為男的嘛 那麼要救女的 喔 要去 需要用昆道形象去救了 那他就化身成女的嘛 如果他化身成懶得去救 那會變成性騷擾嘛 對不對 想想這個道理就很簡單啊 因為呢 因你什麼身得度就限什麼身嘛 所以觀世音菩薩他 他沒有男女 沒有對待 他只是一個象征 他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呢 都是把這個 聖人的奧子 的定義 給狭隘化 所以 我們說法身菩薩 他就有這種能力 他就已經等同如來的能力 等同這個聖人的能力 那他有可能呢 就化身成耶穌基督的樣子 去救度 這個西亞的人 默默的樣子去救度中東的人 那這個法身呢 是同一個 他同時也是如來佛 他同時也是 這個 這個 原始天尊 也可能是這個 古老夫子 都是一樣 沒有變化 那所以呢 講到武教的宗旨 那麼我們在 道場 有一篇訓文啊 一篇很大的訓文 把武教的這個宗旨啊 變成一篇圖畫訓 那這篇圖畫訓裡面 這個訓中訓的字義啊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把這個武教的這個奧子啊 大略的來說明 那我們也透過這篇訓文啊 來讓大家呢 了解一下 武教的教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 在還沒有講 武教的教義之前 我們必須先把道 刊明清楚 也就是說武教的教義啊 講講講講講到最後 那就是那個道 都是迷失一指 所以迷失一指之後啊 你可以透過佛教的修行 道教的修行 儒教的修行 然後呢 印證到迷失這一指 所以迷失這一指 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所以老師說了 他說呢 一點真理紅門開 一花五半同根齋 一花五教定位在 一禮萬書歸回來 喔這個 一點真理啊 明師這一點 那明師這一點 主要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靈境 是跟那個無幾的本體 喔我們用一個名字來代表他 就是老母 老母的本體是一樣 那麼 很多的法師啊 佛教界的這些高僧啊 逼品一貫道的 通常都是在這個老母 為什麼還有一個老母呢 那他的父親在哪裡呢 為什麼不說老父呢 你看看用這種方式啊 來批評 這個真的是很沒有道理 根據個人的想法來批評 那麼我們都知道 老母是不得不 用一個名詞來說他 喔 母的根這個說法在我們的 中國人的意思啊 中華民主的意思裡面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字眼 喔我小學畢業的那個 國學校那個小學 就是我的母校嘛 那母校我講母校有什麼錯嗎 我難道一定要探討 那母校那公校在哪裡啊 一定要講這樣嗎 所以這個批評是完全沒有道理 喔我們說 這個母體 母體 母體 難道還要說公體嗎 那所以呢 很多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批評 所以說我們就見怪不怪就好了 那他說一點真靈 紅門開啊 一點真靈啊 那可見呢 我們這一點真靈呢 來自於老母 那這個老母呢 是同時具足在 在每一個眾生的身上 那所以每一個眾生呢 都是老母的分靈 喔老母是本靈 我們是分靈 那麼這個分靈呢 變成這個肉身的樣子 來到人世間 喔這個是太極 無極洞而有太極 那這個動的現象呢 動的現象呢 是自然產生的 喔佛家講嘛 這是虛幻的 但是呢虛幻呢 你必須呢 有有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無極洞而生太極 喔太極而生兩極 兩極生四象 那所以呢 紅門開 這個過程呢 是一個時間的這種眼鏡 喔沒有說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自然的道理 喔花為什麼會開 喔這個樹苗為什麼會長大 喔為什麼會結這個果 這個就是自然的道理 那紅門開 表示說呢 這個天地初開啊 喔 福西一化開天 這個一化 這個一呢 代表那個無極 無極的道體 這個道體呢 動而生的這個兩極的 兩極 喔這個四象的現象 那他說一花五半啊 同根栽 喔一一朵花 有五五朵花瓣 五個花瓣 那這五個花瓣呢 用不同的這個角度去伸展 但是呢 他的根呢 都是同樣一個根 同樣一個母源 那他用在不同的方向去生長 是為了不同的需求 你不能跟我們說啊他為什麼要長這樣 他為什麼長這樣 喔 為什麼這個 西洋人 需要耶穌基督 而不是釋迦摩尼佛 中東的人是要摩 摩摩摩德 而不是太上老君 那你不能夠問這個 問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的根性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聖人來叫化 所以一花五半啊同根栽啊 同根栽就是同一個道體 那個道是一樣的 所以修到後來 我們會發覺到說 原來我們都是一樣的 喔 我們如果是老母的分靈 每一個人 合起來是不是就是那個老母 所謂一本善萬書萬書歸一本嘛 那我們後面這一句也會講到 那說呢 一畫五教定位在 喔 一個一個道體 封畫成五種不同的教化 這五種呢 我們已經說過 那只是一種代表 喔 五個方位呢 象徵了一個圓滿的方位啊 圓滿的位置 同時度化到整個 眾生 那他的定位呢 他定位在這裡 就是教化這裡的眾生 所以每一尊佛 每一尊聖人 每一個教主啊 都有他的教化區啊 通通不一樣 那這裡這樣說來的話 每一個教主 有沒有高低的分別呢 想起來是 是沒有分別 喔 理上講是沒有分別 但是呢 在佛教 佛家的說法 基督教 回教 所說的上帝 在佛家來看啊 只不過是 道立天的天王 天王來做這個教主 教化這個眾生啊 所以回到 回到天上也只是回到道立天 那佛家的 的這個定位這樣講得很高 喔 跳脫三界 喔 這個 超越 九法界 回歸到一身法界 喔這個目標呢 是相當的高 那所以佛家的 的 這個修行念頭 一下子就是飛到那裡去了 但是我們 必須知道 離可頓悟啊 事須見修啊 喔 尤其是 末代十幾 眾生的根性 沒有辦法 一下子 超越到那種無極的境界 累結累世的這種 煩惱的訓息啊 喔 我們說 這個 一門深入長期熏休 那個長期的訓息啊 是受到煩惱一直在 一直在這種加深啊 那所以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這個 拋 拋出 拋出這個煩惱 把煩惱轉成普敵啊 這 都需要 這個 武教聖人 所以當時的武教聖人 就是五位名師啊 他們在不同的時空 來降世 來教導這些眾生啊 所以他們的定位呢 是有他們的需要 那後來武教的聖人呢 他因為呢 沒有聖人回天腳趾了 天命不在了 那後來的修行人呢 沒有名師直接的一點啊 所以 所以只好靠著精益來修 喔 所謂正法時期 相法時期 末法時期 但是呢 這個三個時期呢 如果照佛經的說法 都還是可以 喔 有所成就 喔 這個教主呢 他有這個責任 來引導這個教徒啊 來回歸本位 只是呢 可能時間上 跟正法時期啊 跟名師注釋的時期啊 就要拉長一點 這是一話五教啊 所以五教聖人是五位名師啊 那現在五位名師 都已經離我們好幾千年了 現在當代名師 激功活佛 又來普渡收遠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能夠得到名師這一指引 依照名師的教法 的指示 來好好修行 甚至我們今天呢 來體悟五教的道理 來印證這個道 這個是名師的教 的這個 這一點的可貴 我們才可以清楚 在五教之間呢 這個來龍去脈 他的這個道理的寬通 寬通啊可以了 了然無外 這是名師的道 所給我們的 的這種指引啊 我們知道根本是相通的 那我們只要到根本 那我們就相通了嘛 就好像我們地球上每一條河流 雖然都不一樣 可是呢最終是流到大海 到了大海就相通了嘛 那那一點 那那一點 名師那個 名師指引的那一點 就是要我們回歸自信 自信的大海 回歸本性我們就相通了 回歸到那個原始的 老母的 的根源 這一點就相通了 所以一禮換書 歸回來 一個禮 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印證它 印證的結果呢 都要歸回來 回歸到自信的大海 喔 回歸到這個名師指點 那所以 名師那一指點啊 真的是非常的寶貴 如果沒有這個指引啊 我們在那個 六萬劫來 在那裡流來流去 不曉得流到哪一去 就在那裡一直輪迴啊 一直輪迴 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究竟 什麼是根源 所以 這個 一禮上萬書啊 這個禮啊 是那種 性禮 是每一個事的事禮 是物禮 是天禮 是地禮 這些禮呢 通通都是道的演化 把這些禮呢 貫通了 那就回歸到道的本體 所以一禮萬書 那通通歸回來 歸回來就是歸到這個道 那道人勉強說 因為那個現象呢 用言語沒有辦法說 用人的這個智慧呢 沒有辦法思量 我們透過先佛 聖賢菩薩 給我們的指示 我們試著來說 只有了 親正親悟 才可以體會到 那個境界的 這個奧妙 他那個殊勝 他那一種自在 所以道是明明上帝 這個明明上帝 你不要說那是道律天的天主 那是一種 形容 文字上的形容 明明上帝是那個道的 這個本體 他是 無形無色 無聲無嗅 他是呢 一團虛靈 那一團虛靈 就是真空的樣子 真空 真空到底是什麼樣子 真空又是 又不是空氣那個空 天空那個空 他是激然不動 他是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你看這個說法是多 多麼樣的 精細跟奧妙 大到無窮無邊啊 小到呢 這個戒指裡面 還有淨土 所以淨土裡面又有淨土 所以那個小是小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 只有法身菩薩知道 聽說普賢菩薩 藏在這個戒指裡面的淨土啊 這樣去 去講盡所法 去釋憲啊 所以普賢菩薩知道 這個法身菩薩知道 人不知道 眾生不知道 今天透過明示意志典 我們可以慢慢修 我們也可以慢慢了解 那一份到底的奧妙 那所以 人的那一份信靈的清淨 是非常重要 我們要常常保佑 我們那一份靈性的自在 靈性的沖河 靈性的沖河 保持在那一份 清淨沖 謙卑 真誠的狀態啊 那那個狀態呢 那是一個 道的化育 那所以道的化育 表現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的這個肉身上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感受得出來 好 就好像這個電燈 電燈有它的亮度 有它的熱度 那它的亮度跟熱度啊 依照它的燭光 我們可以感受到它的強 弱 那一個人修道 如果能夠達到清淨 達到平等 達到深沉 慈悲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態啊 那它流露在肉身上的 一定是 孟子講嘛 雖然昂於背啊 沖澀於這個肢體 那一股浩然正氣啊 好像呢 隨時都可以 在這個 這個外圍上啊 感受得出來 這個是道啊 所以道是 妙不可言 那麼我們今天 世間的人 迷而不覺 噢 邪而不正 染而不靜啊 這些種種的現象啊 讓自己陷入到 無邊的這種苦難 那我們又常常啊 把別人的這種苦難 別人的煩惱 噢 別人的垃圾 放在我們的心上 甚至為了我們的 這個 周遭的這些 人情世故啊 讓自己千禪過愛 沒有辦法自在 那所以 自己要回到 回歸到那個清淨的本體啊 非常的不容易啊 但是佛頭告訴我們 人 眾生都有如來 智慧得相 都有 這個道理都在 可是呢 妄想 執著分別 這些煩惱把人障礙住了 你只要有辦法呢 讓這些煩惱放下 那麼你就可以回歸到 本來面目 迴歸到那個 自信大海 那這個放下這個功夫 就是我們說的修行的功夫 就是五教的登山之路啊 所以透過五教 五教就是各種宗教 各種宗教的修法 當然我們必須講 必須是正知正見 正命正行啊 這些宗教啊 我們才可以 真的達到三頂 所以我們舉出五教做代表 那我們今天 試著來講 五教的教義 我們講儒教 因為我們今天要認清課題 末法時代的眾生啊 修行的課題 就是以儒教為主 所以你看儒家 從古到今 很少人把它說成是宗教 你說孝順 你說這個 忠義 這個怎麼會是宗教呢 這個是人生活上 本來就是必須具備的言行啊 怎麼會把它定為為宗教呢 要把它定為這個 這個教規呢 借條啊 那所以真的是最沒有宗教色彩的就是儒家 也不是宗教的一個團體 我們講三肝五常 我們講五輪八德 這不是在講宗教 那是教化 聖人的教化 那是我們的生活的言行 所以儒家講到 到底的 講到我們修行的次第的 中庸 大雪 這兩本經 可以說是儒家 講到信理心法 最主要的兩部代表 那麼 倫語 孟子 是把這個 信理心法 把這些 聖人的這個教法 把他表演出來 給大家看 孟老父子怎麼做 孟老父子怎麼做 你們跟著他做 跟著他學 把他表現在你的生活上 那麼你就走入聖賢之道 你就可以了 成聖成賢 所以在這篇 五教合一的訓文裡面 先佛以忠術之道 純心養性 直中冠一 來代表儒家的 這個修行奧子 那麼我們知道 忠術之道 是儒家 這個孟老父子 跟曾子的對話 孟老父子說 無道一以貫之 我的道理 用一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說法 把它通通報刮起來 那這個一這個說法 因為太過 太過懸遠 太過深奧了 所以呢 如果不是登堂入室的弟子 沒有辦法了解 那孔老父子 最得意的學生 嚴悔 文一指使 所以嚴悔有辦法了解 可是嚴悔呢 比孔老父子先過世 所以當孔老父子 把這個天命 要傳承下去的時候呢 就試驗他的這些學生 其實子貢是最有可能的 那子貢因為 跟在孔老父子旁邊 最久 在種弟子之中啊 跟著最久 出最多的利 也出最多的錢 那麼也很用心 在孔老父子的教法上 所以孔老父子 很希望能夠把這個天命啊 傳承給子貢 那子貢也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啊 我們知道孔老父子過世之後啊 子貢他行孝道 在孔老父子的墓旁邊 守孝守了三年 那種弟子守了三年 各自回家之後 子貢呢繼續又守了三年 一共守了六年 那所以說子貢對於孔老父子的孝 孔老父子的這個 尊啊已經做到了淋漓盡致的一種表現 不過很可惜就是 這些外表的動作啊 並沒有辦法讓他得到天命的傳承 也就是說子貢的心性沒有悟到孔老父子 那個一以貫之的道理 所以他沒有辦法登堂入世 他心性的修為 畢竟還不到火候 不到功夫啊 所以外在的這些做法 雖然說他出很多錢 做很多事情 是一個善人 也是一個好人 甚至是一個孝子賢孫 一個好徒弟 可是呢 這些好對於心性來講 都只是一種福報 都只是算是修福啊 都不能夠算是功德 真正的功德 必須是登堂入世 必須是了悟到這個性理心法 孔老夫子說啊 無道義以貫之 你必須了解到那個一的道理 你才有辦法跟師呢 這樣呢 互相感應 互相的融合 師道 才可以 有力量的 無遠佛界的傳染下去 所以 子貢雖然是個好人啊 可是畢竟啊 他就是沒有辦法體悟到 所以子貢就 成了賢人 真正的聖人 他的標準是 連起心動念都沒有 起心動念都沒有 就是達到一種 義貫之 他沒有想法 沒有思想 所以呢 他可以通到任何一個眾生 他的內在裡面 去了解到任何 任何萬物 任何眾生 他的一個內在 的想法 這是聖人的標準 那曾子呢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 是一個非常愚鈍的人 我們說老實人 在道場 我們說啊 不要變巧 也不會呢 有什麼很機靈的反應 但是呢 這種人呢 卻是傳承一波的主要的人 所以老實啊 近道啊 那曾子就講了這個道理 忠術之道 他就守忠術之道 忠術雖然還不是道 可是呢 已經相當接近到 所以呢 曾子的這個悟性啊 當時已經達到老實的標準 老實的圓滿如果是100分 那曾子呢可能已經達到 七八十分有了 所以在重弟子之中啊 唯一達到七八十分的 分數最高的 那就是曾子 那雖然做人很老實 很很 很不會 很不會這個反應 口才也不是很好 可是呢這個人呢 他的悟的心性啊 已經達到標準 那老師就把心法 把這個聽命傳承給他 那當時呢 在倫理這段對話啊 實在是 現在看起來 是相當有趣啊 孔老夫子問 吳道義官司 沒有一個人了解 現場的學生 沒有一個人知道 孔老夫子在講什麼 那只有曾子 他講說 為 為就是試 那試就是 心心相應的 師徒之間起了一種 這種 天地的共鳴啊 那這種共鳴呢 大概學生 很很自在 很逍遙很快樂 老師呢 比學生更快樂 更自在 那我們說 這個學生找老師啊 要 踏破鐵鞋啊 千里訪民師啊 那是很不容易啊 那孔老夫子是 五教的 民師之一啊 這些學生呢 要 能夠拜在孔老夫子的門下 都有機會 能夠成勝成選 但是呢 老師找學生更難 我們 我們剛剛講千里訪民師 可是呢 民師訪高徒啊 民師尋高徒啊 這個 這個比千里訪民師啊 那是難上加難啊 所以為什麼孔老夫子 在 延悔過世之後 會這麼傷心 會這麼難過 會講到說 天要殺了我 天要把我殺了 我最心愛的徒弟 把我帶走了 孔老夫子的兒子 孔黎死掉之後 孔老夫子都還沒有這麼傷心 但是他的高徒 因為死了 他覺得這麼傷心 我們可想而知啊 孔老夫子的期待是什麼 他的擔心是什麼 現在呢 竟然有一個學生說 是的老師 哇這句話真的是天地的巨響 如果我們能夠在民師面前 什麼事情都說是的 老師 你只要照著老師的話去做 照著老師的指示去做 那麼你就可以走上覺悟之路 相信民師 是度過我們生死大海的想島 也只有民師 他才可以幫助我們 超凡入聖 超越生死 跳脫六道輪迴 所以今天爭子這一夢啊 他就是在老師面前 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是的老師 他對於心性上的體悟啊 已經進入那個 所謂中廟之美 百官之父啊 那個登堂入聖的堂奧裡面 可以去悠悠自在 所以我想最高興的應該是孔老夫子 這一幕跟佛教 釋迦牟尼佛傳給大家這那一幕完全一樣 那這一佛教那一段我們到佛教再來講 我們就講儒家這一段 那麼爭子啊 他本身在於修行上 對於孝道就非常重視 我們說所有的德目是孝為根本 那他就是修根本中的根本 法門之中的法門啊 他其他的都不修了 只要把這個孝修好 做好了 然後得到老師這個心法 就可以回勝了 所以爭子是我們的榜樣啊 是我們學習的目標啊 我們在道場 講我們自己的 這個 心性路頓啊 才能愚昧啊 沒關係啊 我們有聖人爭執 來做我們的典範啊 我們只要好好的學習爭執 學習他的這個孝行 我們一樣可以成聖 我們一樣可以回歸到老師 所指點的那一份道題 所以他這裡講 中樹之道 存心養性 直中冠一 中樹之道 把這個中 把這個樹 的道理 去把它存養起來 把它修養出來 我們知道中是包括孝 所以中孝是一體的 那樹呢 樹呢就是 推幾幾人 也就是說你把中孝的道理 把它推幾幾人 這個天下眾生 讓天下眾生 都在中孝的教化之下 成為中孝之人 這是樹道啊 所以 教化眾生 沒有比 教眾生 讓他成為一個中孝之人 還要來得最直接 那種 中孝就是一種最好的修養 最好的這樣一個得目 那死死去存心養性 存養他 今天做到這個標準 明天達到更高的標準 養那個性 性 性是我們光明的本體 性是我們的良知良能 那份良知良能 那個發端呢 還沒有完全的朗線 那麼我們慢慢去行中術之道 讓我們的這個心性啊 可以慢慢擴充 從我們的身體 擴充到我們的家庭 那擴充到整個 國家天下 甚至擴充到整個宇宙 法界 那儒家不講法界 儒家講到宇宙 那宇宙就是 包括所有的 一切 空間與萬物 所以直中冠一 直中指指的這個中 中就是不編不已的本性 中就是這個道體 透過中校來達到這個中的標準 那麼我們在儒家的修行 講時中 時中的就是隨時都在處在一個中的狀態 這個中是後天做人做事的一個準則 沒有過於不及啊 沒有太前與太後啊 都處在一個中的狀態 所以講時中 那儒家呢 他在後天的環境啊 儒家雖然不講這個鬼神的道理 不講超乎先天的道理 但是呢他要人做到一個中的狀態 中的狀態就是一個一個道體的朗線 不會有所偏移 不會呢 有所這個 問亂啊 那都是存養那個到底都保持在一定的狀態 結果呢 就後來貫通 後來貫通到所有的這個萬事萬物上 這叫冠一啊 直中冠一啊 所以我們中國人 特別強調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呢 是一個 是一種很深很深很深刻的這種修行 我們因為落入後天之後啊 我們難免會有偏向 有嗜好 會有興趣 但是呢 儒家告訴我們 有偏好 有興趣 喔 甚至呢 有這些吸引都沒關係 只要讓 到之中子 到之中子 產發五教聖人之奧子 我們上一次 講到十中的道理 那因為我們最近 八八節莫拉克的颱風 造成台灣的重創 尤其是南台灣 傷亡非常的嚴重 所以 分析原因 分析這個來龍去脈 都已經沒有意義了 現在的受災受難的這些人民啊 最重要莫過於一碗熱飯 一杯的熱茶 這些民生物質的救助啊 那所以 我們今天看到 新聞的報導 傷亡的人數 持續在累積當中 那個數字到現在 還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被洪水沖走 有多少人還埋在土石堆裡面 現在呢 也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 那有多少的財產的損失 那更是呢 難以估計啊 那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災界 身為修道人 在今天講道之中子 我們更加的 發出那一份 哀驚的心 悲憫的心呢 那希望透過 我們的 修行的這個 波動的影響 讓台灣的這塊暴躁 災難不要這麼嚴重 那麼災難這麼嚴重 可見呢 台灣的修行人 他還沒有辦法 把整個台灣的工業 把整個台灣的工業 給他扭轉過來 那可見呢 善的力量 還沒有惡的力量那麼大 以至於呢 人民受苦受難 那麼人民不絕 為了經濟利益的考量 爛採山坑 爛發售木 爛抽地下水 沒有這種安全意識的觀念 那這個 在現在來講 也不是他們的錯 這個就是世間人 世間正常的現象 那只要是人 都會這樣子 那因為不絕的狀態 所以累積各種的災難 慢慢的形成 那這個不是台灣現象 才會產生 各地方都會產生 這樣的一種災難的 產生 那現在全球 氣溫越來越溫熱 地球暖化 造成的這個氣候 產生極大的一個變化 那麼沒有水的時候 就持續的肝肝 人們也是叫苦連天啊 那要求水 希望來個颱風 把水庫的水填滿 結果呢 兩天之內 來了三十個十門水庫的水 這人民哪銷售得了 那所以 那所以 冷的地方越來越冷 熱的地方越來越熱 乾旱 跟這個水災 交替的形成 那這個就是氣候極端的變化 那這種現象呢 那這種現象呢 都是在警告人類 警告我們的地球 隨時會有大災難的產生啊 那面對這樣的恐慌 我們修道人 還沒有辦法扭轉 只能夠通過 自己努力的修行 把這個善的波動 善的念頭 不斷的讓它發放光明 希望呢 在我們周遭生活的這些民眾 喔 在我們這塊土地 生長的這些人民啊 能夠得到 這些 善念 善心 的庇佑 然後扭轉 那個工業的現象 那所以 修道的團體 必須 像慈祭 有慈祭這樣的單位 有這些慈善的單位 來幫助他們 但是呢 也需要 由我們現在所講的 純心養性 乃至於 修心練性 明心見性 這樣的真正修行的 人 來扭轉整個世間的危局啊 那所以 每一次的災難 都是修道人 最好的警惕 告誡自己 修行能力不到 以至於沒有辦法 扭轉整個 業地的產生 所謂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啊 這個是儒家告訴我們 修心養性 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做法 那所以說 當今的社會 當今的社會 需要儒家這樣的修行人 默默的在為社會 為的這個民眾 為的這個人民 來做事情 來做事情 所以我們絕對 不能夠苛責 人民他們所造的 惡言惡行 一切的惡言惡行 雖然是不絕的狀態 但是呢 絕跟不絕之間 它有一個善惡的拉扯 如果善的力量強 那麼 就能夠保住 這裡的人民 雖然還有造惡的人 可是造惡的人 受到這些善心 善念的影響 他還不至於受到 貢業的果報 那所以 在佛經裡面 他特別 有強調 一個地區 如果有阿羅漢以上的修行人 那麼這個地區呢 就不會有天災地變 那在儒家 阿羅漢等同一個君子 一個君子的注釋 他所注釋的地方 不會產生天災地變 那如果這個地方呢 還是有天災地變 那麼可見呢 我們這個修行人 還不夠力 修行的力道還不夠 功夫還不到火候 所以沒有辦法 阻擋這個業力的產生 那所以看到這個災難 千萬不要用批評的態度 來面對 這些天災地變 或者是說 面對這些人民 一切呢 都是反求諸己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呢 才會這樣 造成這樣的災難 我只有更加的修行 更加的精進 這樣呢 才能夠報答 眾生的恩惠 天地的恩惠 那所以我們 那所以我們 講到了 五教聖人的奧子 都是在講 一個修行人 他怎麼樣 透過各教的修行 透過他們各自教義的方法 來努力實踐 讓自己達到的 這個光明覺知的狀態 讓自己呢 做出這些聖賢的 一個模範 然後呢 來影響人民 影響社會國家 所以儒家 他講到 這一套 從格物到平天下的道理啊 這個是講得非常的好 好 簡潔惡藥 而且呢 直氣人心啊 那如果說從佛家的觀念 那麼佛家可能一個格物就是一本經典 或是好幾本經典 那儒家講得最乾脆最直接 而且呢 最入世的法門 所謂入世法門就是 對於眾生 有直接的利益 直接產生利益的 讓眾生呢 能夠 會有所 嚮往 有所追尋 讓他們在生活上真正的改 改變過來 這個就是入世的修法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儒家就是當前 最主要的修行法門 他不講出世間 他不把這個美好的這個天堂啊 定位在彼岸上 也不用求神求佛 他把天堂呢 定位在人間 那人間呢 只要透過 格物自知 一直到平天下的 這一套次第的修行啊 那麼天堂就會 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那所以 儒家的道理 我們必須呢 透過我們的這個道場的修行 把它表演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 那麼我們一貫道 也號稱是 孔老夫子的門徒 以孔老夫子的修行 為依歸啊 那我們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時鐘 時鐘 就是二六時鐘 二六時鐘呢 不管在哪一個時間點 不管在哪一個空間點 那麼都還保持在一個中道的狀態 但極到我們的良知本性啊 雖然我們有脾氣 有毛病 有個人的生活的這種行為 但是呢 那個 沒有關係 只要呢 你隨時的修正 在你的生活的當中啊 隨時修正到 讓自己的心念啊 達到這個中的狀態 達到這個不偏不倚的狀態 那麼每一個人這樣做 這個社會國家就會產生一個 很善的力量 很祥和的力量 國家就能夠長治久安啊 人民呢 就能夠安居樂意 這個是儒家所嚮往的 遙順的世界 那時候遙順的世界 不需要在彼岸 就在我們的 土地 就在現前的這個生活 所以他說 職中冠一 職中職就是職齒 喔 堅守住 那個中 那個時中的觀念 那個良知良能 是 時中的一個Follow 所以良知良能的發端 都是純然至善 純然至善 就是一個道體 就是一個中的觀念 喔 因為他沒有 任何的偏邪 沒有任何的污染 那所以呢 他守住中道 不斷的力行往前走 這個叫職 職中啊 所以職中冠一 那冠一呢 就是我們的良知本性 那個是人的性理 這個性理呢 跟物的理 跟天地的理 跟整個眾生的理 都是同一個 喔 這個修 修回到那個根本 都是同一個 所以叫冠一啊 冠一就是可以統冠 所有的 萬事萬物的理 那這些理呢 統設起來 就是那個道 所以道 在事物上叫事理 物上叫物理 有天理有地理 人就叫性理 那個理 都是一樣的 透過這個理 我可以回歸到 我們的良知良能 我們的光明覺知啊 那所以我們儒家 他在講 格物自知 我們必須把儒家的 最高次第啊 為大家 介紹說明一下 那麼儒家 聖人的奧子 無非都是在 講職中冠一 這個道理 那所以存心養性 從哪裡存 從哪裡養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職中冠一 那所以 格物 格物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千百年來啊 這些學者專家 一直有他們的論斷 尤其是在南宋 出入學敗的一個對決 那麼個人都說的很有道理 各家呢 都有他的理論依據啊 那到底誰對誰錯呢 最近看老前人的語錄 老前人他有特別講到這個說法 革物呢 革物呢 在 露九淵 露九淵所講的 是革除 我們的內 內在的執著煩惱 革除各種的欲望 那所以 露九淵 他所講的這個革物 是很簡單的一個說法 革就是革動 革除 物就是我們的煩惱欲望 那麼 朱熙這一派的說法 他認為呢 物呢就是 窮救事物的道理 那老前人 他把這個 朱熙這一派 所解釋的這個革物啊 他認為是革除這個事物 革除這個對於物的欲望 對物的這個貪求 那所以呢 我們看了一下呢 非常了解 老前人所解釋的朱熙的革物啊 事實上呢 就是露九淵所講的 那個革物的道理 但事實上呢 朱熙對於革物呢 並不是這麼解釋的 所以老前人雖然 了解到革物的道理 但是沒有把這個 露九淵 沒有把朱熙啊 他所說革物的道理 說清楚 如果說照朱熙所講的 窮救事物的道理 那他的說法也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想一想 世間的萬事萬物 那可以說呢 多到不勝美局 你要把這個物的道理 把它窮救清楚啊 那基本上呢 是不可能的 人的一生 沒有辦法窮救 所有事物的道理 除非呢 除非呢 你冠一了 冠一了 了解到整個事物的道理啊 那麼你啊 才有辦法 了解到萬事萬物 他所這個乘數壞空 的一個來龍去脈 那這個是誰在 誰在做呢 現代的科學家 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科學家呢 在於窮救事物的道理 不斷的去鑽研探究 那他發現呢 這個物裡面呢 有所謂的分子 有電子 有離子 有中子 現在最小的單位叫做夸克 有這樣的一個分子結構在裡面 那我們說量子力學 那這個就是科學家 他們研究的領域啊 也就是朱希 所強調窮救事物的道理 但是呢 我們如果想一想 科學家 他能夠成勝成賢嗎 他能夠證悟到 這個明星見性的本來面目嘛 好像在 以前到現在 還沒有聽過一個科學家 他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麼基本上 科學家是可以印證佛經 印證這些五教的經典 他們所講的現狀 但是呢 對於那個理論啊 他沒有辦法了解 譬如說科學家可以證明 人有這個三度空間 四度空間 整個世界呢 有十一度空間的存在 科學家可以印證到這樣子 但是呢 怎麼進去呢 這十一度空間的產生 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個科學家不知道 那所以科學家要窮救事物的道理 他們也不可能 那這個道理 只有誰知道 只有佛知道 聖人知道 那所以如果說照 朱熙這個講法 窮救事物的道理 如果探尋到 每一個事物的道理 那這個對人類的知見 人類智慧來講啊 這個是萬萬不可能 那從他的這個理論架構來講 朱熙不斷的在解釋他這句話的意思 那所解釋的都是物的道理 我們說物理 我們說物理 可是呢 佛告訴我們 物都是虚幻的 物都是 內心的變化所產生的 我們造什麼因 都是什麼果 我們造的這個 五界的因 就來到人世間 看到這些三合大地 那這個三合大地 都是虛妄的 都是虛假的 都是我們所 這個心所造的 業因所呈現的 所以 歸結到一句話 那就是心外無物 心外無物 這個道理啊 在說明 一切物啊 的呈現啊 都只是短暫的假額 你看我們看到了 看到了我們這個肉體 連佛都說了 肉體不是我 這個身體不是我 老子也講了 我所以有大患啊 就是因為我有這個身體 我如果沒有這個身體 我就沒有大患 所以這個身體的產生 造成我們種種的苦難 困惡 在世間上 種種的這種打擊與挫敗 你看包括這個土石流 這個洪水 颱風的現象 事實上呢 都是整個業因所造成 以虛 以虛 做虛的現象 以患破患的現象 也就是說 洪水 土石流 這個是虛假的 那虛假的人 來破壞我們人類的生活 我們的肉體 這個虛假的東西 這個就好像呢 有點像是 電腦 電視或者電影 拍螢幕的畫面 當一個人殺死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是破壞一件東西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所看到的那個被破壞的 那個是虛假的動作 那破壞的人 以及破壞的那個行為 都是虛假的 只是暫時呈現在 螢幕上讓我們看到 但是呢實際的現象呢 並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說心外無物的話 那麼朱熹所講的這個格物的道理 顯然呢 是沒有見性的說法 但是老前人解釋的 他是解釋的 用陸久淵的觀念來解釋朱熹 所以老前人說 陸久淵跟朱熹講的是同樣一個東西啊 那麼老前人他 當然他有他的 他的想法 但是如果說從心外無物的這個觀點 來看整個事件的現象 那麼我們知道 事物的道理 是沒有辦法一一的窮盡的 所以為什麼 這個子貢跟孔老夫子的對話之中 有這樣的一個很精彩的對話 那麼子貢認為孔老夫子很有學問 不斷地讚嘆孔老夫子 但是呢孔老夫子 認為呢 子貢的讚嘆 他只是表面上的認知 他沒有清楚的認知到 裡面的一個冠一的道理 所以他就問子貢啊 他說 是啊 你以為我是讀了很多書 瞭解很多事物的道理 那麼我才可以 我才是這麼有學問 這麼樣的精通 所有的事理的嗎 那麼子貢 他說 對啊 難道不是這樣嗎 所以 這個子貢認為 孔子是因為讀了很多書 看了很多事情 所以了解到很多事物的變化的道理 那麼如果孔老夫子沒有看過了 沒有讀過了 那孔老夫子就不會知道 這個是子貢的認為 但是孔子跟他講 非也無道義貫之 這句話呢 形成了一個很精彩的心理心法 他說不是這樣子的 我的道理 我這些學問都是用一的道理來貫通的 所以叫貫一 那麼一的道理是什麼 一的道理就是了解到我們人 那一份光明的道理 那一份良知本性 我們說子於至善的性理 因為了解到這個性理 跟物的理 跟事的理 跟天地的理 所有的理都是相通的 那所以我因為進入 進入到這個性理之後 進入到這個手掌的掌 這個掌底之後 我才知道 大拇指 中指 無名指 小指 他所立的根阻點 雖然看起來是不一樣 可是呢 他的這個底的位置 根部的位置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那個理都是一樣的 我就是看到這個理 所以貫通了全部事物的道理 那孔子這句話就非常玄奧了 那子貢可能聽不懂 那只有誰聽得懂 只有真子聽得懂 言悔聽得懂 那真正的是 這個得受明思心法的人 才會聽得懂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得到 明思的心法 老師也指出 我們這個 純心養性之路 職中冠一之道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 得受明思意志 我們還不知道 職中冠一的道理 純心養性 養性的道理 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失去了 明思指導的這樣的一個大好良機啊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明思告訴你 你就是從這個性理上 來回歸自我 你就可以通達所有的一切事物的道理 一切的人事間的學問 你通通通達了 你不是學寄問之學 所謂寄問之學 不足以為人師啊 你在這個課堂上 在路旁上 或者是說在生活上所聽 所學的這些道理啊 不足以為人師 還不夠稱作是人 人的老師 不足以稱作明思啊 因為你的不是寄問之學 你都是讀來的 你都是聽來的 讀來聽來的道理 他不是真正的性理 只有你這誤出來的道理 喔 真正了解到 萬物一體的那份性理 那麼你才可以做真正的明思 可以做真正的老師啊 哇 那這個道理真的是太深奧了 我們怎麼可以了解呢 喔 所以儒家長久以來 沒有人知道這個心理心法 喔 從贏為真子 真子之後 指思孟子 只有孟子 真正能發揚孔老夫子的理論 他得到了這個心理心法 然後呢 把這個心理心法 把它發揚光大 用更巧妙的方法 落實在人世間 讓更多的人 瞭解孔老夫子所說 直中冠一的道理 喔 純心養性的做法 那只有孟子 做到了 所以我們說孔孟大道 喔 孔孟大道為什麼不說孔嚴大道 孔真大道呢 而說孔孟呢 因為呢 孟子 他得受心法 他是看了孔老夫子的 這個言論 然後自己去悟 就貫通了 然後自己去存養 就忽然 這個豁然感通 了解一切事物的道理 都是從自信發出 那所以孟子是相當偉大一個人物 那我們今天講到儒家的修行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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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理的 很多這種理論的這種根據啊 都是 主 都是孟子 發揚出來 那所以說為什麼說性善論呢 信善論 就是因為 人性本善 人性不是呢 本惡的 也不是忽善忽惡惡 也不是可善可惡 是人性本善 不是在善惡那邊 模擬良可 只要是人性 都是 性善的 所以孟子看到這個道理 孟子就從了聖人 因為他已經登堂入世 他已經 這個 承傳聖人的心法 那所以說性善論的人 尋指 尋指認為呢 人性本惡 所以要透過教育的方法 來防止他的惡言惡行 使他漸漸歸屈於聖賢之道 那他這個論點呢 完全是 佔錯立足點了 他看到的是世間的現象 也就是說 他所見到的是人的習性 累積以來的習性 這個習性呢 造成他 所發出來的原點 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為了自己 這種自私自利的觀點呢 就是 群子所講的 性惡的源頭 但是呢 人的性不是自私自利 人的性呢是 是真誠 平等 公正的 他沒有自私自利 所以 所以 尋指看到的是 本性 不是 尋指看到的是習性 那孟子看到的是本性 本性 本性沒有是非對待 沒有呢 這個 我像人像 沒有我 那沒有我 當然就是大眾一體 所以 所以 眾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麼一個生命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 說法 那是一個 真正了解的人 他才有辦法說得出來 專作在 口頭文章 表面功夫 這個是沒有辦法了解 什麼叫生命共同體 當你在 在吃牛肉的時候 吃豬肉的時候 當你在殺這些蚊蚤蚂蚁的時候 你不曉得 你殺的是自己的生命 因為呢 他們跟你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個 那個性命 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世間才會有這麼多 這個殺葉的產生啊 所以造成的冤氣啊 非常的重 你看這一次的颱風 我們中南部啊 是養殖業的重症啊 那養殖業呢 都是需要抽地下水 需要呢 這個 大量的這個活體啊 來飼養 那我們飼養的這些動物啊 是為了養我的口 是為了讓人類吃啊 所以 變成說 人吃人的現象啊 事實上 這個人啊 不清楚 那不清楚呢 當這些魚啊 蝦啊 這些水族啊 當他們有力量報復的時候啊 他們就引起一個大災難 就好像現在 這一次莫拉克的水災一樣 引發一個大災難 讓你的生命財產 通通通話為烏有 通通話為烏有 我們相信 如果 每一個人 都能夠斷惡修善 都能夠呢 破米開悟啊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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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了解到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啊 真正 真正了解到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啊 哦 更不會有地球暖化的問題啊 更不會有地球暖化的問題啊 這是根本是源頭啊 可是這樣的道理呢 太懸遠啊 太深了 眾生不清楚啊 所以 為了自私自利 為了經濟利益的考養 他們必須從事養殖業 哦 因為沒有從事養殖業 他們也 沒有辦法做 做任何事情 所以呢 隨著 他的這個習性 不斷的在造業 不斷的在迷惑 不斷的在受苦 哦 一直在循環做這些事情 要等到 什麼時候才會覺悟呢 等到他們吃盡苦頭的時候 也許就會覺悟了 覺悟 就是自知的道理 所以格悟自知 格悟了就會自知 所以自知不是特意的 另外用一個功夫 來叫他自知 也不是從 這個老師的教學 課堂的教學 或者是世間的人的教學 讓他達到自知 這個知不是知識的知 而是智慧的智 智慧的開啟 就是懂得斷樂修善 懂得破米開悟 懂得覺知 這種聖賢之道 絕對不是呢 殺害別人的生命 殺害他 他從物主的生命 來養活自己 這個是自知的道理 這個就是覺悟的道理 所以覺悟的人 他都是處在和想的狀態 處在一片這種自在 清安的這種環境之中 他沒有恐懼 也沒有顛倒的想法 更不會胡思亂想 這個是自知啊 所以要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達到這種覺悟 這種覺悟自知的狀態 必須呢 人人要懂得格悟 格處他內在的那一份 貪稱吃愛的染招 五欲六成 明文立雅 殺到淫妄 這些惡喜惡業啊 通通要把它斷除 要把它割除 所以這個事情 是真的是 很 很不容易的一個功夫啊 因為我們 累劫累是 積了太多的習氣的 有的人天生下來 他就是要吃肉 他就是要喝酒 或者是說 他就是要賭博 那這個是他的習性 這個不是 什麼人搶加給他了 只有真正的了解到 我們的習性是錯誤的 是虛幻的 是短暫的 把這些虛幻短暫的現象 通常把它割除掉 哦 通通把它 革悟掉 那麼我們恢復光明 正知 這樣的一個認知啊 一個本體啊 那一份良知良人 就是達到自知的狀態 所以 所以智慧在我們修行 的這種角色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原則 沒有智慧 有可能會出現假慈悲 假方便 這個假慈悲假方便 表面看起來是救人 是幫助人 事實上而是危害眾生 所以儒家講這個自知的道理 要必須痛下功夫 痛下這個狠功夫啊 把那種 累結的習性 真正的把它割除 說不要就不要 真正的去把它懺悔 所謂不餓過 那古來聖賢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像他這麼做 我們就會走上聖賢之道 所以講格物自知 那格物自知之後呢 又講到誠意正心 所以儒家的分法裡面啊 這個意跟心啊 是兩種 兩種現象 所以 你看心 之內還有個意 依舊有點像 佛家所講的 意識的那種識 那佛因為 他是出世間的聖人 他把這種識啊 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他說人有八識 有六識 六識就是分別 有第七意識 是 莫那是 就是直錯 有第八識 第八識就是 妄想 那麼這八識啊 就好像八個兄弟裡面 胡作非為 把我們的這個身處人啊 把他綁起來 把他關起來 這八識呢 就搞得這個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靈性啊 烏煙瘴氣 讓我們不斷地去墮落 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 出禮的方法 也不曉得 回家的方法 所以儒家說 誠意 那個意 要真誠 發自於那種 意識上的 那一份覺知啊 那一份 良知良人的 觸發 那個是誠意 所以 在中庸 他特別講 從 喔 成就是意念上的 純真 那他說成 成的解釋是什麼 成的解釋是 一念不生 叫做成 叫做成 一念不生 就是沒有善 沒有惡 沒有事 沒有非 是非對錯 通通放下 喔 我就是 直中 我就是 冠一的道理 走直中冠一的 這樣的一個 心理心法 這個就是成 當意念 達到這樣的一個 不思善 不思惡的境界 那就是真正的 親近平等 親近平等 你的 意念 所作用在心上的 這個言語行為啊 通通都是什麼 所以叫成意正心啊 所以心之內 還有一個意 意成了 心才會正 那成要做到 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的 你要透過 革悟自知的道理 那是有次第的 有方法的 所以 最大的根結點在哪裡 根結點在那個悟 那個悟的這種 灘磁啊 那種分別啊 形成了各種煩惱 那這種煩惱呢 讓我們的 這個意啊 不斷的產生一種 混亂的現象 這種混亂的現象呢 讓人沒有辦法 清靜下來 哦 所以呢 世神啊 搞得這樣烏煙瘴氣 連心都跟著亂起來了 所以世神跟心 那是一個內外的作用 它雖然不是兩個東西啊 但是一體兩面 我們的心 會發出善念 發出惡念 事實上 從意的這個 這個內在啊 發出來的 意如果成了 心就正了 一如果不成了 心就不正了 那心的作為 又會導致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言語 我們的思想 所以正心 正心就是 把我們的心呢 把它 透過這個 性善的道理 性善的修辭啊 把它做到 這種 合於世間的教法 所以心正儒家 他用了 這個禮樂 色域書術 這樣的一個教法 讓這些學子 讓這些修行人啊 能夠 達到這種君子的典範 那尤其是 那尤其是 禮樂的教話 那儒家強調禮 也重視悅 但是悅呢 到後來 這個修法呢 後代的儒者就很少 很少在進行 現在有所謂音樂療法 那麼音樂療法 跟古代所講的樂的道理 那是天差地別 我們說樂音 透過音樂 事實上呢 如果懂得聽經文法的人 他可以從大自然的風聲 雨聲 鳥聲花聲 他可以得到這種 正知正念的 這個 這個獎金說法 所以你跟孔子 他很喜歡聽那個水聲 他也很喜歡看那個水的流動 他認為水有很多德性 可以為君子所效法 那麼透過水的這種視線啊 他就可以了 清楚的了解 清楚的 知道水要表達的那種 心聲啊 所以心聲不是用耳朵去聽 那他用心去聽啊 那心外無聲啊 心外的那個聲啊 都不是正知正見 所以 所以 包括我們現在 世間的音樂 包括我們現在所講的 這些話 這個呢 如果沒有見性啊 他講的都是迷迷之音 一點作用都沒有 所以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啊 我們會很清楚的了解 修行上 表面的功夫啊 對於心性的開悟啊 都沒有任何幫助 只有更大的障礙 表面上我們看起來好像在修道 其實呢 那只是在團體之中的活動 那不是修道 你看我們打毛巾 單單打打毛巾這個動作 你的意不成 你的心不正 那麼你打毛巾這個動作是沒有意義的 你沒有透過這種理的發漏啊 你對於人是沒有誠心敬意的 那麼你不是在修道 只有透過這種意誠 這種一念不生 這種親近平等 跟眾生一體 就好像尊敬師長 尊敬父母 尊敬這些諸天先佛 的那樣的一個誠心敬意啊 才能夠說真正的誠 對方是佛 對方是聖人 我要尊敬聖人 尊敬佛 那個才是誠心啊 因為本來是佛嘛 眾生本來是佛 人人都是尊敬啊 你對於尊敬 你對於佛 當然是要表現出那份敬意出來 那你打毛巾 好,隨便遞個毛巾 給對方插 這個就在教授在修道 完全是天差地別 你掛號 你掛號 掛號呢 逼不得已沒有人了 要請你來掛號 心不甘情不願來掛號 甚至呢做上下指禮 你在講這個道義三寶 這個都不是道 你如果 你如果 如果 沒有從這個誠意 正心的發 你如果 還是為了自己的 明文立揚 自己的自私利益 為了自己的我像 那麼你不是在修道 你不是教授在辦道 你辦的這些道 都只是一種福報 那福報是假象 福報只是短暫的現象 那不是真實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道場 種種的現象 我們也難免憂心 這些現象在我們道場 看到都是這樣子 每天的道場是忙得不得了 有上課的 辦活動的 有這些演習的 一大堆明目 搞的道場這樣子 是五話八門 人心沒有辦法 定在一個地方 所以每天出去跑的人 就是正心在辦道 在家裡的人就是沒有道 這是相當錯誤的 現在被道場 扭曲成這個現象 你在道場 你如果能夠用誠心敬意 那麼你真的是在修道辦道 你在家裡 誠心敬意的 把家庭做好 家庭的事物做好 把這個人倫的角色做好 把這個鋼場的道理 把他表演出來 把他做出來 那麼你是真正在修道 你真的是誠心敬意 誠意正心 這個是真正在修道 那這樣說起來 修道 只要你是誠心敬意 我們說誠意正心 只要你是 只要你是 在任何一個地方 那你都是在修道 你都是在講經說法 這個是先佛 我老師在訓文裡面 不斷的強調 我們真的要好好修內德 好好修我們的品格 修我們的火候 不是在你講經的這種課題上 不是在辦活動的這些動作上 來下功夫 絕對不是這樣 只有項內 真正的去開啟你的光明爵士 開啟你的那一份這種悟性 我們說純心養性 真正的看到那個心性的流露 那個才是在修道 這個才是福爾新生 才是真正的用法供養 來供養老師 供養先佛 供養眾生 這是純心養性的道理 所以誠意正心 是表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是到廟裡去表現 那也不是在這個 點兒師的會場上表現 通通不是 那誠心 誠意正心之後 再來是一個修身 這個動作 那修身呢 就是把你的心調好 你的念調好 心念不調好的 你身是沒有辦法修的 修身就是我們在講的修道 你的身體所作所為 是不是服務了那個到底 當你在做上下指理 當你在掛號 講三寶的時候 你是不是用了那個到底的流程 那個先佛的心聲啊 在表達 這個你自己最清楚 你如果做的 不是那一份親近平等 真誠慈悲的動作 你是在修福報而已 這個福報呢 沒有辦法幫助你 超生了死 還是繼續要搞六道輪迴 這個是網 網卻啊 老師傳給我們明師一指點的寶貴 非常的可惜 明師一指點 要從自信上下功夫 所以儒家講純心養性 真正要從心性上下功夫啊 這個格物自知誠意正心修身 這個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 那所以修身之後 你還要齊家 你還要治國 你還要平天下 所以為什麼儒家 是當今修行人主要的課題 修行人主要的方法 那就是因為 他真的有利於社會國家 真正的要祈求世界和平 我們知道佛家 現在的修行人 靜宗學會最盛了 靜宗學會教人 念阿彌陀佛 往生進度 所以他們的世界和平 是在彌陀佛 是在極樂陀佛 他不是在人世間 所以他基本的立場 他就已經不 就否定掉人世間了 你基本的立場都否定了 你怎麼可能幫助世界和平呢 那所以如果沒有透過儒家 我們怎麼樣看到世界和平的曙光啊 所以從修身 其家 要從你的家庭 開始度假 我們說家庭 是社會的最小的單位 家庭是夫婦的 以夫婦為核心 然後呢 擴集到這些家族 只有你自己修身了 你這個夫婦一體了 你這個夫婦才是真正的 能夠轉為光明的到底 然後呢 能夠改變子女 改變這些親戚 家屬 真正的做到齊家 齊家就是幫助家屬 通通走上盛行之道 那你家齊了 你這個社區 就可以透過你這個家齊的這個點半 來學習 來效仿 社區也就跟著改變了 我們說齊村齊鎮 把整個村莊 把整個社區 通通度化起來 度要從這裡度 而不是在點人數 點人數不是度 不是刀 只有從修身 真正的做到齊家 齊家 然後呢 治國 把整個社會通通通改正過來 所以我們剛才說 一個君子所住持的地方啊 他不會有天在地面 那一個賢人 一個聖人 所住持的這個國家 不會有天在地面 因為賢人的那個善德 他從善念 都是親近平等 都是為整個眾生著想 所以呢 他的德性啊 可以披及到整個國家 賢人 賢人就是佛家所講的菩薩 菩薩就有這份德性 那平天下就是世界大統 這個是孔曉夫子的理想 也是儒家的衝擊目標 世界大統 要怎麼統 統在於這個小義上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啊 他我們今天在講武教聖人 就是要點出這個道理 武教得奧子 就是你的修法跟我不一樣 他的修法跟我不一樣 這個沒關係 大統小義 我們的目標都是那個大統 所以基督教也要求世界大統 違教也要求世界大統 佛教道教也是要求世界大統 儒家更是要求世界大統 這個修法不一樣沒關係 但是呢我們的目標都是世界大統 我們如果說把這個衣貫通了 那麼所有的這個社會國家的這些事理物理 這個信理通通貫通了 每一個人都貫通了 那麼我們要有什麼好爭執的 我們要有什麼好這個分別對待的 沒有啊都是那個一啊 你看佛教從這裡修 修到根是這裡 儒家每一個家從這裡修 都是到這個根本 好各自登山啊登山的目標是一樣的 這個是武教聖人 他們為什麼要成立武教的原因呢 各位清賢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道次從此 講到 產發武教聖人之奧子 今天 我們講述到 佛家 他的修行的教義 那試著把佛 所要交給眾生的這個奧子 把它講述出來 那麼佛法 進入佛門 必須要做到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生 就是三歸一啊 那麼佛法生 到了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他把佛法生的定義 是歸一覺 歸一正 歸一靜 那麼可見呢 在六祖那個時代啊 很多人已經 不了解佛法生 他的真實定義 所以六祖慧能 必須呢 把他清楚的 把他點 點出來 直接的 標出來 把我們 最平靜 最深處的 那一份自信 把他指出來 那麼 明師的應運 他就是 要告訴眾生 眾生本來成佛這件事情 那所以 歸一覺 覺就是不迷的狀態 那麼我們世間 忍的迷惑太多太多了 好 這個生活之中 言談之中 甚至呢 在睡夢之中 都是米的狀態 我們都是被 世神 世神當家 世神用事啊 世神掩蓋住了真性 以至於呢 真性沒有辦法 如魯的流露出來 所謂如其本然啊 法爾如是的道理啊 那個 到後來的眾生 沒有辦法了解 那現在呢 明師應運 他也傳授三寶 那麼他的三寶 觀絕印 跟絕正鏡 其實他的道理是相通的 喔 都是一的根本 我們說歸一覺 如果我們能夠 實實真主人當家 實實呢 把這一份 這種如來本性啊 把它視線出來 二六時鐘 不離這個 如來之性啊 那個就是絕的狀態 其實就是 明師 傳給我們 那個 觀 的用意 明師指點的 喔 收視反聽啊 喔 明師這一點 他叫我們 往內觀 往內去參照 去反省 我們 我們內在的那一份 佛性啊 沒有比佛差 喔 那麼佛呢 也沒有比我們少 沒有比我們多 那所以 佛跟眾生的本性 是一樣的 都是光明 都是覺知 都是呢 這個如魯不動的 但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沒有辦法 像佛一樣 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 喔 了解我本來是佛 那一份真實意呢 這個無非就是 我們累世 累結 所造成的 巴士田中的那一份 那一份認知啊 已經不 不是覺悟的狀態了 喔 所以這個 我們所存檔下來的這些 這些 微細的念頭 太過分雜 這樣分雜的念頭啊 時時刻刻 在我們的起心動念當中 視線出來 喔 所以我們 直接的反射 會是我們巴士田中 某一個意識的反射 那麼我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聽過這些話 想過這些事情 那所以直接反射的東西 就是我 所謂的淺意識 但是淺意識 不是我們如來的本性 如來的本性 它是沒有 沒有思維 沒有動念的 沒有對待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淺意識 充其量啊 就是我們所謂的 知識 那知識 記憶 才能 這些累積啊 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啊 造成我們 對於如來本性 如來的覺知啊 完全不了解 喔 有的人生出來 他的智商很高 他的才能比別人強 那麼我們會認為呢 這個人就是 天才兒童 那今天 今天 昨天我還看 Discovery的頻道 西洋的一些專家 要訓練 普通的孩子 成為天才兒童 那麼他們訓練 那麼他們訓練的個案當中 幾乎呢 都成了天才兒童 所以他歸咎一個道理 那就是 這個兒童啊 從小開始 從這個五個月 從這個五個月的時候 開始就要訓練 讓他的大腦 不斷的去刺激他 刺激他 喚醒他內在的那一份 巴士田中最深層的意識 最精 最熟悉的那一塊 把他喚醒出來 把他喚醒出來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那他就成了天才兒童 那所以有的兒童 被喚醒出來的那一份意識啊 比如說在音樂上 在藝術上 在這個 數學上 等等的領域上啊 他的能力 特別的強 那他的這個 所呈現出來的境界啊 一個小學生啊 是等同於大學生的 的認知啊 那所以這個 這樣的小孩子啊 被稱為天才兒童 那我們看到這份報道啊 覺得 現代的父母啊 希望兒女成龍成鳳 那麼都希望他的兒子 他的女兒 都是成為天才兒童 那至少呢 在這個社會生活的領域上啊 能夠 嫁乎常人啊 不過我們必須 反省來問這個問題 那一個天才兒童 他會不會碰到 他會不會碰到 感情的挫敗呢 喔 他會不會碰到 世間異樣的眼光的對待啊 那他會不會有 生命難解的問題呢 他會不會有病痛 他會不會生腦病死 他會不會知道 他接下來要去哪裡 這些問題啊 科學家沒有給予訓練 因為科學家也不知道 甚至呢 不曾探及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科 這個這些天才兒童 也有喜怒哀熱 也有脾氣毛病 那麼他們 所患被喚醒出來 的那一塊 IQ 我們說智商的呈現啊 那麼在他的社會裡面 在社會的生活當中 學校的生活當中 他只是一個怪胎 一個特異人士啊 他沒有辦法 跟整個大環境融合 所以呢 常常是天才是被孤立的 那因為被孤立了 所以呢 天才的脾氣呢 也特別古怪 我們看到的這些科學家 都是一個很古怪 很特異的 的人士啊 你看阿因斯坦 艾迪森 貝多芬 莫查特 甚至比卡索 你看這些 我們眼中的 非常有成就的 非常有成就的 這些科學家 藝術家 音樂家 等等呢 他們在這個 脾氣毛病上的 的呈現啊 是高於常人 也就是說他的脾氣毛病呢 常常常會因為他的財氣啊 而顯露無遺 所以人們呢 更 無法 跟他在一起 他還沒有出名的時候 社會上是沒有辦法認同 這樣的人 要一直到他成名之後 甚至死後 因為他的這個才藝 他的技能啊 他的技能啊 是超乎 世人之外 所以他的作品 會被留下來 會被人家懷念 甚至呢 被人家歌頌 那麼我們必須 來正視到這個問題 如果說 這些天才兒童 不會控制自己的脾氣毛病 不了解怎麼樣 控制自己的脾氣毛病 那麼他 只是成為一個科學家 只能夠成為一個藝術家 音樂家 那麼他對整個生命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不說 社會上的層面 我們單說他自己 他自己對於生命當中的認知 到底有多少呢 他對於幫助眾生 能夠這個超生了死 超反入勝 這樣的一個 智慧啊 到底能夠提供多少 所以天才兒童啊 都是脾氣很大 那我們到底 社會需不需要 這麼多的天才兒童 那父母親希望成榮成鳳他的標準 真的是希望他 真的是希望他 只是在某一個領域上 特別突出 讓他呢 在生活上不愁吃穿 也不顧社會的觀感 不顧呢 世人的眼光 那這樣呢 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天才兒童 那對他不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嗎 甚至灼傷他的生命 讓他的生命呢 沒有辦法 在這種 逍遙自在 止於自善的情境上啊 得到永久的解脫 那這個都是呢 迷所造成的 所以科學家 並不見得比我們有覺悟 這些音樂家 藝術家 也不見得 他們對於這種 如來本性啊 有更大的覺知啊 那他既然 沒有辦法幫助眾生 來呈現 這種覺悟的狀態 那麼我們世間呢 所培養出來的 這些天才啊 到底是為什麼 昨天看的那個報導 這個父母親啊 對於教育這樣的天才啊 他必須花他 半輩子的精力啊 也就是說兒童 從小一直到他 二十歲 十五歲 之前啊 都必須陪著小孩子 不斷的去刺激他 不斷的去喚醒他 那邊內在的那個潛意識 所以父母的這個犧牲是 絕對是需要的 那如果沒有父母的這種 生活上二十四小時的教化 那麼他也沒有辦法 成為天才兒童 那麼我們看看天才兒童 長大之後 如果造成整個社會 整個團體的不安 那麼我們培養著天才兒童 不就是一件錯誤嗎 所以想想 為什麼 佛家教我們 要轉世成治 要教我們呢 了解到這個 絕正境的道理 那佛出世的原因 也只有告訴我們 要懂得去斷惡修善 懂得去破米開悟 最後才能夠超反入聖 超生了死 因為我們在這個歷節以來 那個輪迴的種子 就是巴士 巴士是我們輪迴的種子 如果能夠把這個 把這個種子 拔除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不用輪迴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說 把這個事 轉成治的話 那麼我們會進入 佛菩薩的修行 進入這個佛的這種 修行的境界 那那一份境界呢 不只是讓自己成為天才而已 那是可以超越世間人的標準 世間人的智慧 所以 那麼超越這個六道輪迴 甚至超生了死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 轉世成治 變成了這個佛家修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門功課 如果不能夠轉世成治 但是啊 那麼所謂的 絕的道理啊 就沒有辦法達到 絕就是要悟啊 你要從生活之中去體悟啊 那麼科學家 藝術家 在部分領域 有體悟到那個境界 但是呢 他們沒有辦法 將那個境界轉成智慧 那所以啊 必須要有明師的教導 要有佛陀的教導 讓他們真正的把這個智慧啊 完全打開 所以絕的道理 就是要在生活上 認清楚 自己本來就是如來的本性 那麼我們的自信呢 是需要透過生活 點點滴滴的一個熏修啊 把歷代的累結的這些習氣 這些煩惱 把這些見聞覺知通通放下 那也只有通通放下 才有辦法後來 貫通啊 你看 佛家講的 跟儒家講的 甚至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其他各家各派 通通都是一樣的修法 儒家講格物自知 佛家講的轉世成知 那麼你只有呢 從這個 破米開悟之中啊 你才有辦法轉世成知 謎是什麼 謎就是我們累結的習性 這個是謎啊 我認為這個就是我的 我認為就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我認為啊 就是我見 我像 我像 人像呢 造成自己的這個分別意識啊 那麼有我像就有人像 就有眾生受者像 你沒有辦法看到完全的自己 你居住於這個狹隘的這種小我 結果呢 不知道整個眾生是大我 哦 整個 這個世間啊 萬物是 整個大我 宇宙萬物就是大我 所以為什麼佛陀說 天上地下 唯我獨尊 這個我是什麼 我就是那個大我 我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如如不動的 如來本性 耶穌講 信我者 得永生 我就是永生啊 哦 不是耶穌啊 耶穌是代表我們的 如來自信 佛陀也是代表我們的自信 當然教化人 就是要回歸你的本來面目 哦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那是為什麼 天上地下 所有都是我 不是我嗎 你想想看一切都不是我嗎 哦 你看我們所所 看的 所聽的 然後呢 世間上的一切 都是我的呈現啊 如果沒有我的呈現的話 怎麼會有這些現象呢 你看做夢的 做夢的時候 夢中是虛幻的 那麼我們現在人生 不是也是一場大夢嗎 這一場大夢也是虛幻的啊 夢中所看到的一切 跟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事實上都是一樣的 是虛幻的 你跟夢中 一定有我 我看到了什麼人 我看到了什麼人 我看到了什麼事情 我看到了這些 我看到了這些 三合大地 看到了這個花草樹木 這個通通都是我 那你說夢中所看到的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呢 有啊 有花草樹木啊 有這個三合大地啊 那那些境界怎麼來的 那那些境界怎麼來的 不就是我嗎 我的意識所產生出來的嗎 那麼我們現在眼前所見的 也是也是也是我們的 我的業力所營造出來的啊 那業力就是我們的意識啊 意識營造出來的現象啊 所以為什麼佛統一直強調我們 世間是一個假象 甚至呢包括呢 整個天地呢 都是一種 沉住壞空的現象 一種短暫的假河啊 這個都是不真實的 就好像我們在夢中所看到的 三合大地 一樣 那麼我們必須在那個夢中醒過來 醒過來就是覺悟 覺悟呢就是你要放下 你所看到的是真是真實的那個念頭 只有放下 所以佛陀講放下的智慧 佛陀講慘的功夫 我不是要教人看破 叫人放下 你沒有放下 認為這個都是我 這個都是我的 結果呢 你被於我 被這個八世的意念啊 給束縛住了 你必須覺悟 你必須呢 把你心中的這個知見給放下 進入佛的知見 佛的知見呢 就是沒有知見 沒有起心動念 沒有是非人我 這個是佛的知見 所以佛來到人世間 唯一的目的也就是要告訴眾生這件事情 所以釋迦摩尼佛 他在這個表演的過程當中啊 他為眾生示現 一個形象 那就是這個 王子的身份 那麼進入 印度教 佛陀門教去修行 修行了十二年 結果呢 在樹林之下 唯獨明星 然後呢 才明星見性 那麼他這一段視線啊 是一個 正常人標準的過程 那麼正常人 如果連這個過程都沒有 那麼我們也沒有辦法 進入佛的知見裡面 你看他視線的王子身份 王子就是未來要做國王的人 他可以享有 一國的這個權利 跟名位 甚至呢 財富 他可以呼風喚雨 擁有一切物質的生活 但是呢他不要 他放棄 當時他能夠捨 為了追求真理 為了找到永恆 他不喜呢捨掉這個外在的一切 然後呢在佛羅門教 的這些 師父當中的學習 學習苦行的方法 把自己掛在樹上 或者是單腳獨立 或者是呢脫衣服 在這個冰天雪地上 打坐 用各種 苦難的方法 讓自己的肉體呢 受到極端的這種痛苦 那希望呢從這個痛苦之中啊 覺悟到痛苦的道理 那麼以後呢就可以得到 這個永恆的快樂 那我們看到佛陀在大雪山修行 修了十二年 這個苦行的方法 完全沒有效 對他來講呢 完全沒有開悟 他也覺得很痛苦 一直到他筋疲力盡了 喝了一個墨羊女 所灌給他的這個羊奶 那一天 接受到 那一份極端的苦難之後 然後喝到那個羊奶 才發覺到說 人間的那個 親 人間的愛 以及天地之間的 那一份大德與大能 完全的展示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在晚上 在這個雙齡樹下 看到那個 那個星星 在那一閃一躍的發光 所謂的夜賭明星啊 那麼他發現到一個道理 這個道理呢 就是我們人 有一份那個親愛的光 他把它稱為慈悲 那麼佛陀的認為 人人性之中有一份慈悲在 天地之中有一份慈悲的能 那種波動在流動 那這個慈悲呢 不是在他的身上 不是在牧羊女的身上而已 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每一個眾生的身上 在花上 在這個樹上 在這個瓦片上 在這個電纖竿上 在小鳥的身上 胡鐵的身上 通通都有 那一份慈悲 當他能夠完全的展露的時候 他跟整個天地萬物 進入到天地萬物之中 天地萬物也在他之中 所以他閱讀明星啊 看到了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想想我們每天都 常常在看明星啊 我們在看這個電燈啊 我們看電燈在閃耀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這一份慈悲的道理 那佛陀看到了 佛陀為什麼會看到呢 因為呢他完全的放下 不執著 世間的一切 名利物質 一切自私自利的念頭 通通放下 所以進入絕的狀態 絕就讓他了解到 整個天地是慈悲的 萬物是慈悲的 萬物是慈悲的 那所以呢 他就是 已經 變成佛陀了 所謂明星見性了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齊哉齊哉 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夠贈得 所以妄想執著造成 我們今天不是成佛 而是成人 成三二道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成佛呢 妄想執著 那妄想執著 它裡面呢 是 還有一個 分別 這個就是八四 所在造成 我們變成人 變成三二道的原因 妄想分別執著 這個是無明的煩惱 人的起性動念 都是這些無明的煩惱 所造成的 所以啊 把這個八四田中 這種夜洗的種子 給它淨化 只有把它淨化了 你才有辦法 這個抄離生死 抄離這個因緣果報 那麼這個夜洗的種子 要怎麼樣把它淨化呢 這個就是講到我們 絕正淨的道理 那麼正呢 我們昨天也講到誠心正義 這個正就是佛陀所講的八正道 我們在生活之中 都是處於一種正的狀態 正而不邪 沒有任何的污染 沒有任何的邪之邪見 所以呢 昨天也講了 遲中的道理 那麼這個正呢 就是處在這個中的狀態 我們有脾氣毛病 我們有這些千斬寡愛 然後 佛陀說 沒關係 你就一步一步的把它救生過來 一步一步的把它放下 那麼 這個 妄想知所 這些分別煩惱 你讓它呢 在作用的時候 不要那麼偏激 漸漸的把它導到這個中道 的一個 行為上 比如說 你當你要罵一個人的時候 罵一個人 也是我們的夜襲宗旨 所發露出來的 不是我們的自信發出來的 因為自信是不會罵人的 自信都沒有我像人像了 他怎麼可能還會用言語來罵人 那所以呢 這個 世神啊 讓我們去罵人 我們的身體呢 不由自主的要去做那個動作 那佛陀教我們 沒有關係啊 你雖然還沒有辦法停止罵人 但是呢至少 當你在罵人的時候 不要罵人那麼極端嘛 你不要 你把它說的重用一點 讓對方呢 不會感到那麼難受 那麼你自己呢 也得到一份親近啊 當你能夠每一件事情 都能夠處於時鐘 做到時鐘 慢慢地偏正自己的修為 那麼就隨時有誤觸 隨時呢能夠進入到 那個佛菩薩修行的領域 哦 佛家講 成佛要經過四個阿針集結 那所以佛呢 知道眾生難度 眾生剛搶難化 但是 沒關係 佛有無量的壽命 佛很有耐心 他很有時間 他可以慢慢來度化你 但是我們今天知道 佛雖然有時間啊 我們的生命也是無窮存在啊 但是整個天機的變化 整個天運的流行 他是有承住壞空的 我們必須歷經承住壞空啊 那麼歷經承住壞空啊 也可能把我們自己的這個生命啊 把它流放到沉住壞空去啦 所以如果今天不覺悟的話 明天可能就覺得這個沉住壞空去啦 就好像你看我們這一次莫拉克的颱風 所造成的水災 洪水土石流 把家整個這個家園通通沖走了 南部的很多村莊啊通通都不見了 那麼業力的現前啊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我們今天還不懂得覺悟 還不知道呢修正我們的行為 那麼業力來的時候呢 他是不留不留面子的 然後一下子毀滅 一下子就沖毀了 那麼沖毀了如果是整個 整個地球呢 你想想看 整個地球都沒有了 那麼我們的生命要依存在哪裡 你說我們的生命不是在整個 這個空當中嗎 所謂真空妙有 沒有錯啊我們的生命本來是這樣的一個狀態啊 但是我們的夜襲種子還在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處在那個真空的狀態 我們是處在漂流的狀態啊 當這些地水火風散成元素的時候 我們也散成這個一處啊 那散成各地不曉得到哪裡去了 要等到哪裡才可以聚合呢 等到這個地球又形成了 這個時空又形成了 那麼我們的夜襲種子啊 也會形成我們的意識 然後呢 再來轉世 再來投胎 那如果說 今天我們就遇到明世了 遇到真理大道了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要修的話 我們等到下一次的沉住外空 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你還要接受那麼多的痛苦嗎 我不願意 我不願意你現在就要痛下 痛下很功夫啊 把你所有的這些執著通通放下 你看好老前人 我們道場的老前輩 他說我病好了 我什麼都不要了 就是要修到半道 天天傳道 這個呢才是正知正見 真的是覺悟的一個念頭 真的是轉世成治的作用 所以你看老前人他就成就了 白水聖地他不是這麼簡單得來的 那是有一份很大的魄力 很大的勇氣去轉那個夜裡 斷樂修善 這個轉世成治 那個破米開悟 這些呢都是需要用很大的功夫啊 很大的力量 那我雖然 那我雖然 佛經這樣想啊 只要你一個念頭轉過來就好了嘛 煩惱就要變菩提了嘛 就那麼簡單 即使這麼簡單的背後 我必須下一個很大的用心在裡面 很大的力量在裡面啊 所以表面看起來簡單 實際上是不簡單啊 如果有這麼簡單的話 為什麼有這麼多佛菩薩來到人世間 要把人渡 渡回禮天 渡回本來的面目 到現在都還沒有渡回 你才知道說這個事情 相當的難 那只有我們了解了 我們覺悟了 我們用自己自覺自悟的方法 自正自盡的方法 來讓自己成佛 讓自己呢 轉世層次 進入到佛菩薩的之間 那你會告訴我 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們剛才講了 始終啊 你發而皆重結 你所做 所言所行 都是合乎中道 合乎佛陀所講的八正道 那你是不是處在一種善的狀態 斷賀修善嘛 處在善的狀態 慢慢接你 止於至善 然後呢 你把那個善的念頭也放棄掉 喔 也進化掉 也就是說我這個行善 我去幫助別人 我去捐款 幫助這些受在乎 但是呢 我沒有我的存在 我不是為了我的這個知名度 喔 為了看到 為了敢 敢時尚 敢潮流啊 大家都在捐款 我這個 這麼有名的人 這麼大的企業 結果不捐款 被人家罵死 所以我不得不捐款 這個都是四神作用 喔 所以這個修的都是福報 真正的功德 你必須呢 進化你的善業 你行善 完全沒有 我的念頭 沒有自私自利 沒有明文力養的念頭 那這個是 真正的覺悟的狀態 你所做的就是功德 所以六祖會講 什麼是功 什麼是德啊 六祖的解釋呢 真的是非常的健行 他說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好 見到本性呢 你所做的事情 都是功 連壞事也是功 功德 為什麼做壞事也是功德 因為呢 我是為了 無我 無人 的狀態啊 來做這件事情 喔 所以沒有染淨的成分 染污的成分在裡面 完全是清淨的念頭 所以大長講 正人行邪道 喔 這個 邪道 正人亦為邪 應該講說喔 正人行邪道 邪道亦為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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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關鍵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神 關鍵在那個心啊 你的心中了 你所行的 那個雖然 世間人說是邪道 邪道 那平等世德呢 平等世德 是因為 我們每一個眾生 都是 有所謂的 這個性禮 有所謂的那一份 靈敏覺知啊 我們人 講佛性 那眾生呢 講法性 佛性 法性是一個性 沒有惡啊 那個性呢 都是 老母的分靈 那個性呢 就是我們 本來的面目 所以平等 是平等在那個性 所以今天 我們 殺豬殺雞 殺這些禽獸 來做三餐 他現在呢 是沒有能力 來反抗你啊 所以呢 他做了這些禽獸 也是來獸業 獸這種果報 讓你吃啊 當你的果報想完了 他有能力來報復了 那麼你就知道 這個果報啊 冤冤相報 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也知道這個業力的可怕 所以呢 只有這個 平等 才是真正的 讓自己破迷開悟 讓自己呢 轉返成聖 這個是真平等 平等 平等在 那個 性 性 理心法上 好 平等在那個 圓滿的自信上 是平等在這裡 那麼人世間的現象 一定不平等 喔 世上不起等事啊 全憑一點真心啊 那一點真心是 是平等 一點真心 在眾生 在每一個事物上 都有那個心 那麼只是呢 當世神在作用的時候 當人沒有辦法轉世成智的時候 我們所用出來的 都不是真心 都是妄心 所以呢 我們會造這些殺業 我們會造這些果報 會受這些果報 都是呢 自己 是神所自作自受的結果 那所以 絕正淨 是佛家的三歸一 淨業 就是 把這個染業 要把它轉成淨業 染業是是非對待 所以做事的也是 做非的也是 做善的也是 做惡的也是 做惡的也是 我們知道 剛才講斷惡修善 但是呢 你今天 你今天 又講說 這個 善惡都是 都是業 那這個到底怎麼講 善惡都是業 是因為 如果你還有做好事的念頭 做善事的念頭 那麼你會得到善果 會得到善報 那善果善報 都是報啊 所以你還是要來享受那個報啊 所以你必須呢 還來到人世間 享受那個果報 把那個善報消完 你才有辦法回去 所以 了解到這樣 我們是不是善報也要放下 那善報要放下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做的是淨業 淨業呢 就是在你 行善事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行善事的念頭 沒有這個念頭 就是沒有自私自利 沒有是非人我 把這個呢 通通放掉 那這個是 平等是德 所以平等能夠做佛啊 這個是 真實的道理 佛菩薩看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佛菩薩的慈悲 他不會特別的去 去照顧每 某一個人 他不會只照顧人 不照顧這個 豬 牛 他不會這樣子 佛菩薩是平等的 那佛菩薩呢 他知道 一切自性 都是平等的 所以 他會幫助每一個眾生 成就他們自己 好 今天 一條狗 受災受難了 那他呢 如果說 他能夠 呼請 他的夜市之中 能夠請佛菩薩來相救 佛菩薩也是會救他 甚至呢 他不需要呼請 佛菩薩也會來救他 那來救他 那來救他 並不是因為他的呼請 或者是他的哀叫 而是因為他的因緣 那他的命還不該終嘛 他的命還不該終 就感應佛菩薩 來救度他 他的命該終了 佛菩薩來了 也沒有辦法救 也沒有辦法救 那命該終 命不該終 這個又是怎麼講 事實上我們要知道 我們肉身 在這個世間 靈活我們的生命 借助在這個肉身 結果呢 在這個肉身 身上啊 就產生了各種 世間的 這個好壞對錯 是非人物 所以用這個肉身的方式 是很痛苦的 是很不得已的 你必須去完成某些使命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 平等的法性啊 會用這種 肉身的方式 譬如說佛菩薩 來教化人世間 他要度化這些人 他也必須成為這個人 裡面的一員啊 不然你怎麼去度化他 他會講 我們敢告他 敢告他才會去接受他嘛 你不是我同一國的 我怎麼會接受你呢 那佛菩薩也有可能變成豬的樣子 變成狗的樣子 去度化豬啊 度化狗啊 這個是真慈悲 真平等 所以六組會人 六組會人 六組會人他會講 見信是功 平等是德 這是真功德 這個真功德呢 是幫助自己 這個法生會命啊 永久長存 那所以說 我們今天講 殺害一個 一條生命啊 他的果報 他的果報 是必須 受到殺業之報 有他的果報存在 但是呢 命有兩種 一種是生命 一種是會命 如果你殺了 一個眾生的會命 那麼你的果報呢 那就 無有窮盡啊 會命是一個 永魂的生命 喔 永魂的到底啊 你阻礙一個人的會命 斬絕一個人 修道的因緣 喔 杜絕一個人 一個眾生 接觸大道的因緣 那麼你等於的 殺了他的會命 殺了一個眾生的會命 你的果報呢 無量無邊啊 苦苦 苦果啊 也是無量無邊 今天 明師傳給我們 三把 喔 老師指點的那一份玄關 他要教了口訣 口訣就是修行的方法 喔 口訣呢 就是真實的意義 喔 真正的明師的這種 指授啊 就是在口訣裡面 那所以呢 當我們忘念琴的時候 我們必須透過口訣的修行 口訣所交給我們的 那你不斷地去 這個 意念他 去觀想他 喔 去反省他 然後呢 透過口訣的力量 來降伏這個意念 降伏這種望念啊 喔 這個就是 歸一正裡面的說法 歸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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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反面 就是邪嘛 那邪 邪念起 斜念就是妄念 邪念就是是非人我 当我们的妄念起的时候 我们必须用这个口诀 把它画出 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妄念了 这个口诀也就没有了 那你可以说 我念阿弥陀佛 我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 称颂佛菩萨的名号 来降服妄念 这个是可以 只是说 我们今天修行 要认清课题 认对题目 也就是说当令的佛是谁 他的天命的力量 有多大 那他是不是真正能够 把我们的 这个烦恼妄想 通通净楚 这个是天命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 这个无智真心 老师所指授的这个真言 那个才是真正的 功德的力量 天命的力量 因为他有一个天命的力量在里面 所以呢 当你修持这个法门的时候 那个天命的佛是无远佛界的 而且是二六十宗的存在 那所以我们的夜洗宗旨 我们的夜洗宗旨 有没有办法根除 就是要透过祖师 就是要透过祖师 只受的这个真言 来把它降服 来把它净楚 只有透过祖师的真言 才有办法净楚 所以当你念别的佛号的时候 你只是转境界而已 当然是转念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呢 当你碰到夜阴果报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这些妄念 你还是会生起无名啊 你没有办法根除 根除的方法只有皈依正 皈依正就是皈依正经的 的这种指寿 真心的力量 透过佛菩萨 透过这种祖师 得那种天命的加持 这个是我们不得不否认的 现在的众生啊 真的是钢琴南化 这众生是包括我们自己啊 累劫的习记 真的太严重了 那我们看到 最近电视 因为台风 这些灾民 他们那个愤怒的情绪 你会看到说 众生的那个怨怒啊 是非常可怕 那么他因为 不能够对老天愤怒 老天没有对象 老天是公平的 所以呢 他知道了 怒而向人 向政府 好 向政府愿怒 那向政府愿怒 就有一个发泄的对象 有一个发泄的对象 那这样他就产生更大的一个怒气 一个力量去反抗抵制 那如果说政府没有办法好好处理 就形成一股更大的怨气在那里 这个是众生的那里面的对象 我们今天受到任何果报 如果说能够 能够真正做到默默承受 如果真正能够这个忏悔感恩啊 那这个人的修行真的是已经达到了贵一正的功夫了 我们说真经 我们说真经 尽处的功夫啊 无智真言的 无智真经的力量就在这里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上民事的指寿 这个是为什么 今天大道红涨的原因呢 那我们说 传道的第三宝 归于境 我们道场讲 归于这个合同 合同 就是跟你的自信 打契约 你的愿力是什么 你要回归的自信 的力量是什么 你要有这个契约 这是无形的契约 无形的这种合同 那么你要 回归到自信 你要完全恢复到 这个 清静的状态 回归到清静的状态 你必须万元放下 万元放下 你才有办法跟自信合 不是跟 先佛合 不是跟菩萨合 必须跟你的自信合 你的自信 本来是圆满 本来是清静的状态 那么今天 你外放了 你执着了 你回归自信的佛堂 回归这个 回光返照啊 守护当前这一念 让那个念头 没有偏写掉 没有被污染掉 那么这个就是合同 无数的执着 无数的这个起心动念 那么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虚幻的 你要 抱守你的合同 诚心的护住你那一念 然后呢 实时守中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用一种 很沉浸的态度 来面对三宝 面对三宝的修行 这个城呢 是发乎你的自信 发乎那一点 这个 如如不动的本体 所以你要常常 透过 祷告 透过祈祷 透过磕首 透过这个 念佛的方式 等等的 来回归到我们的本性 这个是合同 回归到我们的赤子之心 这个是合同 老师 传给我们的三宝 是这么样的自尊自贵 你有困难 你有障碍 甚至你有病痛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你用这三宝 用这个自信的功夫 回归到你那个本体 回归到赤子之心 那么你一切的困难障碍 通通划除了 困难障碍都是虚幻的 你怎么会因为虚幻 而得到任何的困难障碍呢 甚至你得到身体的冰冻 那个都是虚幻的 都是短暂的 了解到说 一切真的是了不可得啊 那么你就会知道 今天佛家所讲的规决 规正 规境的道理 所以 今天我们要以觉为师 以正为师 以静为师 把绝而不静的道理 把它转过来 把转而不静的念头给转过来 把邪而不正的这样的行为 把它转过来 那个就是 跟我们的这个三宝合同 只有呢 能够在当下的这个转啊 这个才是功夫的修行 所以老前人 教我们要真人静坐 当你在任何的阶段 你都可以真人静坐 把身心放下 没有任何千惨瓜 没有恐怖 没有颠倒妄想 你把你的念头 守住在明痴这一磁田 这个地方 所以呢 五祖 他教六祖慧能 用夹沙周围 来指出金刚自信 也是在指这个地方 也是在教这个明师的 这种真言心法 今天老前人 他告诉我们真人静坐 你实时的来反思 这个三宝的 这个作用跟功夫啊 然后让自己呢 得到安歇之处 那我们必须 把道家的发展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老子 跟孔子 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虽然老子 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啊 但是呢 他们两个 是见过面的 在周朝的洛阳 孔 这个 老子啊 作为 周朝 洛阳的 这种 图书馆 的馆长 那孔子听说 有一个大仙人 老子 住在这里 就来拜访他 所谓问题于老子啊 事实上呢 这一段的历程啊 被后代人解读为 心法的传授 老子 老子将道 传给了 孔子 那么 那么 老子 跟孔子 是两个 不同思想的人物 你看孔子是积极入室的 他是要恢复周理 他是要解救人心的 但是老子 完全不是 老子 如果从 孔子的角度来看 老子呢 是 消极 避世的 是 无所作为的 但是呢 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 事实上呢 不是这样子 老子 是圣人 这个我们没有 没有否认 孔子 也是圣人 这个更不用怀疑 那么一个地区 一个时段 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人 竟然呢 会相处在一起 会 聚合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 值得探讨的现象 那孔子 当时 他在恢复周理 他带了有教无类 来传承 姚顺心法 可是呢 当时孔子 一心呢 只是 想要这么做 那到底呢 他的一个中心的理念 中心的思想 他对于道的体认 到底有多少 这个就不得而知啊 但是呢 据说在 见了老子之后 孔子啊 整个人啊 豁然贯通啊 生命的学问 源源不解的流露出来 所以他才说 一以贯之啊 那么为什么 同一个时代 会产生两个圣人呢 如果说 照佛教的标准 一个佛的教化区 那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入世间 一个圣人的教化区 也是一样 有大到上三千世界 的这样一个空间 是圣人的教化区啊 那为什么要两个圣人 如果想想 孔子跟老子 作为上的不同 我们会发觉到说 原来 孔子跟老子 其实是一个圣人 为什么说是一个圣人呢 因为呢 孔子啊 积极地去宣扬 这个周理的精神啊 恢复尧顺大统 可是呢 老子完全没有作为 哦 他是尽赌 没守 他完全没有作为 而且他的理论 他的主张 也都是告诉世人 应该回归到 最原始的 那个根本 那所以 如果说 孔子 是个太阳 那么老子 就可以比喻为月亮 那日月交替 那一天之中 我们都有 太阳的普照 跟日月的朗照 哦 所以 一个人就可以得到 完全的养生 跟作息 那我们这里 必须要看清楚 也就是说老子 的无为而为啊 他完全是站在 夜晚 让人民 哦 安顿 休息 这个路线呢 来教导人民 那孔子呢 是完全 站在 哦 太阳出来了 要出外工作 好好地打拼 哦 这样的一个主张啊 两个主张呢 看起来是背道而耻 完全相反 孔子是积极的 老子好像是消极的 那如果说 我们把 日月 这样的一个精神 把它看成是 一整天的话 那么我们白天 需要太阳 晚上 需要月亮 那么到底是 晚上比较重要 还是白天比较重要呢 那你一定会说 当然白天比较重要啊 阳光普照大地 我要出门工作 万物欣欣向荣 那所以白天 比较重要 但是想一想 真的是这样吗 白天万物欣欣向荣 蓬勃发展 可是呢 到了晚上 太阳下山了 月亮出来了 月亮给予大地 一种温柔的辅助 一种夜晚的滋润 以及呢 这个夜间的休息啊 让他们在第二天 更有活力 更有精神 更有充沛的 这个意识啊 来面对第二天的生活 那么这样想起来 到底晚上重要 还是白天重要呢 那你一定会说 哎呀 这个看起来好像都重要 你看白天我们去工作 不管是在职场上 在业务场上 或者是说 在工厂上 甚至大白天之下 我们是要努力工作 请问我们要不要休息 我们可不渴望休息 是渴望 非常的渴望 而且呢 一定要休息 所以呢 我们晚上 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最主要的这个地方呢 是假 我们要回家 来修养我们的身心 补足好我们的能量 隔一天呢 再一次出发 所以 白天跟晚上 就一个人的角度来讲 那都是重要的 没有办法分别 你说通通白天 这样也不对 通通晚上这样也不好 那所以呢 白天跟晚上 什么样重要 这个就是 阴跟阳 在我们的后天呢 通通都是重要 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 可以扩及 到所有的道理 所有的道理 那就是 你看 到底是 爸爸比较重要 还是妈妈比较重要 那我们先 现在把它认为说 妈妈就是在 家庭里面 这个煮好三餐 雇小孩子 雇这个家庭 所谓相夫教职 那爸爸呢 爸爸要出去工作 这个 挑起啊 一间的家计 一家的这种 这个生活安顿 扛在肩上 这是爸爸的工作 那么我们要问 在一个家庭里面 到底是 爸爸比较重要 还是妈妈比较重要呢 这个啊 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看 也可能认为 妈妈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 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妈妈都在最需要的时候 帮助他们啊 那爸爸呢 一天到晚不见人 只是 晚上出现了 白天又不见了 小孩子认为 可能妈妈比较重要 但是 小孩子长大之后 会知道说 其实爸爸也很辛苦 爸爸到外面呢 去工作 去打兵 把赚来的钱 来维持生计 来提供你们的教育费 生活费 甚至大家中这种 大的事情 都是要爸爸来面对 来处理 所以这样看起来 爸爸好像也很重要 那爸爸跟妈妈 到底谁比较重要呢 好像也没有办法这样分 因为每个人 这两个人都很重要 妈妈适时的 做三餐 处理家务 可是呢 爸爸就好像 那个无形的 空气跟水 然后供应的家庭 支持的这个家庭 那么我们不会感激 空气跟水 很少人会去感激 空气跟水的 可是呢 没有空气跟水的时候啊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空气跟水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那么爸爸的角色 就有一点像是 空气跟水的角色 没有错 眼前的面包是很需要 但是呢 这个 面包吃后呢 没有空气 没有水 你以为这个身体也没有办法自在 安然 那所以 爸爸妈妈都重要 这个呢 就是 道家的道理 这个叫 无为的道理 那无为而为呢 就是他在表现上 言语上 表现出来的 就是呢 好像是 不关心 眼前的现象 但是呢 他是找到原点 来做关心的动作 而且他的动作呢 是 没有让人家看见 无为而为 所以 道家跟 儒家 是 在中国 映然 而生啊 道家是完全都不用说话 他就是一个 无为而为 他要讲什么话 他就是 希望人回归到 这种最原始的根本 这个就是道家 所以为什么常常 在 老庄的理论里面 常常批评圣人 世间上 有 有什么 所谓的圣人 有所谓的贤人 君子 这些呢 都是强害人民的 的大道 圣人是大道 那他为什么那么讲 他讲的道理 是因为 人 本来就是 那个 圆满的道体 人本来是 本来自善的 人的良知良人是 圆陀陀光硕硕的 人的本来面目呢 是那个 赤子之心的 他没有 是非对待 他没有 好坏 的分别 那道家呢 就是叫 教导人民 回归到 那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 老子在最后面讲 希望呢 大家呢 回归到 节省济世 老死不相往来 那个生活 那就是 最美的生活 这个里面 是有很深的意思 如果我们不细细读啊 我们很难了解 甚至呢 会被曲解 自己误解了 这种老庄的思想 结果呢 在批评老庄 其实 道家跟儒家 是一体的 只要有儒家的出现 就有道家的存在 道家永远不出头 所以呢 你看不到道家 但是呢 他的精神 一直都在作用 虽然你今天打的 儒家的棋子 可是呢 道家永远在这个棋子里面 发挥作用 所以儒家 他里面 他所讲的 这些 比较超乎世间的 这种看法 比如说他讲 这个 纯心养性 直中 冠一 他讲这些道理啊 其实呢 道家 也讲这样的道理 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 但是 他的作用呢 通通都是一样的 那他要人 回归到最原始的根本 他认为世间 不需要圣人 不需要呢 这些 善人 君子 他说呢 天下皆之 美之为美 之后 天下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看到这个美 认为他就是一个美的一个代表 事实上呢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自见 因为你所看到的美 其实他还有 恶的种子在里面 因为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好的 结果呢 大家会互相的去追逐 互相的去 这个 赞美 甚至不断的去传送 这个就是美的东西 但是呢 老子说 失恶 错了 这是不对的 这个美 不叫做美 那他又同时举例 天下皆之善 之为善 失不善以 每一个人都认为 这个是善的 这个是好的 大家要学习的目标 学习的榜样 当这个善 已经有被大家认同到 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那这个善了 就已经是不善 就不是善了 它是一个 恶的现象 并不是一个善的现象 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 这个道理啊 充斥在整个 大家的思想里面 那就是无为 然后呢 而为 无为就是 没有所谓的美 没有所谓的善 因为呢 每一个都是美 每一个都是善的 那个最原始的根本 是纯然至善 当然 他不讲纯然至善 他讲赤子之心 他讲了 这个 恢复到本来面目 道家 在中国的 思想上啊 他是一个 最不会跟人争的 的一个理论 的一种思想 他同时存在 所有的思想当中啊 尤其是当这个思想 特别独盛的时候 那么道家的思想呢 总会隐含在其中 那么 我们刚才讲 儒家跟道家 是同一体的 这个是最为贴切 的一个表法 因为儒家最积极 中国 整个思想中心 在汉武帝 董仲书建议 这个 罢错百家 独尊辱述的时候 那么整个 中国人的思想 就是以儒家的思想 为主要的正统 但是呢 儒家思想的里面 继父有道家的 思想在里面 这样呢 才叫圆满 这样才就是一个 圆满的儒家 所以道家不必凸显 道家呢 就在 儒家里面呢 好好地帮助儒家 那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了 他不是要做教主 他不是要发展一套 理论思想 他就是默默地在支持你 那就对了 把你认为不好 不对的地方 他特别把它点出来 然后呢 不断地 不断地透过这种 无尾的思想 把它做出来 所以儒家 在积极的应试的时候 道家 是隐然 入世的 他也不是出世 他也不能够 叫做放外之人 他就是在世间 所以为什么会有 大 这个小隐隐于也 大隐隐于世 小隐就是你小小的隐居 是隐在山林里面 这个是小隐 那不是真正的隐 因为山林都很幽静 山林都没什么人 所以你隐居在那里 想要修得清静 这个不是大隐 这个不是真正的隐 那他说的大隐 是真正的隐 隐居在哪里 隐居在这个乡镇之中 都市里面 菜市场里面 那个最吵杂 最热闹的地方 在那种地方 他还是能够 隐居起来 不受外面的干扰 心如如不动 这个是道家要告诉我们的 其实就是要这样子 当你外面 不管你怎么样去争 怎么样去发展 可是呢 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的心呢 还是清静无为 你的心呢 还是纯然不动的 这个是道家的因 所以老子 为什么出现在孔子的时代 就是老子跟孔子是一体的 你表面看到的是孔子 他在周游列国的一面 可是呢 孔子后面 还有一个清静无为的那一面 还有一份超越世间 跟天感应的那一面 那一面是属于道家 老子在补足 孔子这方面的部分 那这方面呢 也不必去特别强调 不必把它认为是一个理论 它就是儒家的一部分 它就是人所需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就是道家 所以道家呢 它是一个站在 这个三度空间 站在高度的立场 我们应该说四度空间 如果人是三度空间的话 那道家呢 是站在四度空间 它就是好像坐飞机一样 坐飞机 然后看整个世间 那孔子呢 孔子这个是坐火车 坐火车在周游列国 那坐火车的景观 只能够看到地面上的 那庄子啊 老子啊 这个是飞在高山上 飞在云端上 来看整个世间 所以他们看得更清楚 那看得更清楚 他没有批评孔子哦 他没有批评儒家哦 因为儒家看的 儒家做的都是对的 只是儒家还有一个部分呢 他没有特别去彰显 其实也不要彰显 就是老子跟庄子 他们这一派的思想的理论啊 慢慢的去支持他 哦 无形的去 帮助他 成就他看不到的那一面 那就对了 比如说孔子在白天 哇 不断的去讲经说法 去有教无类 去周游列国 可是呢 他晚上 他需要安养身心 那他安养身心的时候 他就是在反思 哦 他就是在这个 跟天沟通 希望呢 自己能有更大的能力 来面见君王 面对所有的人民 那这个反思 这个自省 这种力量 就是属于 无为而为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说 孔子跟老子是一体的 那个是有很特殊的意义 哦 你看 孔子讲孝道 孔子讲尊师 孔子强调呢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人类呢 只有恢复 这些社会的秩序啊 哦 他所谓的周理啊 那么人类的社会 才能够达到一个 祥和 一种综合的状态 老子不讲这个 庄子不讲这个 那他们为什么不讲这个呢 老子庄子 为什么不提倡三纲五常 不提倡孝亲尊师 不提倡五轮八德呢 而且甚至 认为啊 这个是圣人 在 危害人间 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思想 这个思想 因为太过深奥了 除非呢 你是跟老子庄子一样坐在飞机上 然后在俯视这个人间啊 你才有办法清楚 为什么老庄他们会这么讲 老庄基本上是否定孝道 否定什么孝亲尊师的 世间的道理 他是否定的 为什么否定 因为呢 如果 无为而为的话 那么 你为什么要强调孝道呢 孝道一定是没有了 失去了 你才会去强调他嘛 孝道哪需要强调 孝道是自信的流露 三纲五常五轮八德 是本来人类的秩序 就是这样子 只要是做人 就是一定会这样子 一定要这么做 这个是老庄所要强调的 那个积极面 做人子女的 就是要孝顺父母 这个是本来的道理 这个不需要强调 不需要强调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啊 你不要去这样 大呼小叫啊 大家赶快来吃三餐哦 现在饭煮好了哦 人家肚子饿了 自然就会来吃人 你不用去呼叫 老子看孝道 庄子看孝道就是这样子 儒家在那里大声呼叫 叫人来吃三餐 三餐不需要呼叫 孝道不需要去呼叫 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到 到他本来的样子 本来的面目 那么孝道自然就恢复了 人本来就要孝道 就要去守三缸 行五常 这个是老子的思想 这个是真的是无为而为的思想 这个道理谁会清楚 现在每一个宗教都强调 强调这个孝亲尊士 在道家的修行里面 从原始的道家 老庄这派思想 他不强调 后来道教 道教变成道教之后 他们在练这个 这个抽坎田里啊 这个干运大法 在练这个时候 他要去强调孝道 原始是不需要强调 不需要强调不是因为 他们不要孝道 而是因为 孝道本来具足 孝道是人类 本来就有的行为 那本来就有了 你就自然去做就对了嘛 所以叫做无为而为嘛 无为而为是不需要强调了 所以老庄都是需要 回到本来的面目 所以为什么说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明万物之母 能够说出来的都不是道啊 用孝这个名字来称孝这个行为 这不是常名 这已经不是孝了 所以道你要怎么讲 道就没办法讲啊 道没有办法用语言 文字正是人类的动作去表达它 你就是好好做 那就对了 把它做出来 那就是在行动 那就是 道家的无为而为 所以道家 他讲感应 他说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他讲感应 感应是什么 感应是心上 有所觉知啊 当你有感的时候呢 这个你的自信 就会有印 所以这个肉体上的感 得到心灵上的印 肉体上的感是什么 感就是你在 这些无为的动作上 真正的做到无为 所以 每之为美 是而已 就是因为 这个美 当大家都认为它是美 把它定义成美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一种 恶 它不是美 当大家都认为 这个是善的时候 把它定义成 这个就是善 错了 这个不是善 它是不善的 对道家来讲 美跟善的 是自然的行为 自然的行为 就是人类 心理所发 心理所发 所以呢 你就自然会感应到 你的自信 所以 要怎么感 有怎么应 道家的应 是 谁感谁应 全感全应 他说古神不死啊 古神是我们 内在的那份真神 三谷里面的那个真神 是为玄聘 玄聘是天地根啊 天地的根本 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 是什么 是人的那个古神 人的那个古神 跟天地的根本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 在讲一的那个道理 大家所讲的一是什么 修心练心 抱缘守一 你刚才讲的一 跟 这个孔老夫子所讲的一 跟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一 通通都是 一个一 都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们知道 我们内在的那一份 良知道体 内在那个真人 到家 把他称为古神 古神 放 放在人的身上 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真人 所以我们想到 澳洲的土著 在一本书叫做 《旷野的声音》 它里面提到 这个西洋的科学家 这些生物学家 到澳洲土著 那边去做采访 那采访的有一段时间 可能在那里住了一两年 跟澳洲土著 最直接的接触 然后才知道说 澳洲土著 他们为什么自己称为真人 把这些西洋的 这些科学家 称为变种人 从真人所突变的 这个变种人 就是现代的人 所以你看澳洲的土著 他们的那个 亲近心是非常高的 他们无为心是非常高的 他们自己认为是真人 那他真人 不是说看不起 这个文明的人 而是因为 他们真的可以感应 随时都可以感应 谁感谁应 我们说全感全应 他知道内在的那一份 这个良知到底 那一份灵性 那一份灵台 灵台真君 谁感谁应 那谁感谁应 所以呢 这些科学家 看到他们土著的生活方式 是很奇特的 那比如说他们 这个不用 不用穿衣服 你看我们都 在电视上所看到土著 很原始的那些土著 他们几乎都不穿衣服的 那他们称 我们现代的文明人 称为变种人 就是因为 变种人已经弱化了 他们的能力已经弱化了 所以才需要穿衣服嘛 他说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做个实验 三天三夜 在下雨天 都不要穿衣服 我们可以活得自自在在的 那你们呢 你们有办法 活得自在吗 不穿衣服哦 不可以躲在屋子里面哦 你要在大自然之中生活 那么这些西方的科学家 就跟他讲 没有办法 不要说 三天啊 我看一个小时 就会出毛病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代 西的这种文明人 你看我们的 人的智慧 德能 还有向好 从释迦牟尼佛 的视线之后啊 我们才知道说人 人在智慧 德能 向好方面啊 完全的具足 那今天 为什么不具足了呢 今天不具足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变成变种人了 我们突变了 智慧缺乏了 能力缺乏了 德性缺乏了 向好也缺乏了 所有的一切呢 这个生活的能力啊 通通缺乏了 这本书他还记载了很多事情 有一次 他们一行人 要出去打猎 结果一个土著呢 从山坡上掉下去 掉到山谷了 掉到山谷就腿折断了 这个腿折断啊 还是那种骨头插出来的 那个可见性的那种骨折啊 在那里不能动 那么这些土著啊 赶快去请巫师 他们的医生啊 请巫师来 巫师怎么治疗呢 也没有用手去摸 也没有用药给他吃 任何工具都没有 就是用手啊 停在他的上面 没有摸哦 就在他的上面 就这样安抚他 赶快回去吧 你们的这些细胞 赶快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 就这样一直安抚 一直安抚 安抚了一两个钟头之后啊 伤口不痛了 最奇怪的是 连那个突出染的骨头 也自动的收回去了 都没有人啊哦 自动收回去了 哇这个让科学家 真的是 大感惊奇啊 现在还有这种医术啊 连手碰击到都没有 那所以他们自身真人 是真的是有他们的 的这种智慧的能量 那他们说呢 如果说 他们要回去 哦 我们说要回天去了 他们可以随时 随时跟天感应 把他的生命的 的机能啊 把他关掉 有一个开关可以把他关掉 关掉呢 他就可以回去了 灵性就可以回去 他们可以随时来去啊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 生死自如了 他们可以来可以去都是自己控制的 哦不是业力带控制的 哦你看这种生死自在 一个人修修修修修到后来还不晓得能不能生死自在的 他们根本都没有修 其实他们修的才真正的是道家的功夫啊 无为而为的修啊 只是我们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那可真的是最高明的功夫啊 哦 他们用感应的每天呢 透过祈祷 透过跳舞 透过唱歌 来跟天神的互相感应 互相沟通 所以他们的行为的流露 都是天神的指示 哦 他们可以呢 心跟神已经合为一体了 仁天合一了 从他们的这个视线啊 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真的是 就是所谓的 用骨神来感应 哦 无为而为的一个修法 那我们这里讲 修心恋性 抱缘手艺啊 修心恋性 道家要怎么样修心 要怎么样练性 我们道家后来所发展的 那一套抽砍田里 运河车的这个方式 那个是属于做产 打坐的方式 那个是后来 一直到 这个元朝清朝 元朝明朝 才发展出来的 一个修行方法 但是我们的祖师 告诉我们 那个已经不是 究竟之路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人 没有办法用坐禅 打坐的方式 来回归到本来的面目 现代人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五一六成 他的这个烦恼过爱 比当时的人 杂乱的太多了 所以现在只要修禅的 只要修打坐的 一个回天的都没有 这个是佛教的大德 他所讲的 不要说 不要说没有看到 连听都没有听过 透过禅坐的回天的 听都没有听过 可以知道说 现在道家 如果还是用这种方式 那么 心法失传了 祖师的指寿也没有了 那么他们怎么样修心 练性 道元手艺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回归自然 就是呢 无为而为 修心 修心怎么修 就是跟那个 刚才土著那个修法一样 跟自然为一体 我们现在呢 跟自然为一体是什么 跟自然为一体 就是跟人的自然为一体 人的自然 是三刚五常 五轮八德 我们刚才说 道家不用强调孝道 不用强调尊师 那是因为 孝道尊师都是自然 我们如果能够回到那个自然 就自然可以孝道尊师 自然呢 就可以做到三刚五常 从三刚五常 从这个五轮八德 孝亲尊师之中啊 去练自己的性 众生都是 我内在的脾气 脾气毛病 我要把这个脾气毛病呢 这些众生呢 把它练到 我跟他们都是一个 很圆满的一个本体 修心是修 修我的心 修到呢 跟我们的这个骨神 有互相有硬感 有感通 骨神有感通 那是因为这个心呢 能够清静 能够无尾 然后呢 通到我们的自信 佛性 自信的本体 自信的灵台 所以这是修心 练心 练不是在 在你 搬气 在你土纳那边练 我们要认清客体 所以叫做抱缘 手衣 抱缘 缘就是我们的 我们那一份灵台 我们那一份良知 抱的我们那一份良知 来守住这个一的道理 一的道理呢 就是我们在世间上的所有作为 所有的言行 通通都是从自信而发 从这个灵台 来做事 那么灵台所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天事 都是佛心用事 那既然是这个 真君 真人在做事 就不会有错误 所做的都是 天理的事情 这是抱缘 手衣啊 缘是那个根本 根本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的那个 古神啊 良 感应的古神啊 所以这是抱缘 手衣啊 所以在到家呢 你会觉得说 看他们的这个文章啊 哇 你会觉得心情特别开朗 你会觉得说 哇 整个那个心胸都 都打开了 好像没有挂爱了 没有执着了 这个是一种 这个情境的迷藏啊 你要真正的 去融入你才有办法 那不是一种迷藏啊 那是真实的现象 你如果能够像他们 像他们那么做 那么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与天地为一体啊 以整个大自然 以整个大自然 为一规啊 这个是道家最救济的功夫啊 事实上我们说道家就是在讲儒家 儒家最救济的功夫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儒跟道是一体的 当你在讲儒的时候 就是在讲道 当你在讲道的时候呢 同时又有儒的那一份种子在里面 你不能够离开儒家在讲道 也不能够离开道家在讲儒 他们是互相作用 所以为什么会有两个圣人 同时出现在一个时段里面 这个是这种原因啊 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佛陀释迦牟尼佛 当时也有一个在家的佛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维摩姐居士 维摩姐居士 他那个视线病体 佛陀所派来这些弟子 跟维摩姐居士行礼 都是用对佛的行礼 这个绕佛三渣顶礼而拜 都是用这种行佛的礼 在行这个维摩姐 可是呢 维摩姐很少人去讲 大家都在称诵 释迦牟尼佛 很少人在称诵 维摩姐 也是有啊 不过呢 没有像释迦牟尼佛 这么普遍就是了 所以你才知道说 一个时代两个圣人 出现的用意 是在这种维摩姐的 关系里面了 维摩姐就负责在家的居士 他就引顿起来 那佛呢 佛的根本是出事的 所以他就出来教化众生 你看跟中国刚好相反 孔子是出来教化众生 老子是引在这个人群里面 他提供无尾的这个方法 来教导世人 补足孔子在 看不到这一面的 这个功夫啊 孔子到了 这个老子到了庄子 那更加不一样 他更是呢 用尽各种巧思啊 也不能够说巧思啊 就是他智慧的朗线啊 把他的智慧 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让世人更加的了解 道家的道理 道家的那份傲子 那譬如说 老子曾经说 无所以有大患 为无有生 即无无生 无有 者无有何患 他说 我所以有大患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是我的大患 我自在的本性 我自在的这个动作 都被肉体限制住了 他说 即无无生 则无有何患 等到呢 我没有这个肉体了 那么我就 就再也没有什么患了 所以可见了 老子 应该是个再来人 你看他讲这句话是 佛经还没有传到中国 那么佛这个老子 有这样的见知啊 那可见老子的这种智慧啊 已经 已经可以说等同佛的智慧了 那么他需要 他知道说中国人 需要用这样的教法 用道家 儒家这样的教法 来教导 所以他讲专讲这个 没有人知道的这一面 而肉体 肉体不是正好 就是我要在社会上 我要在社会这个国家 好好的这个立足 好好的奋斗 的一个工具吗 但是老子却说 这个工具啊 是我的大患患 等到我没有这个肉体的工具啊 我就没有患了 没有患了 你就没有肉体的束缚 你看我们肉体 我们这个肉体 又加了我们的四神的作用 我们呢 会 要享受 我们会做贪真吃 我们想要这个五一六成 我们会追逐明文立养 那么人跟人之间 为了眼前的利益 在追逐 在斗争 甚至呢 互相战争 结果呢 人自己 也被这个情绪所转 那一份 没有忧患的自我 也被 四神给拉去了 所以想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我们本来是清静的 但是呢 境界现前的时候 人家不断的攻击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 受不了 你那个功德 就被你那个受不了 给泯灭住了 完全没有了 结果你就去跟人家 大打住手 就迷失了真我 所以到家讲 人最大的忧患 就是因为 有我 有我里面 认为说 这个肉体是我的 这个 你跟佛家讲的 完全是一样 认为这个肉体 就是我 我要追逐 这个功名利禄 我要 去追逐 欺恩子爱 追逐 五一六成的享受 追逐世间一切的 荣华富贵 糟糕了 这个就是 孔子的 老子的 说的大忧患 可是你如果没有肉体 你还要想追逐什么 你赚了这些钱 要给谁花 你连花了 对象都没有了 你干嘛要赚这些钱 那整个山额大地 整个天地 不都是你的吗 对啊 当人没有这个肉体 我还要追逐什么 所以庄慈 他用那个 屁欲 更好笑 很有趣 有一台船 有一只船 在河里飘动 结果呢 被一只船 另外一只船撞到 哇 那个被撞的主人 就在叫叫叫 叫那个船主人要出来 赔礼啊 赔钱啊 那船主人只好 只好做了相对的动作 该赔的就要赔 那结果这一只船 又走走走走 走到第二次 又被另外一只船 给撞到了 哇 这个船主人非常生气 就叫了船主人 赶快出来 结果叫了老半天 也不出来 他就开始骂 骂了老半天 也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 他就到了 把这个船 靠岸 仔细看清楚 发现 里面一个人 也没有 这一条船 是一只空船 结果看到 是一条空船 他所受的损伤 所受的这种打击 完全都消失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对象 可以去抒发 没有对象可以发 他只好了 自己消磨下来 你看这个预言非常好 如果说我们可以空掉 对于世间人的执着 对于世间的这种名誉 名誉 这个 各些公民富贵的执着 那么你是不是 也可以空掉你的思念 你的思想 空掉你的一切 这些追逐的动作 一切都是空嘛 一切都是五嘛 那么你干嘛放在心上呢 所以老庄认为 你要空掉你的思想 空掉你的头脑 对方是没有人的 你把所有的人 当作是没有人的 那么你就自在了嘛 你干嘛去跟人家争呢 你因为有我 才要跟人家争啊 当你没有我了 你怎么跟人家争呢 当对方没有人了 你怎么样跟人家争呢 没有啊 所以聚其诚信 存其真君啊 这个是奇悟论的话 聚其诚信啊 你原本认知的那个心啊 是错误的心 你要把它去掉 存其真君就是你的良知 你的本体 我们说子于至善 既然一切都是至善了 怎么会有恶的分别呢 所以明师没有传到给你 你也没有去重得这个道啊 因为道本来就在你 你的身上 本来就如如俱足 本来就圆满一切 你跟大自然的没有分别 都是这么样的逍遥自在 所以庄子讲逍遥有 讲奇悟论 讲大宗师 他讲的这些标题啊 无非都是要我们回归到那个真君 老子讲古神不死 那个不生不死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本体 也就是今天明师指寿给我们的那一份道题啊 如果没有明师的指寿啊 我们怎么可以看得懂三教经典 五教圣人 他们在讲什么道理啊 他们讲的这么 这么迷惑 这个点到为止的说法 这样的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法 我们是看不懂啊 听不懂啊 只有明师看得懂 那明师告诉我们 就是这里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因为明师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呢 来看 来印证 霍然贯通 原来如此 那原来如此啊 这个不会嫌太晚 现在了解 都还来得及 大家早安 到之中此 惨发五教圣人之傲子 我们继续 讲到基督教 那基督教跟天主教 都是以同一部经典 所以他们的旨意 他们的这个 上帝的精神啊 可以说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 也试着从新约 一部分的旧约 这个福音 来讲述 有关基督教 圣人所传下来的 奥子 跟教义 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 他说呢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这句话呢 很明确的指出啊 太初有道 这个道呢 是先天 之道 生天生地 生人生万物之道 那这个道呢 是跟我们 古来的圣贤 佛菩萨 所讲的道 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也许 他们用 不同的 角度 不同的言语 来切入 太初这个时间呢 就表示呢 在生天生地之前 那么基督教 也是翻译的经典 那当时的人 翻太初这个名字 那非常好 翻着很有道理 一切呢 都是 有源头的 有开始的 那么那个开始的 开始的 那在每一个教义里面 每一派的教义里面 都有讲到 那个 那个无始的根本 根本 我们说 是老母 古德说道 那么佛家 当然 他讲因缘 其实 所讲的 都是同一件事情 他说道与神同在 那也就是说 生天生地之前呢 这个道呢 就是神 神跟道 是在一起的 是融合在一起的 神就是道 道也就是神 那所以没有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他这个 他的意思 很明显 就是所谓的 上帝 那他这个 上帝呢 也不要 去把他认为说 他这个就是 基督教的上帝 或者是说 他就是呢 哪一天 哪一个天 的 这个天主 其实呢 不能够这样分 因为那个上帝呢 是一个代表的名字 那他这里 也没有直接讲上帝 他讲说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可见呢 这个他呢 是指道 太初的道 这个道体啊 是生天生地 生万物的本源 所以一切呢 都是由他而造成的 那么基督教呢 很少讲到这个 基督教的教义呢 主要都是讲 神爱世人 神 博爱一切的事情 那么很少人 基督教的精神 很少在 在探究 这一种 根本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从 这个道的理念 我们也必须去认清楚 基督教 事实上呢 有他的天命存在 那么到 变成 这种肉身的样子 来到世间 教化 那个地方的众生 那可见呢 那可见呢 道士无处不在 道士 对于每一个 时空的人 的众生啊 通通都是需要 去照顾到 那么其实 如果没有道的照顾 那也就没有 那个地方的众生 那所以呢 今天 某一个地方的民众 他迷了 他不了解了 他不知道神的存在了 所以呢 上帝 派了他的独生子 来到人世间 变成人的样子 来告诉你们 你们的家 是在天堂 天堂那里 有一个天主 有一个上帝的存在 你们都要依止上帝啊 那么这是 基督 来到人间 所要告诉人们 一个最主要的 一个核心 那基督教在说 创人 他是怎么创人 他说呢 在创世记里面讲到 神用地上的尘土 造人 将生气 吹在他的鼻孔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句话呢 细细思索 真的是里面 有特别的味道 这个土啊 神用土来造人 可是造的人呢 他是 还不是人 因为他里面呢 没有那个灵的存在 没有上帝的分身啊 所以他就把 上帝的这个气啊 吹入他的鼻孔 他就成了有灵的人 你看吹入他的鼻孔 那是不是跟我们今天 那是不是跟我们今天 明师所传给我们的道 是很 类似 那么如果人 也有这个上帝的分灵 那么这个灵 出入的地方 应该就是他所说的 鼻孔 鼻孔的位置 那是不是真的鼻孔呢 那我们求过道的人 自然就知道 经过鼻孔之后 他就成了有灵的人 所以有灵 不是灵在 你会讲会动 那个灵在呢 他内在有一个灵性 这个灵性呢 是上帝的化身 那所以他说 眼睛 就是身上的灵 你的眼睛如果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如果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弱黑暗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所以他这里讲到 内在的黑暗 一切都黑暗了 当人的心 是处于污浊的 是处于 处于这种迷惘的 那么他的这个 看到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这样子 就是无所不堪 就是呢 黑暗无光啊 那么这有点像呢 这个现代的人心啊 当他处在 贪嗔痴 处在贪这个 沙盗影的环境 环境里面啊 他所看到的 整个世间 就是这样子 互相仇视 互相斗争 互相呢 这个 谋取对方的利益啊 人人以利 为主要的诉求 那这就 这个就是黑暗 那么想想我们 现在的社会 那最近因为 莫拉克台风的影响 那么造成了中南部 很多这个山区的部落 生命财产严重的 这个毁损 那到现在呢 到底有多少条人命 这个损 伤亡 死亡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这可见呢 他这个力量 是可怕 那么在这个灾区 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一个真相 那就是呢 民间的力量非常的大 那我们今天呢 有了这个灾难 民间的这个救助 救资的这个物资啊 救助的这个人员 就马上进出 甚至呢 那个财力呢 也马上呢 汇集进来 多到呢 还不晓得什么统筹分贝 那你看民间的这个 善心人士啊 那是非常的多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我们会发现到说 台湾是很有希望的 台湾呢 的前途啊 是美好的 虽然说 在政府 救灾上面呢 很多的民众 有所抱怨 可是呢 其他地方的人 却补足了 政府这一方面的不足 那如果说 民间的这个民众的力量 给予 各种的关怀 那么我们灾区的民众啊 就应该呢 存着感恩 存着一个 感谢天地 感谢百姓人民 这样的一个心啊 来继续他们未来的生活 那么这个才叫做 光明的 那如果你今天 还身处在 那种 土石流的阴影 那种风灾的 破坏之中啊 家人的死亡之中啊 那么你就是黑暗的 你的眼睛就没有亮 也就是说你还在 你的状态 那么 这个光明的状态是 了解到 一切的事项啊 都是 自己的夜阴果报 所造成的 不要向外面去找答案 一切呢 都是自己造成的 所谓呢 自作自受 那么自作自受的道理呢 不能够透过别人来讲 必须自己去误 因为别人讲这种道理 肯定呢 灾民听不进去 而且呢 灾民呢 会以为你幸灾乐祸 会以为你没有爱心 但是如果想想 在这个山区部落里面 很多人是信奉基督教的 那基督教的精神里面 他的教育里面 就有很多这样的指示 那所以眼睛是身上的灯 你必须把眼睛点亮 但是呢 我们必须说啊 基督教里面 他没有明师 在点灯啊 那没有明师怎么办呢 那也没关系啊 你只要好好的在 基督教的教育里面 用心的羞耻 你最后还是会找到明师 甚至说明师还是会找到你 你会点上 你的这个身上的灯 你那一份这个光明的灵性啊 会从眼睛 这样透发出来 所以你的眼睛是亮亮的 全身就光明 我们知道眼睛 并不是看的 我们看到东西并不是用眼睛来看 而是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大脑 这个是解剖学上的一个理论 那眼睛只是工具 就好像我们拿着望眼镜 看到远的地方 那个可以看到远的地方的那个看 是从望眼镜 但是呢 看到的那个看 却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人在看 不是望眼镜在看 那同样的道理 也不是眼睛在看 是大脑在看 那真正的了解了 其实也不是大脑在看 是我们的这个灵 灵在看 我们刚才讲 他就成为有灵的人 有灵的人 他才可以看 有这个灵之后呢 你才能够分别 你才能够射受 你才能够知道 你所看到的一切 所以这个看呢 如果悟到 看了根性的话 其实呢 眼根的根性 就是我们的灵性 那灵性使你看了 那个 上帝使你看了 不是你眼睛才看 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呢 慢慢的来体证它 去了解它 你悟了 那么你眼睛亮亮了 全世界就光明了 天堂就在你眼前 那所以说 我们呼吁啊 所有的人 不要再谩骂了 不要再批评了 也不要再要求了 一切呢 就是默默的做 默默的做就对了 你说政府就在不利 那么 从以前到现在 政府都是就在不利 从这个封建时代 皇帝就在利的吗 也不见了 皇帝那个时代 更是的 就在不利 他没有重型积聚 他没有现代的资讯 更不可能的照顾到 每一个村落的百姓 那你想想 我们以前 古时候 面对这种天灾地变 那么皇帝是什么 处理的 政府单位是怎么处理的 其实啊 一仔细对照之下 才知道 他们以前 的处理方式啊 就是呢 视万物为出口 这个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话 把万物当作出口一样 那么出口当然就是 路边的野狗也可以 没有用的狗也可以 只做的狗也可以 反正呢 就是不值得 不值得重视的 一个生命 那么天地 为什么以万物为出口呢 那其实呢 就是 人心自作自受的结果 在那个时候的人民 他能够愿政府吗 他能够 有一个凶手 可以来代替他的指寿吗 没有 那以前的政府官员 难道都没有责任吗 政府官员有责任 但是呢 人们知道 政府官员 他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制 尽管到现在 科技发达 可是呢 政府官员 有他的一个体制 有他的一个 救灾的层次 他也没有办法 实时顾及到 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人 那你怎么 怎么要怪政府呢 那么 为什么别人呢 不会受到 这种天在地变 而我们这些人 这些住在山区的人 特别容易 受到这种天在地变 其实想一想 这一切呢 都是有他的 一个因果现象 那我 资助在千诗啊 所谓千一法 而动全身啊 一切呢 都是有那条线 在牵引着 那今天受到的夜报 我们就不能够再迷惑了 就应该觉醒起来 觉醒起来就是 点亮你眼睛那个灯 把你发 全身啊 发放光明 只有你自己发放光明的 那么你的这个世界 你的前途 你的部落 才有可能 光明 这个是基督教 教义里面要告诉我们 所以不是等你呢 吃得饱 睡得 睡得足 穿得暖 你才有 所谓的爱心 去爱护别人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随时处在 那种受灾 受苦 的状态啊 来发出那一份 博爱的心啊 那这个呢 才是基督教 爱的真意 所以基督教 讲博爱 博爱是没有对待 没有是非 也没有对错 博爱里面 没有任何 个人的感情 也就是说 没有个人的起心动念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明文立养 一切的都不是 为了我个人 而爱的 那么这一份爱呢 基督教就称为博爱 那佛家呢 称为慈悲 那儒家呢 就称为 仁爱 心爱 所以这个爱呢 的定义 他的精神 都是一样的 当这个爱呢 有了起心动念 有了自私自利 那么这个爱呢 就变成狭隘的 一种小爱 那不是 基督的精神 也不是圣贤人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 要找 基督 我希望呢 他赶快来救度 世间的苦难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 去到神的国度 得到永恒的勒受 但是你必须想想 你的心调整好了吗 我们要去一个国家 不管说旅游也好 不管说 谈生意也好 做什么目的都好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你事先要做准备 你不敢说 要去就去了 那么我们要到神的国度 必然呢 要做呢 神指示的准备 那神指示的是什么 神指示了 他说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断不能够进天国之门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指示了 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要回转 回转是什么 我们说 回头诸恶莫作 勉力众善奉行 要断恶修善 要从呢 这个改过 向善 做起 如果还继续的 造恶 那就是 迷 迷昧 继续的迷昧 就是继续的黑暗 继续的沉沦 那所以我们是世间 现代的现象 天灾地变频繁 这个人祸 抢劫 诈骗的 每天都有 杀人 自杀的 每天都在上演 这个呢 就是 人性 不知道回转 回转 是要从 断恶修善 来开始 做起 从破 破米开悟 来做起 从转凡 成圣来做起 这个才是回转 所以我们 上次讲过 改善向善 改善向善的道理 就是要我们回转 那马太福音 他这里告诉我们 你们如果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 那个样子 你看 他说要我们回转 到小孩子 那个样子 小孩子 是什么样子 就相信我们 都很清楚 他所说的小孩子 是在 没有分别执着 没有对待 没有妄想的 那个状态 所以你看 我们的赤子之心 那个小孩子 他跟 这个父母亲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在他的眼中 他所看到的一切 大家都是 良善的 大家都是慈爱的 大家都对他非常好 那么他依恋的对象 父母亲 尤其是母亲 很怕了母亲不要他 所以不管母亲 怎么样指责他 他都呢 要黏着母亲 那么在他那种 没有 这个对待 没有是非人 我的状态之下 那个就是小孩子的心 就是赤子之心 所以耶稣基督这里 告诉我们 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你看这句话 是多么充满玄机 所以基督教里面 有很多天机 必须透过人来悟 必须透过人来讲 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怎么可能变成 小孩子的样子呢 那么要进天国之门 要变成小孩子的那个样子 那么小孩子 不是在这个形象上的小孩子 我们儒家讲 赤子之心 佛家讲 没有是非人我 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呢 那属于纯然自善 所以天堂 是自善的人 佛经讲 善男子善女人 这样的人 他才有资格 进入天堂的国度 他又讲 不背着十字架 跟从我着 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看我们都知道 耶稣基督 被钉死在十字架 那么被钉死之后啊 他又视线重生的样子 然后再回去 那他这个 到底里面有什么含义呢 当时啊 耶稣在背着十字架的时候 罗马人 要处置他的时候啊 叫他自己 背着十字架 然后呢 沿途 经过城镇 经过人民所住的街道 那么每一个人 都知道 耶稣基督 要被 处置了 要受刑了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 夹案来 来 相送啊 看着 耶稣基督的样子 有的人呢 希望 耶稣基督的影子啊 能够呢 披映到自己的身体 所以就躲在 耶稣基督的影子之下 就好像我们今天 马祖在绕境 希望呢 能够 在马祖的 这个教下 被照过一样 那当时呢 耶稣 显了一个 大神基啊 凡是在他的 因领 闭音之下的人 他的病情都好了 尤其是当时的 麻风病啊 是 不治之症 麻风病也好了 没有信心的人 也有信心的 那所以 他背着十字架 跟从我 那么你今天 也要背着十字架 跟从 耶稣基督 那十字架 的解释啊 只有 真正悟道的人啊 才可以解释得清楚 耶稣基督在 受醒的时候 同时有两个犯人 也被钉上了十字架 那么中间呢 刚好就是 耶稣基督 你看这个 天机的显示啊 这个已经很明显的 告诉世人 那么真主 是耶稣基督 那旁边呢 这两个盗贼啊 两个犯人 就是 小人的代表 那三个呢 同时被钉上十字架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这个 真主人啊 跟这两个小人 同时死掉了 同时被钉上 这个 十字架了 但是真主人啊 又立刻复生了 这可见真主人 是不会死的 耶稣的重生 他的意义呢 代表了一个 很深沉的 一个 现象 那就是生命不死 灵性不死 哦 真主人被 这个小人 害死了 那小人呢 也跟着死了 但是呢 真主人 后来又 又复活了 复活 所以你看 我们的这个十字架 人身上的十字架 那就是 中间的那个 就是真主人 就是我们的真神 我们唯一的真神 这个神呢 是通 通天通地 通万物 跟上帝是感通的 跟拿母是感通的 跟所有的万物 都是感通的 那么你不背起 这个十字架 你怎么认识 你身上的真主人呢 所以耶稣 这个真主人的意思啊 是表示 我们内在的 那个神性 我们刚才讲 道与神同在 那么我内在的 那个 的基督 就是神 就是道 所以我也有道 那虽然呢 基督教他本身 并不同意 这种说法 甚至呢 他们根本 不认为 有这样的说法 可是 真的 了解的人 我们知道 十字架 绝对不是 他们手中 所画出来的 所做出来的 那个十字架 而是内在的 十字架 那么这个 内在的十字架呢 并不是代表 一切的罪恶 一切的 负担 与一切的苦难 不是啊 而是什么 而是呢 永恒的生命 那个永恒的生命啊 才是真正 十字架的价值 永恒的生命呢 你必须呢 把旁边两个小人 先把它去除掉 旁边的小人去除了 那么我们才有机会啊 说啊 我们能够得到 真的主人 因为小人 占据了十字架的位置 真正十字架的位置 只有真神 只有真主人 在住了 那么想想 我们内在的 那个十字架 是不是我们 唯一的真神 住在里面 我们唯一的真神 他是通天通地通万物 与一切性格 无所不通 所以呢 他寥寥分明 他可以来去自如 所以耶稣基督呢 他呢 很自在的上了十字架 很甘心的上了十字架 他用他的宝血 来洗尽人 人世间的成功 误会 他希望呢 借着他的牺牲 来唤醒大家的觉知啊 那么我们知道耶稣 耶稣并没有死 他的复活呢 是一种 表法 这种表法呢 让我们知道说 灵性是不死的 他随时会 会 会再活过来 会存在我们的身边 甚至呢 耶稣基督呢 一直都 在人民的身边 只是呢 我们没有看到 他的形象 没有看到 他的肉体 那么总认为呢 耶稣基督 已经离给 离我们而去 那么如果说 神也住在我的里面的话 那么耶稣基督 他怎么可能离我而走呢 你看有一个人 对于耶稣基督 非常的信仰 非常的 祈求 能够见耶稣基督一面 那他就呢 每天不断的祷告 希望呢 耶稣基督呢 能够呢 清理 显像的 让他 见一面 跟他谈谈话 那后来 不晓得 不晓得 不晓得用什么方式 耶稣基督答应他了 答应他 那他就说 要请耶稣基督吃中餐 特地呢 在他们家呢 摆宴席 恭请耶稣基督的大家 来光临啊 你看说 我们说欢迎光临 欢迎这个光来临 这个光是谁 光就是我们内在的真主人 光是耶稣基督啊 光是神啊 光是道啊 所以我们内在的那个神与道啊 居住在我们身边啊 大家在说欢迎光临的时候 是欢迎我这个主人 我这个真主人 来到啊 那么这个人呢 也是欢迎光临 大白宴席啊 来邀请耶稣基督 那那一天的中餐啊 十二点快到了 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人影 这个主人呢 很担心啊 因为他也请了 各地方的名人啊 这些富商啊 他说耶稣基督答应我 我今天要来赴宴啊 结果呢 他是不是 忘记了 那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来 他不就 好像是骗大家了 他就很担心啊 结果十二点还没有到的时候啊 有一只狗出现在他们的宴席之中 但是没有人理会这只狗 那么这只狗呢 走到了宴席啊 看到了时间已经快到了 大家也没有理会他 他就呢 把宴席上的东西呢 大口大口的吃起来 他跳上宴席桌啊 吃着他喜欢的东西啊 不断地吃啊 等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来 十二点钟已经超过去了 耶稣基督还是没有来 怎么办 只好 只好散会啊 因为宴会也被这只狗 搞得乱七八糟了 那这个人呢 就非常失望 再去跟耶稣基督 禀报啊 哎呀 说神啊 你老人家 答应我了 怎么没有来啊 让我很失望啊 那这个 耶稣基督呢 又不晓得用什么方式跟他讲 说有啊 我有去啊 我有去参加你的宴位啊 那个人说 没有啊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 怎么没有看到我 你不但看到我 还叫人家 拿哨子走 把我的腿打断了 把我赶走 这个人一天就 非常的惊讶 说 没有啊 我们只有打了一只狗 从来没有看到 耶稣真神啊 那个耶稣才说 那只狗就是我啊 这个 这个人啊 一听啊 大惊失色 怎么耶稣会变成狗的模样 来参加宴会呢 这个神才跟他讲 神在万物之中 神无所不在 你要把那只狗 当作像神一样服事我 那就对了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预言故事 我们从这个预言故事啊 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不是那个肉体 不是那个形象 而是呢 那一份精神 那一份大爱 所以在耶稣的教育里面啊 他呢 无所不在的 这个耳敌面命的 教导我们 一定要呢 爱一切的人 所以说神爱世人 那么这句话呢 就成了基督教 最经典的话了 神爱世人 但是呢 这个 这个牧师啊 基督教徒啊 知道说 神会爱他们 所以呢 他们呢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 非常的固执 非常的坚持 神会爱他们 但是呢 他们把这句话呢 完全理解错了 因为呢 神爱世人 并不是说神爱基督徒啊 神当然也爱基督徒啊 可是呢 基督徒不爱世人 基督徒只爱 只爱神啊 所以世人都不爱基督徒 那世人不爱基督徒 神爱世人啊 所以变成说呢 世人爱神 神爱世人 不爱基督徒 这中间呢 跟基督徒 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所以我们知道 基督徒 在耶稣过后啊 他的这个 所谓的正法 项法 所谓的末法 就是非常的快速 你看基督徒 基督徒 也有演变成 这个宗教的战争 也有演变成 这种 自己的 自己的宗教 所以变成说呢 在这个神 的教化之中啊 已经完全扭曲了 这个神的旨意啊 基督徒啊 自己扭曲了 神的旨意啊 所以彼此互相 不能够相容 那么对于世人啊 他更是呢 没有办法 用博爱的心 来宽容 来关怀他们 因为呢 他们只为神做事 神叫他们做了 他才做 神不叫他们做了 他们就不会做 那么他们 神的旨意呢 是自己解释的 完全没有了解 神的旨意 那比如说 这个耶稣 他讲到 你们要进宰门 因为呢 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近距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找的人也少 那么这句话呢 他的天机是什么 那一般人的理解 就是说要上天堂 比较 比较难 那要进地狱呢 比较快 那么 造善的人 少 作恶的人 多 所以上天堂能忍受 其实这个解释呢 应该不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耶稣的精神 那么我们 得到明师的指寿 我们知道 明师的指寿 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这个 他这句话呢 就是印证明师的这个 一指 你看你要进窄门 要进窄门 你才能够得到永生 你要登堂入室 你看登堂入室 这条路是很窄的 我们古大德 赐献给我们的 要知道 祖师西来义 那都是单传独受 哪有那么简单 所以要得到 这个耶稣基督的真传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看在 基督教的新约 圣经里面 有所谓的圣保罗 那么圣保罗 他可以 他虽然没有跟过 耶稣 但是他从 耶稣的这个教义 了解到 这个耶稣的精神 所以他留下来的 这些书 也变成 这个圣经里面的一部分 那他这个是真实图 然后他说呢 要进窄门 要进窄门 就是你要真正的 体悟到 耶稣 他所传的这个奥子 那这个奥子是什么 奥子就是 对待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万物 那么你都是用博爱的 你不是只有神爱世人 这个基督教爱神 基督教爱神 没有 没有意义 你只爱耶稣 可是呢 是你不爱世人 所以世人呢 你不是批评 你不是呢 指责 不然呢 就是不关心他 但是呢 这不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要你爱世人 不是叫你爱耶稣 那么我们爱世人 所以耶稣基督也爱我 耶稣基督爱我 他不爱基督教徒 所以基督教的这个发展 总是呢 在我们台湾地区 或者是华人地区呢 总是呢 有他的限制 限制在哪里 限制就在这里 就是他们只爱神 他不爱世人 他爱世人 是用 有标准的 有对待的爱 那是世间的 明文立养的爱 自私自利的爱 所以耶稣的这个 不爱的精神 他是何其的宽广 何其的无限 你对于 整个天地的 一草一木 一只蟑螂 一只蚂蚁 你都要爱 这个才是神的精神 那这个精神呢 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微妙 你必须真正落实了 你才有办法了解 耶稣基督的一个 教义啊 那所以说 神的果在哪里 路加福音里面 他说呢 神的果到来 不是眼睛所能见到的 人也没有办法说 人也说不得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看哪在那里 那都不对 因为神的果 就在你们的中间 他说神的果 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也不是你眼睛看得到了 在那里 在那里 在这里 都不是 神的果就在你们的中间 那你们的中间在哪里 这个我们求过到了就很知道 就很清楚 我们接受 圣灵与火施洗的人 就很清楚 那你会说 耶稣基督用水跟我们施洗啊 是 耶稣基督当时是会用水跟人家施洗 但是 末法施洗的耶稣基督 他现在是用圣灵跟火来施洗 他真正的指出 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 神就在我们的里面 就在我们人的中间 中间 他不是说 你跟我的中间 而是人 人的中间 灵的里面 他的意思是这个 所以耶稣基督 他要不断的告诉世人 神在你的里面 所以 神 他爱世人 你必须呢 听从神的旨意来爱世人 你必须把神的这个爱啊 把它扩及到无量无边 那么我们知道 在基督教 天主教 他们在世界各地 偏远的地区啊 做到了慈善的事业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所有的宗教里面 大概也是只有基督教 天主教做得最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 最近 莫拉克台风 受难的这些原住民 他们信奉的 大都是 基督教 天主教 那因为我们自己 也不晓得 基督教跟天主教 为什么要这样分 当然我 当然是 因为有他的 有他的时间 有 可是呢 一般的人 并不了解 其实呢 在我们说来 五教圣人的奥子 五教的这个 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 是 就是同一个教义 那么这些原住民 他们受到神的关怀 受到神的旨意 藉由这些教士 传教士 这些牧师啊 来传导神的旨意 但是呢 毕竟呢 他们是 做一种教化的功夫 他们已经 没有道的 精髓在里面 所以神就是 道的精神 已经看不到了 那么他们 听从神的旨意 来到这个 边缘的地区 来爱护 这些边缘的 地区的人民 凡事相信了就 相信了就给他 各种生活资料 不相信了呢 当然就没有办法照顾 所以这样的精神呢 就没有办法广集 没有办法扩充 所以基督教 在这个台湾地区 在汉人的世界里面呢 他的这个普及度啊 是有限的 有限的原因呢 是因为教徒呢 自己把神的意识呢 把他局限住了 这个局限呢 造成神的旨意啊 没有办法 落实到每一个地方 那他说 神的国度 就在这里 就在你们中间 这个在你们中间 谁会晓得啊 到底是在谁的中间呢 那么如果说 今天不是民师 来传道给我们 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了解 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 他里面的一些天机 要怎么样去 去诠释他 神爱是人 神是博爱的 你看这个爱 各家各家各派都讲爱 各家各派的爱呢 他有不同的切入点 那基督教所讲的博爱 那就是一种 没有范围的爱 如这个佛家讲的慈悲 慈悲也是 没有范围的爱 儒家是入世间的爱 他讲亲爱 那儒家呢 因为呢 他体积到 人的那个有限性 所以他必须呢 从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这样的一个方法做起 那这个是 也是很实在的做法 那毕竟别人的小孩 跟自己的小孩 如果两相对照之下 你还是会先照顾自己的小孩 再扩及到别人的小孩 这个是人性 那么耶稣基督的博爱 他虽然讲到 每一个人都要爱 但是呢 透过做法 透过做法 你必须 遵从 这种世间人的爱的做法 当然这个 外国人 来到本国传教 那他就可以不必这样子 这个就是博爱 那当有一天 我们也变成传教士 我们也变成了 这个传道徒吧 那么我们对于世间的小孩 也是没有差别的爱 可是呢 对于自己生的小孩 那一放这个血浓于水的那种爱 你毕竟呢 还是区别的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人 但是那个没关系 基督教讲的 这个博爱 跟这个爱 跟这个亲爱的爱 他是一点也不违背 一点也不冲突 那我们尽 神的旨意 把这种博爱的爱 把它做好 所以神爱世人 我们就需要去爱世人 没有贫富贵贱 任何人都可以受到 神的关爱 的关爱 神的关爱是要透过神 透过神的这个 关怀 透过人的关心 透过人的这个问候 领受到神的那份爱 就在里面 这个是基督教 要教我们的 所以基督教里面 这个圣经里面 如果你有兴趣看 你会发觉到说 哇里面的这个内容 可以说与我心有七七焉 那浩雪有幸 在工作期间 因为先前做过 那个所谓的工作 那所谓的工作 没有事的时候 就坐在那里看 就选择看到圣经 看着圣经 从第一个字 看到这一个字 才知道基督教的精神 它真的是 跟武教的 这个教主的精神 没有差别 虽然他用的言语 他用的这个方式 跟其他教的不同 可是他的爱能 通通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启示录里面 他讲到了一段话 他说呢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还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 隐藏的 曼娜 赐给他 并赐给他 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 新名 新的名字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 能认识 你看启示录 他里面就有很多不可解的天机 那这个 这个有点像神话 那他这段话呢 他更是没有人听得懂 他求过三宝的人 这句话呢 就深有同感 有耳朵的就应当听 听什么 听那个老师 听那个神啊 所传给你的那个 秘咒 的秘语是什么 他的秘语是 Mana Mana 那Mana是什么意思 我们大概也不得得 不可得知 那就这个 不能得知的就是一句秘语啊 从这个秘语里面啊 你就好好的去参悟 好好的去修正 有一天你就懂了 就好像名师传给我们的 无智真经 无智真经 你慢慢去体会 当你的真人精错的时候 无智真经你就可以了 随时提起来 那么用到呢 你用而不用 不用而用 也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 行住作物 你都能够朗现出 那个无智真经的真意啊 会发现到说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无所不包 的那个 永恒的存在 自信迷勒 迷勒的精神 我们知道迷勒 是未来 要长教的未来佛 那么迷勒呢 他本身的意思 就是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无所不包 那么没有时空 没有限制 所有的一切 通通包包在里面 那么你怎么样 跟迷勒沟通呢 基督教讲 曼娜 透过曼娜来沟通 曼娜就是无智真经 他们当时 所传的无智真经 那么其实 通了之后 什么都通了 我们虽然不晓得 当时他们的这些教徒 有多少人通了 但是呢 回归到那个根源处啊 发现到说 通通都是一样的 法法相通 所谓法尔如释 那他说呢 会释给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的新名字 除了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认识 除了拿了那块 白石写新名字的人 没有能够 没有人能够认识 那新名字是谁 曼娜又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面的天机啊 我相信 我们求过道的人 会体悟出来 那可见呢 基督教里面也有三宝 你看耶稣基督 他在传额统的时候 是按手印的 你要在额头上 有盖章的人啊 额头上有盖章的人 那这个人呢 他在躲过天灾地变 躲过灾结 没有盖手印的 他会遭受到灾结 那么可见盖手印的人啊 你又必须知道 十字架的精神 你就必须去实践 神爱世人 他的一个教义 他的一个实质的精神 所以基督教里面 重实质 不重外在 那实质才是基督的精神 那实质就是表现在 我们这些传教士里面 他们的言行之中 所以你们要 不断地去研究 研究到后面 你才知道说 基督教的精神 佛教的精神 跟其他各家各派的精神 通通没有分别 他说呢 谁受洗就能够逃 谁说受洗就能够逃避上帝的愤怒 你们该以行动 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悔改 这句话讲得好啊 不是受洗就能够逃避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愤怒是指 天灾地变的来临 那不是受洗的人就可以逃避了 所以要用行动证明 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悔改 悔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断恶修善 破米开悟 要转凡成圣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从今天以后 你不会再做不义的事情 你不会再说不该说的话 你要完全的接受 上帝的洗礼 让上帝的灵 跟你的灵合而为一 用火把你过去的罪业 通通烧除掉 所以你这个才叫真正的悔改 基督教 天主教 透过祈祷的方式 跟神沟通 那么祈祷呢 就是一种心灵的修炼 我们也希望 每一个人 能够常常用祈祷 来跟天地沟通 跟神明沟通 跟我们的自信 沟通 如果说自信 本质具足 自信 能生万法的话 那么一切的问题 都在自信里面 找到答案 这个就是 基督教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 把以前的过错 把以前的无知 通通抛舍掉 从今天起 开始做神的传人 基督的传人 那么你就真正的落实 基督教的教义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我们 试着 来解释 伊斯兰教 回教的教义 回教的 圣人 穆罕默德 他创立的 回教了这样的一个 体系 跟文化 环境 那成为 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大教 那回教现在呢 有越来越多人 信仰的趋势 所以可见呢 莫汉莫德的信仰啊 那在全世界 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那回教的教义呢 也得到很多人的肯定 继续呢 要信守奉行 那如果说 回教 那是武教之一的 的话呢 那么他就是 道的一个支流 武教的圣人 来将道 配合着各地的文化环境 生活方式 以及呢 民主情感 来创立 他们的宗教 来让他们呢 接受神的旨意 接受神的指导 最后呢 进入神的国度 那这个呢 是 武教啊 他们会各自发展成 一个宗派的道理 那伊斯兰教 他的翻译的名词 就是叫伊斯兰 那伊斯兰呢 这个是 阿拉伯的 文词啊 阿拉伯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顺从 归顺 这个 安宁 和平 等等的 完全服从 真主的旨意 那回教的信仰呢 非常的坚定 他们 他们 只相信 一位神 那这一位神呢 是独一无二的 是 万能 主宰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仰啊 就形成 他们内在 一股很大的动力 那么 我们如果印证其他的教 他会跟其他的教派 有异曲同工之庙 那所以 回教呢 成为一个大教 也是有他的 这个必然的原因啊 那我们说 伊斯兰教 为什么我们又叫回教呢 这回教大概是只有中国人 在叫回教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伊斯兰教 在唐朝 大概是玄宗那个年代 因为安史之乱啊 传到了 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民族 叫做回合 那么回合这个民族啊 坚定的信仰 那所以后来呢 伊斯兰教 又把他称为 回教 那么这个是有他的历史渊源 那伊斯兰的信徒 总称叫做穆斯林啊 所以穆斯林 这个字呢 也是出自于阿拉伯文 代表的归信 这个顺从 真主命令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信从 没有归顺 真主命令的人啊 那他虽然加入回教 但是呢 也不能够叫做穆斯林 那意思就是说 他也不是真正的信徒 那所以 你看至今 各家各派的宗教 其实那个信是很重要 信仰真主啊 信仰你那个心中 你所最渴望 最向往的 那个唯一的真神 那么如果说这个真神的信仰 已经坚定到 这种牢不可破 坚定到呢 你充满信愿 那么这个真神呢 就会在我们内在 产现出无比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呢 会跟我们内在的 这个信念 深深相通啊 这个相通呢 其实就是 我们内在的自信 被唤醒的 那内在自信唤醒的呢 那么神性 就同时产生在 我们的内在里面 我们是神的一个化身 那因为神创造了天地万物 所以我们也是神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见了 回教 他们只要一信啊 他们都非常虔诚 那伊斯兰教 他们的寺庙 在历史上 叫做清真事 那清真 清真这个字啊 就有很深的意义 你看清是属于清静心 我们一切呢 这个自信的源头啊 都是清清静静的 都是呢 纯染无瑕的 所以叫我清真 真就是不为 毫无作作 所以当我们自信流露的时候啊 那一份清静无染的作用啊 那是可以 可以 迫及到 所谓的与界 这个三界十方啊 那么这个三界十方的 所有的一切被神所创造的 这些万事万物啊 那既然都是有神性在里面 那么我们也自然可以跟他感通 透过这个 我们内在的神性啊 我们感通到所有的神 这个物质上的神性啊 原来跟我都是同一个来源 那同一个来源 当然就是阿拉 这个真主 所以阿拉呢 是至高无上的 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一个真主啊 那包括穆罕默德 他也是阿拉的 一个使者 来传递阿拉的讯息啊 这个我们会陆续讲到啊 我们来说 这个回教的六大信条 那他的 六大信条 就是 第一个 信真主 独一无二 第二个信天使 第三个信经典 第四个呢 信使者 第五个信复生日 第六个信前定 想要做一个 信仰完美的牧师里 就必须遵从 这六条信念 那么他们回教的 基本的信念 就在这六条里面 首先第一条呢 信真主 独一无二 那这个信呢 一定是非常的坚信 只有非常的坚信啊 才能够产生 真正的真主 真正的独一无二 那么我们讲 所谓的不二法门 我们讲本来面目 这个 虽然各家各派呢 虽有他不同的讲法 但是呢 我们把它汇通起来 发觉到说 其实呢 在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虽然用东西来形容也不对 但是呢 勉强来称为 我们中国人 历来就把它称为 叫做道 那基督教呢 天主教呢 还有这个回教呢 通通把它称为 这个主 这个主呢 是真主 所以是独一无二 那这个独一无二的 就是我们的道体 当我们道体流露的时候呢 你看 骗虚空禁法界 那这个骗虚空禁法界的 这个境界 必须是我们的心 是处在觉悟的状态 是处在明朗的状态 处在那个清净的状态 无瑕无染 那不偏不邪 那么这样的一个 清明的 一个觉知啊 可以透达到 三界十方 那么当真主 他的神性 需要透过人 来完成的时候 我们会马上 感召到真主的力量 然后呢 将他付诸实践 那么神 他是不需要 不需要 做任何的指挥 神 只要一刀命令下来 那么所有的 这些死者 这些信徒 这些天地万物 都要依循 神的旨意来做事 那所以 阿拉 他有绝对的权威 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权威呢 产生绝对的力量 他这个力量呢 会让人 毫无疑惑 他会让人呢 精进不懈 来走进神的国度 那这个是一种 很好的 一种信仰 那这样的信仰呢 难怪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 坚信他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 来礼拜他 那我们看第二条 他说信天仙 或者是说信天使 这个天使 他的面貌 他是 是无形的 所以天使在我们人世间出现 都只是一个化身而已 那他来人世间做什么呢 当然人世间 来指导 世人 来 来点化世人 或者是来教导世人 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 但是呢 他们是无形的 所以呢 他们 做了这个指示之后呢 马上就要回 回去了 那他们代表阿拉真神 阿拉真主 来传达旨意 所以我们说 阿拉的信念 是透过天使 来传达 传达到 这个人世间 那么 人世间呢 这个听从 阿拉的旨意 听从这个天使 所传达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信念 然后付诸实践 所以 这个第二个信条里面 信天使 那就是 你不用怀疑 他就是代表阿拉 来的 第三个呢 就是信经典 经典 它 它主要的就是 古兰经 也说 可兰经 那么古兰经里面呢 都是以 圣训的方式 类似我们道场 先佛圣训 这种方式呢 记录下来 那 他说呢 这个经典啊 是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经典呢 必须 让每一个信徒啊 都能够 来信奉他 当每 当每一个 这个 天使啊 来到人世间的时候 他都会指示 一个先知 然后呢 会送 是给他一本书 这本书呢 就是圣书 那这个书呢 就是记载着 你在人世间 所要执行的 使命与任务 所以我们这里 信经典之后 接着要信使者 信使者呢 跟刚才说的天使 有点不一样 那么信使者 使者的意思就是圣人 他是成为人的模样 然后呢 活在人世间 跟人群 相处在一起 但是呢 他也是天使 因为他同时 传达 真主的旨意 那么因为天使呢 是无形的 他没有办法 二六十中 生活时时刻刻来 跟我们在一起 可是呢 使者不一样 使者呢 他变成 这个人的模样 生活在这个地球 然后呢 来传达 阿拉的旨意啊 所以这个圣者啊 每一个人 都有一本圣书啊 这个经训呢 透过他来 弘扬神的旨意 那他这个圣书 怎么来的呢 这个圣书呢 的由来啊 大概是天使 传授给他的 所以呢 这个有一点像 我们现在呢 先佛借鞘的方式 不管透过这个 托梦 或者是说 借鞘 或者是说 开撒 等等方式呢 都把它记录下来 成为 成为一本 经书 就是 他们说的 圣训 那么使者 这个圣人啊 这个莫汉莫德 就是圣人之一 莫汉莫德之前 也有很多圣人 来到世间 来传达 阿拉的旨意 但是真正的 把这个可兰经 把它发扬成一个教派 把它形成一个组织啊 就是在莫汉莫德 的时代来完成 那么可见呢 莫汉莫德 他的这个使命啊 跟其他的 使者的使命啊 又不一样了 他肩负的这个 教主的 的作用啊 来弘扬教义啊 让回教的精神啊 成为一个 地方上的文化特色 那所以说 啊 信使者这个信条 他们对于莫汉莫德 这样的使者 是完全的信服 那么跟信奉真主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 我们说天命名师 在道场讲 天命名师 我们道场注重天命 那天命呢 是唯一的仪归 那我们道场讲的天命啊 那有一点类似 这个回教他们所讲的 信奉真主 那个信奉真主的 那个观念啊 这个就是有一点 雷同啊 我们对于天命的信仰 那么没有天命呢 我们就没有 这么样虔诚的 信仰的力量 那他们呢 如果说 真主把他抽离的话 那么他们的信仰的力量 也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贯道呢 是有一点类似 那他 他说圣人 在末汉末德这个时代 他把这个 整个教义 把他落实 把他有组织 把他成为一个系统 然后呢 推广到 中东地区 这个阿拉伯世界 那其实我们知道 回教不只是在中东 全世界 各个国家 他这里说呢 有八十八个国家 都有 都有回教徒 所以 这个回 回教徒 他们不信而已啊 一信呢 就非常的坚信 那么回教呢 他们有一些教义啊 成为现代人 现代的回教徒啊 一种激烈的手段 这个我们在新闻 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我们等一下 陆续再讲 那再来就 第五个信条 就是信 复生日 复生日就是 那个再生 也就是说 真主会再生 当真主来临了 那一天 那就是呢 是一个 大审判的日子 审判过后呢 世界和平 那么这些 造罪造恶的人 就要永受 地狱之苦 所以这个 他们坚信了 这个真主 有一天 一定 要来到人世间 来做 这个大审判 第六个信条 就是信 前定 前定是什么意思呢 前定就是 命中注定 你以前造了什么因 那么现在呢 得偿什么果 这一切呢 都有前因后果 所以这 这个呢 有点像佛家所说的 因果的观念 那信 信前定呢 你就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哦 你也没有什么好贪恋的 哦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抱怨了 那么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 这个 消弭 人的那一股冲动 人的那一份妄想 以及呢 人的那一种烦恼啊 既然相信 前定的话 那么 我们对于 真主的指示 是 唯一的尊宠 哦 真主怎么教我们 我们就做什么 那至于 不是我 所拥有的事情 哦 所拥有的 拥有的这个钱财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 太努力去执着他 所以他这个 这个信前定啊 是很有生意的 其实呢 就是叫我们 相信英国 所以阿拉伯人 他在英国方面呢 也可以说做的是 非常的虔诚 非常的赌尽 那比如说他们 他们要 奉献 要做 每个月要做财师 那他们这个财师的部分呢 就做得 非常的 实际 那所以后 后来我们看到的果报就是 阿拉伯人 就很有钱 以前没有听过杜拜这个国家 到现在呢 杜拜竟然成为 我们现在国际社会上 一个相当轰动的 的一个国度 这个休闲的圣地 这个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条 那他说呢 阿拉是真实的 是独一的 是主宰于造化 宇宙万物的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阿拉 服从阿拉 崇拜阿拉 阿拉说 世人啊 你们应当记住 阿拉对你们的恩惠 在阿拉之外 还有任何造物主 从天上与地下 供给你们生活来源吗 除了阿拉外 绝无因受崇拜的 你们还要转向何方呢 那这个 这个说法 就很明确的指出 你就是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就是阿拉这条路 就是真主 信奉真主 服从真主 归顺真主这条路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它理解成 是我们的自信真主的话 那么其实 我们对于 这个自信真主的 相信 服从与归顺 那是不是呢 就是了 去服从阿拉 那可是阿拉不是外在的神 那他虽然视线 那个神的力量 但是呢 他有一个自信阿拉 自信阿拉 他呢 教我们要真正的 放下 你外在的一些执着 外在的一些妄想 分别 你去信从你内在的那个阿拉 他那个阿拉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到底 是唯一的这个创造万物的来源 那么我们说 生天生地 生万物的根源 我们把它称为道 把它称为老母 那个根源 事实上他们用不同的名词来解释 那个就是阿拉 那如果这样想的话 阿拉 跟所谓的道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老母 他那个根源 根源处 不就是一样的吗 那么其实 所有的宗教 都是在讲 我们内在的这个自信 当这个自信呢 他已经没有真主的时候 他就会被 各种的 这个烦恼妄想 给染着了 所以就不信从阿拉 当他要信从阿拉的时候呢 你就要相信 阿拉的指示 听从阿拉的指示 把外在的 这一些享受 把外在的这些贪欲 通通给他放下 然后回归到信仰之路 那因为呢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有一点像我们说的 民心献性 顿路成佛 那这条路呢 由于太过遥远了 对于一般的人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达成 所以在回教里面 他们有所谓的 五种功课 那么这个五种功课 信徒们必须不断的 来 来执行 这五种功课呢 第一个就是 念错正直 就是念清真的这种 规条 那清真的规条 就是 不管它里面呢 有多少的这种条规啊 无一不是要 让我们返回到 清真的模样 清静静静 真实无望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这个境界呢 就是阿拉的境界 那阿拉的境界呢 就是 道的境界 事实上呢 都是 都是相通的 所以透过我们 这个念正直的 这个动作 让我们更清楚 更了解阿拉 我们要得到阿拉的 这样的一个指示 或者是加持啊 也必须透过 念清真词 这样的一个动作 来跟阿拉感应 所以 念错正词啊 是他们每天的功课 那也有一点像 我们现在的 这个念经啊 这个动作 那第二个呢 就是礼拜 礼拜呢 要每天都要拜 每天有五个时段啊 必须呢 向阿拉朝拜 一个宗室的 这个回教徒啊 每天的这个礼拜啊 要有五次啊 那礼拜的时候呢 要祷告啊 要祈祷啊 所以透过这个时段 来让自己达到清真 来回归到神 那个国度啊 神的那个心态啊 那祷告是在天亮之前 也就是说 你刚起床之后 天哪没有亮之前 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向阿拉祷告一次 那中午 那中午 要祷告一次 下午 要祷告一次 那日落的时候呢 祷告一次 睡前呢 又祷告一次 那这五次的祷告 在生活之中 你必须特别 空出时间来 来做这个功课 那这个功课呢 很好 也可以说呢 在 所有的这个 宗教之中啊 大概就回教徒 他们做 做祷告啊 次数是最多的 做礼拜 次数是最多的 那么我们都说啊 我们回到 自信本体 要常常透过 各种的戒律 那透过戒律呢 才能够产生定力 才能够产生智慧 那所以 这个就是戒定慧的功夫啊 那他们这个 虽然没有用戒定慧 这个名词 但是呢 他们已经在做 戒定慧的功夫啊 那透过这个祈祷 透过念经 让自己呢 身心稳定下来 让自己随时呢 能够跟真主感通 那也让自己呢 常常生活在 感恩跟忏悔之中 随时跟阿拉呢 的神性呢 保持互通 那阿拉呢 住在我的里面 所以呢 我要依止阿拉的 这个旨意 来从事 生活上的 各种言行 这个就是透过 读经 透过礼拜 祈祷 所产生的一种 一种定力 那 那事实上 我们看那个基督教 他们也有祈祷 那么我们道场 也有早晚的 早晚献香礼 但是呢 但是呢 真正的能够像他们这样子做到祷告 每天五次 那么如果没有在佛堂了 也要向着这个圣诚的位置 来做祷告 向着圣诚的方向呢 来祈祷 谋拜 来做祷告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 前性的力量 在他们的 生活之中 落实下来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祈祷 跟念证词 我们说念经 并没有 跟生活上有所冲突 它就是成了生活上的一部分 那生活上的一部分呢 就变成道的一部分 我们说二六十宗 那所以我们看到 电视上在播导 播报这些穆斯林 这些回教徒 他们怎么都这么虔诚 每年的这个 朝圣啊 哇都好多人 数以千 百万千万这样再算了 那这种力量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呢 他们在生活之中呢 已经落实到 阿拉的这个教规 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出来 一定做习惯了 做习惯了 所以呢 你要他们 这个 不接受神的旨意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 回教徒才能够产生 这么大的作用 那他说呢 阿拉说啊 你们当崇拜的是 唯一的真主 唯一的主宰 除他之外 绝无因受崇拜的 他是朴实的 他是特此的 那所以 阿拉是唯一的真主 除了阿拉之外呢 没有人可以受崇拜的 他是特别慈悲的 他是普遍的 思想的 那如果说 从这句话呢 来印证新鲜的道理 其实就是这样子 唯一的真主 那想想看 我们自信 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真主 那么我们这个唯一的真主 除了自信的这个真主人之外 你还要相信谁呢 谁都不是啊 所以除了明师之一指之外呢 什么其他的通通 只是印证明师这一指 那如果没有 没有印证到 这个真主啊 那么你所做的功夫 你所做的修行啊 都只是 这个化舍天主 或者是要舍本竹墨 都没有 落实了 所以功夫就不得力了 所以你看回教徒的 他们的那个功夫 真的很得力 他们让自己 在透过礼拜 祈祷 这样的过程啊 让自己达到 这种安详 稳定 安居乐业 而且呢 自在快乐 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看我们的回教徒 我们所看到的回教徒 他们的那个生活样子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尤其在 在波 新疆 维吾尔族 他们那些 种族啊 回教徒 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啊 就感觉到说 他们好像 自身在自己的 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虽然属在这个地 地球的世界当中啊 可是呢 他们却可以呢 过得悠哉 自然啊 所以可见 他们对于 真主的信赖啊 是唯一的尊重 那只有那个信啊 那个绝对的信啊 才有办法达到这种力量 那他说阿拉是慈悲的 那我们的心是自善 自善就是慈悲 自善就是博爱 那么自善呢 就是清真 所以他说的慈悲 是从清静心所发出来 如果你还有分别对待 还有是非人我 那么你不是慈悲的 你还带有感情 那么人的感情 是一种烦恼 人的感情 会给人的千惨挂爱 那这样的千惨挂爱呢 让我们对于真主的信赖啊 就会失去一分的信心 所以一分的诚信啊 就有一分的力量 十分的诚信啊 就有十分的力量 这个是绝对真实的 那所以信奉阿拉 要有绝对的这个信心啊 来相信他 那么我们是不是相信呢 我们当然相信 因为呢 我们的道体 所所向往的 所追求的 跟他们所说的 完全一样 那五教真人 所追求的事实上 都是同样一个 那我们做过比喻 五个手指头 代表五个宗教 五个宗教 所追求的 到他的根本 原来就是同一个根源 那么他讲到阿拉这个真神 看起来呢 好像呢 很独裁 很霸道 其实不是真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宗教 都是叫我们信 唯一的真神 那么唯一的真神 就在我们的里面 他不从外面去求 他就从内在 去求 那要怎么求得到呢 你要达到 清净无染 你要达到这个 本来至善 真实无为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就能够跟阿拉 有所感通 这是阿拉 他们 第二个功夫 就是礼拜 那第三个呢 就是灾戒 风灾 那灾戒日呢 事实上不是灾戒日 是灾戒月 他们这个农历的 这个灾戒月 举行进食 进食就是不吃东西 从 这个早上 天亮的时候 到 太阳落下的时候 这段时间呢 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呢 所以 这个 从这个不吃东西啊 来表达出 一种意义啊 这个意义就是说 灾戒啊 是对于 真神的一种 一种恭敬的态度 也就是说 我这一年来 可能从我 身体上 产生很多 不好的 这些讯息啊 跟阿拉的旨意 是有所违背的 所以呢 我必须透过 这一个月的灾戒 让自己得到 一个舒缓 一个赎罪的机会 也让自己的 的这种信仰啊 达到一种亲近 所以呢 禁止这个 外在的 这种口实之样啊 那透过这个灾戒 来跟神 达到一种 忏悔 感恩的目的啊 那他 他说呢 天亮 天亮到日落 不吃东西 可是日落到天亮 就是晚上这段期间啊 他是可以吃东西的 那所以呢 他也不是完全 不吃东西 那他只是 透过这个戒律啊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清楚 我们必须呢 有这样的一个规戒 来致死的警醒 世人 然后呢 透过灾戒的动作 然后对神 有所表白啊 这是第四个 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 捐克 捐天克 我们说克岁 你必须呢 要 捐献这个克税 那他这个克税呢 是 每个人 每个人收入的四十分之一 透过呢 这个捐献啊 来缴你的税 事实上他这个观念是很好的 我们说 缴天克 缴天克这种观念啊 对于世间人 对于稳定这个世间的和平 那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 你看我们每个月 哦 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 我们受到的这种天地的恩惠 这种国家的 养育之恩 保护之恩 还有众生 互通 互通 互无 这样的一个恩德 我们都要感谢 那么感谢呢 除了透过这种口德 口 口语上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之外 你還要真正的實際的動作 就是把你所獲得的 把它捐出來一部分 事實上也不多了 四十分之一 把它捐出來一部分 作為 這個 向天地繳稅 向國家 向人民 行你的責任跟義務 事實上就是我們說的財布斯 繳天課 繳客 這個繳客捐 客捐就是繳天課 我們說的繳稅 所以他們的布施 不是說拿錢出來 做回饋 事實上他們是在 客捐 那客捐就是捐 這個繳稅 那繳稅是每一個人都要繳的 不是你自由布施 當然他們也喜歡 歡迎自由布施 但是呢你只要有收入 你就要有客捐 你就要有這個捐稅的這個動作 也就是規定你一定要行財師 所以行財師的這個動作 讓這個回教徒啊 他們的生活都非常地優渥 至少呢不愁吃穿 你看他們繳這個天課 這樣讓自己的所得 一部分跟人家分享 然後呢那個反饋的機制啊 就讓自己生生世世的都有 有飯可以吃 有房子可以住 有衣服可以穿 甚至呢還可以 還讓自己呢 擁有很大的福報 就好像這些阿拉伯的國家 因為呢他們呢在賣石油 所以呢都賺了大錢 那賺大錢 在我們的佛教的理論來講 這個都是有前因後果的 所以一個人會賺大錢 那他一定呢 以前做過財布施 做很大的財布施 那這個財布施呢 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那所以 他今天呢能夠得到財布 事實上呢 如果懂得這個客捐的道理 那麼我們呢 早晚也是會成為這樣的人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所計畫的 我們回天之後 所享受的福報啊 比人世間的福報大太多了 那所以 他這裡說的這個客捐啊 所累積的福報啊 也是 是希望我們回到天堂之後 再去享受 那他說的天堂 當然也有他的定義啊 這個我們 事後再講 再來我們講 第五項的 基本功課 就是朝聖 朝聖 他們的聖地 就是賣家 這個阿拉伯的 這個賣家聖城 是回家聖城是回教的聖地 是回教的聖地的 那麼他們每年 一生啊 至少要去 朝聖一次 不是每年了 一生至少 朝聖一次 那所以你看 全球 到了這個朝聖日 湧到賣家 湧到這個聖城的 哇這個人啊 數萬計 數十萬 甚至數百萬啊 那這些人呢 都不是 都不是很富有 他們都是呢 一步一腳印走來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 他們的那個 虔誠的力量啊 實在是令人 非常的動容 這個是 回教徒 他們這個 五個功課 用這個功課呢 實際行動啊 來表白自己的信仰 那如果說 這些基本功課 每天都落實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麼 回教徒 哪有不回天堂的道理 那所以回教徒 今天能夠成為一個 世界的宗教 人數也這麼多 那麼信仰的人 也這麼虔誠 那可以想見呢 他們那個教義啊 他們的那個民心啊 是 真的是很淳朴 很清真的狀態 那當然 如果說在城市裡面的 這些回教徒 是不是也達到這樣 我們就不得而知啊 至少我們看到了 這個回教徒啊 哇 他們都非常的虔誠 那麼 古蘭經 他裡面 講到 他說呢 不孝敬父母的穆斯林 他向安拉所做的 祈禱 是不被接受的 那麼可以 可見呢 他們也強調孝父母 那麼 各家各家各派 所有的這個宗教 沒有不強調孝父母的 那麼基本的 基本的人的道理都沒有辦法做了 那他怎麼做教徒呢 這穆斯林的教徒 最基本的就是要孝順父母 如果不孝順父母 如果不孝順父母 他的祈禱 是不被安拉所接受 也就是說 神呢 是不會保佑你的 那可見呢 這個 回教徒裡面 對於孝父母 孝順尊師 這個動作 他們是做得 非常的落實 他們的尊師 尊師就是對於 這個使者 這個天使 或者是對於 這個教堂裡面的長老 都非常的恭敬 對於阿拉的恭敬 反射在 在這些長老的身上 那就是尊師 那尊師 孝順 才能夠得到 安拉的 的一個加持 古蘭經說 使者確信真主 所降世他的經典 信士們也確信那部經典 他們人人都確信真主 和他的眾天使 及一切經典 和眾使者 因此 這一條 這個信條 來自阿拉的指示 只有完全接受阿拉指示的人 才可能成為真正的信徒 所以這句古蘭經的話 講得非常好 我們說一個人的成敬 那是一股很大的內在的力量 那這個成敬呢 就是要信 信我內在的那個真神 信真神所代表的死者 所代表的這個聖人 信真主所說的話 信真主 他 的一切 你看這個信 他不是一種迷信 他已經成了一種修道的功夫了 那如果真神不是外在的 而是內在的 那麼我們有什麼迷信的呢 有什麼不信的呢 事實上信 信 信 不用特別強調 因為我知道 神在我裡面 所以我必須遵照神的話 神的旨意來講話 神的旨意來做事 我的思維邏輯 都是神 的一切 那麼你講神的話 你做神的事情 你當然就變成神嘛 所以你自然就會回天堂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你看回教徒 他們的信啊 是多麼樣的堅定啊 那如果講到這裡啊 我們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說 一貫道 是一個 這個 普渡收遠的一個道的話 那麼對於一貫 對於這個回教的教徒 我們要怎麼渡化他 我們事實上呢 不能夠說渡化他 而是希望說呢 他們接受明師指典 如果說 每一個眾生 都必須接受明師指典 才能夠回到本來面目的話 在這一個真理的確認之下呢 那麼 回教徒 我們怎麼樣去引導他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啊 在我們道場 對於回教 這塊領域啊 一向是 很陌生 我們 也沒有看到 也沒有看到 課堂上在講 也沒有聽到人 在弘揚 回教的精神 那麼我們平常生活所接觸的 這些回教的人民啊 幾乎呢是完全是 沒有機會見到的 那所以 道也可以深入到回教裡面去 那當時 佛教傳到中國的時候 已經是到 佛陀一千年之後的事情 一千年之後 這個漢朝 東漢的時候 才有使者來到 我們中國 然後呢 推揚佛教的精神 到了 魏晉南北朝的醞釀 在唐朝呢 才 這個大大的洪展 那 他們當時 為什麼有辦法 將佛教的這個教義啊 推到中國來 而且呢 所有的 螃之螃蟹啊 也就是說 所有推動佛 佛教理念呢 佛陀 佛陀教化的人 通通沒有成功啊 通通呢 沒有大成就 那只有在中國這一支呢 有大大的 推動 大大的 這個成果 甚至開花結果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 深究它的歷史原因 我們可以 大概的 剖析幾個原因 那第一個呢 就是 他們來到中國 要開創佛教的教化 他們呢 的寺廟 所蓋的呢 是用 中國造型的寺廟 那麼中國人 以什麼建築 作為被尊崇呢 當然就是皇宮啊 皇宮那個建築 是對人民 被人民 所尊崇的 那所以他們的廟的樣子 就蓋成皇宮那個樣子 當他們看到這個皇宮樣子的這個建築啊 走進裡面 一看 哇原來 這裡面呢 這麼樣的莊嚴啊 那裡面的 這個供奉的神呢 不是印度人的神 而是呢 中國人的樣子的神 他把他造 把佛啊 把這些菩薩 做成中國人的樣子 那所以中國人 很快就可以接受 因為呢 我們來到自己 最尊貴的地方 我們來到這裡 敬奉 最尊敬的神 所以呢 佛教呢 很快融入 中國的這個生活圈裡面 而且呢 跟中國這種孝道的思想 結合在一起 哦 對於這種慎中尊遠 紀念祖先 這種觀念啊 佛教呢 也是呢 推展不移啊 所以 兩種文化 就這樣融合在一起 一直到了唐朝 醞釀 醞釀之後啊 在整個中國 魯士道三家 他已經沒有 沒有特別的分 分別了 你看一般的寺廟 很難看出 你到底是佛教的 道教的 或者是儒教的 儒家雖然沒有廟 但是呢 現在一般的 廟堂裡面 也有拜孔子的 哦 拜這些 這個儒家的 這些神 都有啊 那所以呢 在中國 已經融合起來了 哦 打破建制 整個融合在一起了 那如果想到說佛教 傳到中國的樣子 那麼我們是不是 也可以想到說呢 當我們到 白羊的天道 要傳到 回教的國家 我們是不是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呢 哦 我們蓋的是清真寺 哦 我們這個清真寺裡面 拜的主神 是莫漢莫德 莫漢莫德 就照他們的 心中的形象 來 來雕刻 那麼莫漢莫德 我們 變成清真寺的 這種主神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放母燈呢 當然可以啊 放兩宜燈 我們可不可以請壇 我們可以點到呢 我相信呢 這個 這不是問題 哦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哦 我們在很多地方 這個外國的地區啊 在點到啊 有時候是借教堂 有時候是借學校 哦 借祠堂 等等呢 既然這些都可以了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在清真寺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在 清真寺裡面 我們信奉 回教的教規 我們遵行 佛教 這個回教的信條 我們做回教的禱告 說回教人所說的話 哦 我們呢 我們呢 只是把道傳到回教裡面去 那麼跟他們的信仰完全不衝突 這個 這個道理呢 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麼 佛教在中國 要等到開花結果 其實也醞釀了一千多年 那醞釀這一千多年啊 我們今天 要把大道 深入到 回教的地區啊 其實也是 必須要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必須呢 生活在回教的這個使徒 回教的信徒的生活圈裡面 哦 了解他們的生活 了解他們的語言 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哦 然後呢 你才有辦法說 把他們的一些對於阿拉的信仰 透過這種民師的指引的方式來傳給他 那民師 指授給他的話 那麼他們當然 可以可以回到本來的生活 繼續他們的這種信條 哦 做他們的這種修行的工作 哦 事實上是生活的工作 那他們生活之中還是阿拉 他們雖然講阿拉 我們雖然講老母 可是呢都是同樣的東西啊 只是換個名詞而已嘛 這有何不可能 哦 所以在清真寺裡面點到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 一個突破 那麼 如果有新人 我們希望 真的有新人啊 好好的在這個回教地區呢 生根 扎根啊 然後呢 把道傳進去回教的世界裡面 那這個沒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啊 哦 是很難看到成果的 那你不能說回 回教的人很難度哦 回教人不是很難度 因為他因為他修得比你還好 他 他更虔誠 他對於他的真主更加有信念啊 所以他的這個認知啊 是比你清楚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我們要反攻自信啊 那麼我們要反攻自信啊 我們對於 道跟這個回教 為什麼不能融通的道理 一想通了就可以融通了 一想到這個根本的道理啊 回歸到這個本來的根源處啊 原來都是一體的 那一體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他呢 或者是他們不能接受我們呢 我們一定要用 我們台灣道場這個模式 強加在回教徒的身上 那他們當然不接受 他們怎麼願意來求道呢 那他們不願意求道 你哪有平壽萬教的可能 那所以 要平壽萬教 你還必須真的 好好的下功夫啊 在這個地方呢 好好的生根紮云 紮根啊 耕耘啊 所以回教是一個很龐大 很複雜的一個組織體系 一個文化背景 不是說你 你這個 道是至高無上的 你就要 就要回教的這些信徒 來聽你的 不是啊 因為他們也是道的一部分啊 那他們既然是道的一部分 他們只是還沒有 沒有求道而已啊 那他們修的不見得比我們差啊 那所以呢 要讓他 讓他們了解到 只有透過可蘭金 透過他們這些遺軌 透過他們的生活方式 然後呢 我們才能夠了解 今天的回教 事實上呢 是可以被 被道融合的 彌勒祖祖師的宏愿 平壽萬教 他是可以在道裡面的 我們今天聽到了很多 回教基金派的分子 他們為了他們的教育 為了宣揚他們的理念 不惜用戰爭 不惜呢 用暴力的手段 或者是說 用經濟的威 誘惑 各種壓力 來使 人們屈服 這個是錯誤的做法 這是不對的 這絕對不是 莫犯莫德的意思 這一定是後來的 這個教徒啊 曲解了聖意 曲解古蘭金裡面的經文 才會造成這樣子 才有所謂的 這個什麼 回教基金組織 各種 各種 暴力教派啊 那所以我們剛才 回教的這個 宣揚裡面啊 有很多的 的派別 那這些派別呢 在於可蘭金的 遵守上 以及 莫犯莫德的 崇拜上啊 阿拉的信仰上啊 都非常的遵守 只是有一些人呢 太過於堅持 那因為太過堅持呢 容不下別人 那容不下其他的教派 所以這個 這個現象呢 不只是在回教 其實在基督教 天主教 在佛教 都有這種現象 那麼一貫道 普遍被人所排斥的 因為一貫道是融合所有的宗教 但是所有的宗教呢 都不承認一貫道 那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有帶於我們一貫道的道清啊 好好的來努力的地方 大家早安 道之宗旨 那客尊就是謹尊 用很恭敬 用謹慎的態度 來刑慎 來刑持 四維鋼廠 那他講到這個古禮啊 可見呢 四維鋼廠 這個並不是 現代人發明的 也不是孔子那個時代發明的 所謂的古禮 就是自古以來 都在遵行的 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這個古呢 古到底是多古啊 那我們必須清楚 所謂的古啊 用佛經的話來講 就是呢 無始節以來 那無始節以來 到底多久呢 那就是沒有開始的開始 這個叫古 所謂古禮呢 古禮就是 沒有開始的開始 就已經有的 這樣的一個規矩 所以 古禮 講到最後 那就是一種 信德的發端 只要是人 只要是這個眾生啊 他都會有 這樣的一個 信德的流露 那就是一種 古禮 那四維鋼廠 就是把整個天地的秩序 把它架構起來的 一種 一種 最基本的 禮儀啊 那所以我們講 人 要頂天立地 那人憑什麼可以頂天立地呢 那麼天 在這麼高遠 地勢這麼薄厚 它可以讓人 在其中 優有 自得 自然的生活 那麼把天地撐起來的 這樣的一個支架 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四維鋼廠 那它講到 這個鋼廠 鋼就是一種 鋼鋼 鋼就是一種骨架 那就是我們 先前講過的 事實上就是一種規則 人 回歸到 這種自然的規則 自然的法則 那就是最健康的生活 接近於 這種 本心 本性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 本心 本性的生活呢 就是聖人 佛菩薩 他們的生活方式 那麼我們本來就是 聖佛 我們本來就是 這個先佛 那所以我們本來的生活 就是呢 四維鋼廠 就是五輪八德 那麼今天 這個本來的生活 我們卻需要去發揚它 因為它已經不見了 我們需要去發揚它 讓它了解 這個是我們 人本來的生活 那只有回歸 本來的生活呢 那個才是 對我們 對我們生 整個人生 對我們的整個 眾生啊 最好的一種方式 那所以說 我們古時候 把這種鋼廠 叫做道 道就是一種自然的法則 那這個自然的法則 不是誰發明的 是先天地生的 那這個先天地生呢 也不是誰生的 它就是呢 這是我們說的 本性具足 本來圓滿了 它就是如辱不動的道體 那所以呢 當天地生成之後呢 需要人 來主持這個天地 所以人 秉持著 這種天地的法則啊 來到 這個天地之中 治理天地 治理萬物 所以講到 四尾鋼廠 這個就是 這個架構天地人 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呢 是不是 不是說 你要遵守 這個標準 才會在 你不遵守呢 這個標準 就不會在 那麼這個跟你有沒有遵守 是沒有關係的 你 如果說 能夠 合乎 合乎自然之道 來行持的話 那麼整個天地的秩序 就是 和諧 又 安泰的狀態 那麼如果 我眾生 不接近這種自然的生活 不向往這種自然的生活 那麼 違背信德 來 行持的話 那麼天地 秩序 大亂 那麼 整個 天地的這個 支架 很快就會崩塌 天下大亂 人心溫亂 這個天災地變平傳 那麼這個時候呢 天地都已經沒有了 那麼人還有辦法生存在其中嗎 所以今天是講到四尾鋼場 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道理 人如果沒有這個四尾鋼場 人的天地就已經不見了 那麼還有什麼意義 來談什麼做人的道理呢 那所以最基本的 這個 規矩啊 就是四尾鋼場 讓我們知道 我們從小學的課本裡面 就讀到一句話 四尾 就是禮義廉恥 那禮義廉恥 國之四尾 四尾 四尾不章 國乃滅亡 所以禮義廉恥 這四個字啊 是代表的 一個 天地的支架 整個國家的 一個體系啊 那這個體系呢 是 自然 產生的 自然賦予的 人在這裡面呢 能夠合乎自然之道 那就呢 生活了健康 生活了自在 那麼如果這個 這個體系呢 它沒有辦法維持 運作了 那時候呢 國乃滅亡 國家就會滅亡 乃至呢 世界就會滅亡 所以可見 這個禮義廉恥 在我們現今的社會 尤其的需要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世界 充滿了 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來自於人心的問亂 所以呢 感應的天地的災解 天災地變就特別的多 你看現在呢 不斷有發生洪水 發生地震 發生這個 森林大火 或者是說 颶風 颱風 那麼所影響的範圍 它的之大 都是超乎以前的紀錄 那麼對於傷亡的人數 生命啊 它又是 比先以前的紀錄了 還要多更多 所以科學家 都不斷地 在想盡辦法 那麼科學家認為呢 今天的科學技術 還是有辦法 克服這些難題 但是呢 有一個層面呢 必須是 人來配合的 那這個層面呢 就是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呢 如果能夠 配合科學的技術 人的這個 面對天災地變的考驗啊 是 那是可以安然過關的 那從科學家 這樣的一個論斷啊 即使我們知道 即使我們知道 如果從 佛 佛經 他所說的道理 這個天災地變 他不是從根本來解決的話 那麼科學家所說的 這些呢 都是 自末的方法 不是自本之道 那自末的方法 你的表象 事項上 好像解決了 可是呢 你的本沒有解決 本是我們的心性的變化 你的心沒有解決 你對於這個 倫理剛才 你對於 理義廉恥 你沒有去提倡 沒有去弱死 那所以呢 解決了表象的問題 問這個天災地變 整個世界的溫暖 它還會 繼續不斷的發生 氣候升高 天這個地球越來越熱 南北極的冰融化 我們的這個 海平面越來越升高 那海水倒壞的問題呢 日益的嚴重 那這個都是呢 我們今天 所看得到的整個 社會 世界的現象 聽說南太平 南太平洋 這些島國啊 有些已經成為 氣候的難民 那他們的土地升高了 國土浸泡在 大海之中 他們沒有辦法生活 那只好呢 向大陸地區 向其他 高地的國家 去買土地 來架構他們的國家 那整個問題呢 事實上已經是非常嚴重 那這個問題 雖然嚴重啊 我們今天呢 還是看到了一點希望 那這一點希望呢 就是有人 希望從根本救起 根本來挽救 整個世界的災局 那根本是什麼呢 根本就是 我們的心 真正的能夠斷惡修善 真正的能夠呢 破米開悟 然後呢 大家都能夠轉凡成聖 這個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大家 都能夠熄滅貪稱吃 都能夠勤修戒定慧 那麼這個世界呢 必然是 和祥安康的 也沒有災解慧產生了 如果大家都能夠 像儒家的君子這樣子 來和平共處的話 那麼這個世界呢 是沒有天災地變的 那麼怎麼樣達到一個君子 的修為呢 最起碼的 這樣的一個定義啊 就是在禮義廉恥 你至少你這個國家 你要把它支撐起來 這個國家呢 你要讓它運作的順喪 那麼國人 在這個國家的保護之下 他才有辦法 安然的生活 所以國之思維 禮義廉恥 我們就必須 好好的來討論 這個是人的根本 人的這個自信 是信德的流動 只有這個信德的流動 能夠在大德敦化 小德川柳的話語之下 能夠在每一個大街小巷上 落實啊 那麼這個國家呢 才有辦法 能夠在天地之中 被運作起來 那麼也就是說 人才有辦法 在這個天地之中 來生活 這個道理呢 事實上呢 說起來是很簡單 事項上是很簡單 那把道理分 分析清楚啊 這個理呢 又很深 那麼誰能夠知道說 現在整個天災地變的局勢 是人心所變化呢 哦 佛經講 佛經講 依報誰的正報在轉 那麼依報呢 就是我們 依附在人身上 的這些大環境 包括我們看到的這些 天地的現象 都是我們的依報 那正報呢 正報呢 正報就是我個人 所應該受到的 這樣的一個果報 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內心的呈現 那麼我今天能夠生活的 很富裕 很自在 很健康 那這個就是我的正報 那我面對的整個大環境 哦 也是呢 很自然 很自在的這樣的一個大環境 那這個就是我的依報 那我們知道 現在整個依報的環境 那是 非常的動亂 哦 我們呢 生活在戒慎恐懼之中啊 那什麼時候發生地震 什麼時候發生土石流 發生颱風 我們不得而知 那麼有什麼地方 可以讓我們可以安心的住下來的地方呢 哦 你說住在山裡面 隨時擔心土石流 哦 整個土石流 把村莊滅掉 毀掉了 那山區裡面 也有山林大火 這個山林大火 讓你 無處可逃 那住在平地的人呢 又怕呢 這個 台風 哦 又怕淹水 又怕地震 住在海邊的人 又怕海水倒灌 哦 水未上升 所以到底哪個地方可以 讓我們安心的生活呢 想起來好像已經沒有了 沒有讓我們可以長治 長治久安的地方呢 那麼我們只有自求多福 但是呢 在這個自求多福的這個宿命之下 我們必須要有一種智慧的覺知啊 去面對 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 如何 如何 看到 現在整個天災地變的產生 是從 人的內心 所變化出來的 哦 這個問題呢 佛經裡面講的最徹底 所以我們用佛經的道理 來解釋整個世界的現象 那是非常得體的 那麼佛經的道理 雖然講的很圓滿 但是呢 在現今的社會人心啊 要把它落實 要把它實現出來 卻不得不呢 去依據呢 儒家的道理 來把它落實 那所以呢 我們中國 儒是道合一 甚至呢 五教合一 它的這個原理原則啊 是有其相互依存的關係啊 事實上在中國 佛教 雖然是外來的宗教 可是呢 它早就融入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裡面 那麼儒家跟道家 雖然沒有講的像佛家 這麼樣的高遠 可是呢 它實實在在的 教導人民 從了無極 從太極 返回無極的 這一條聖賢之道 那所以祖師大德 告訴我們 今天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課題 就是呢 儒家為主的 一個修行鬼伴 所以儒家告訴我們 禮義廉恥 就是呢 國家的鋼廠 那麼禮義廉恥 把它做到了 那麼這個國家呢 至少不會滅亡 那所以 我們今天呢 要把禮義廉恥 把它分析得清楚 當然我們之前 對 類似相關的德目 也有分析到 那這裡呢 特別強調 客村視為鋼廠之古禮 所以古禮 是本來就有的 我們今天呢 是把它恢復 本來就有的 這種文化 這種道體的流露 所以禮 禮就是我們的生活的規矩 那麼人 沒有禮 這個社會呢 就會發生動亂 那麼這個 國家呢沒有禮 上下就亂 禮有點像呢 我們現在所講的 法 人人要守法 佛教講的戒 人人要守戒 那麼守戒跟守法 它跟禮的精神是很類似的 在我們人 這個後天的環境 只要有這個肉體 那麼我們必須呢 依循著這個肉體 來行持 但是呢 我們今天不去論述 肉體從哪裡來 整個宇宙從哪裡來 我為什麼要跑來這裡 今天都不去想那些 虛無飄渺的問題 我們今天呢 實實在在來討論 我如何 面對世界的災難 我如何解決天災地變 那如何呢 安處在這個天地之中 那麼 祖師大德告訴我們 你就是儒家的道理 你就是把它好好的落實 好好的去把它付出 去把它實現 所以禮義廉恥 你把它講出來 你把它做到 那麼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那我們講到 禮 先前我們也有講到 禮的這個德目 那當然 但是今天講到 禮義廉恥 國之思維 這個禮呢 它的範圍呢 又是一種 大範圍的禮 國家的 整個世界的禮 那這個禮呢 是在整個天地之中 我們在任何的時間 空間之下 都必須去行持的 也就是說 沒有國家 沒有時空的限制 沒有這些限制呢 我一個人 還是呢 能夠頂墊立地 行持了這個禮的法則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禮的 這種精神 可是呢 你教導 這個世界的眾生 我們天地的人民 你要怎麼樣 教他這些事情呢 他們怎麼可能 懂得這個道理呢 那事實上呢 每一個人的內心啊 都有一把尺 都有一個天秤 那 那麼這個天秤 他會衡量 做人的一個標準 他會知道呢 什麼事情該做 什麼事情不該做 做了這個事情 他會讓他 他有什麼樣的後果 事實上呢 人都有這個尺度 那但是呢 因為現代的人 被科技所迷惑 那所以 對於因果的現象 他比較不會去在意 他認為說 這個因果只是呢 佛或者是說這些聖人 他為了勸化人心 所編出來的一個道理 所以他可以不用相信因果 但是我們想想 如果不相信因果 你就可以不受因果的報應嗎 仔細想想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如果我今天不相信因果 就可以不用受因果的報應 那麼我今天不相信法律 我可以不用受法律的制裁 你說這樣對嗎 這樣說起來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因果 自然的法則 聖人的教化 等等呢 是不在乎你信不信的 因為那是我們本性具足的東西 那本性具足的東西呢 就不是什麼人發明的 那就是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子的 那所以 只要我們成了肉身的樣子 來到人世間 我們這個靈 用生命的形態 回到這個人世間來 那麼我們就必須遵守 人世間的這個規矩 我們常常說遊戲規則 那麼人世間的遊戲規則 就是禮 這個禮呢 我們必須在儒家裡面 看得清楚 儒家自 漢武帝以來 一直教導中國人民 把這個禮呢 落實在生活上 所以禮 在我們人 人文鋼腸之中呢 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儒家的教化裡面 禮也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原則 那麼任何時段 喔 任何的這個空間啊 任何的地方 你都需要禮 你看君臣之間需要禮 那麼國家的這個禮啊 繁複而綿密啊 這個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在社會之中 你要有禮 你跟人相處 你今天到餐廳吃一頓飯 你都要用禮節來對待 雖然你是付錢去吃這頓飯 但是你也要有你的禮 如果你想想看 一個客人 來到這個餐廳 他是很無理的樣子 大聲小叫 然後呢 對於這個餐廳人員 這樣的直呼 慢罵 那麼你會很甘心情願的 把這一餐賣給這個人嗎 那麼想想呢 很多的生活細節 都是用這個禮在維持 所以這個禮不管你走到哪裡 你都是要去 這個存誠之心啊 來立行它 那所以禮呢 就是道理不可改變的一個規矩 那麼這個道理呢 用在實踐的身上啊 那就是禮 那所以這個 自卑而敬人 這是禮的原則 那麼我跟人相處 我跟天地萬物相處 我都用著非常沉浸的心態 來面對他 非常輕功的態度 來跟他相處 那麼這個禮呢 自然能夠維持順暢 那如果說得禮不勞人 那就處處自走 處處呢 發生了口角 發生爭端 所以不發生爭端 我們必須要守禮 那麼國家跟國家之間 他也要守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道理 大國跟小國 也要有一定的 的這種禮絕的規範 那這個禮呢 不管你到什麼地方 你是什麼宗教 你是什麼國家 你是講什麼文化的 這個呢 好像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禮是統貫所有的實控武 古今中外 你只要講的這個禮 自卑而尊人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麼人家呢 就會攻擊你 人家呢就會呢 肯定你 所以 禮這個德目 在我們現今的社會 尤其是需要 現在的民主社會 當然大家呢 都會以自我為中心 那這個以自我為中心呢 就希望了別人來配合他 他想要的一切 而且只要呢 他付出了 該有的報場 他就應該要得到 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這個觀念呢 如果他不是從沉浸而出發 那麼此時呢 會發生 這個爭端是 鬥爭抗爭的事情出來 那麼整個社會 都是要用這種態度啊 那麼整個社會 就是一個動亂的根源 那所以 我們要處處講理 處處呢 有理 把握住那個 自卑而尊人 這樣的一個原理原則 那麼我們走到哪裡 就不會受到 受到障礙了 就不會受到這個爭亂了 好這個是理 那我們講義 那麼什麼叫義呢 義啊 就是 合情 合理 合法的行為 只要在情理法 的這個 軌跡之下 你來運作 那麼你就是 合乎與義 所以 解釋為正正當當的行為 那麼這個正正當當的行為 是在情理法 的這種經過之下 所發握出來的 所以你看我們 對於義的標準 自古以來就講到 你要有道義 你要有信義 你要有人義 你要有理義 任何的德目都跟這個義的道理 連結在一起 那可見呢 那可見呢 這個義啊 是我們 在生活之中 在整個情理法的世界 通通必須要經過道理 那麼我們中國人的社會 又特別重視 重視情 重視理 那麼法呢 是比較不偏重 那中國人 社會裡面呢 只要呢這個情的關係啊 能夠在 合的狀態之下 你把它運用出來 那麼呢 你就能夠達到 這種情義的標準 有這種義的標準呢 那麼你的作為 就會讓人肯定 就會讓自己呢 能夠 立身處世在這個世間啊 也不會有任何的傷害 所以看這個義 義它就是漂亮的我 你看義這個字 上頭是一個美麗的美 下頭是一個我 那這樣看起來不就是 很很漂亮的我 很完美的我嘛 那麼你想要有這個 很漂亮的自我 很美麗的自我 那麼你首先呢 要合乎情 合乎理 合乎法 那這樣才叫做 有義的人 你看我們的這個 天地萬物啊 都是有義的 你跟太陽 太陽是有義的 它每天呢 提供我們這些 太陽能源 普照萬物 讓我們生生不息 然後月亮是有義的 月亮呢 它牽引著 整個地球的關係 尤其在夜晚的時候 它一顆明星獨亮 讓人產生一種 共鳴的現象 讓人的心呢 很想很想向往 那一種光明捷徑的樣子 那日月呢 都不斷地在提供我們 那麼這些花草樹木呢 它也是有義的 它製造了這個氧氣 它製造了這個芬多金 它製造了各種環境需要的這個 養素啊 養份啊的 來提供給大地萬物 那麼它沒有求報導 沒有求各種的回報 這個都是花草樹木的義啊 那麼動物也是有義的 動物取它該得的 不是它該得的 它不會去得 那麼它取這個花草樹木啃食 或者是來滋養 它也是取它應該應該要取的 所以它不會過分的 過分的貪生吃啊 那麼想想 那這樣看起來不就是 只有人是最無情無意的嗎 仔細思索好像也是這樣子 因為人的貪生吃 它會把我們的 這種性德的部分 給它掩蓋住 把它迷滅掉了 所以人當人 這種正正當當的行為 要發揮出來的時候啊 見到了某一種利益 或者是干到了某一種的誘惑 於是呢 它那個性德就流露不出來 那就偏頗掉了 所以呢整個義的行為呢 就發生了 不義的行為 所以生長在社會的一員 身為國家的一份子啊 都必須要靠 義的互助 來生活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人跟萬物之間的關係 還有人跟天地鬼神之間的關係 那都是一種 義的結合 是相依相存的 而不是呢 與取與決啊 不是你想要 你就可以去取它 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現代的 這個山林砍伐 抽取地下水 哦 這個 這個 挖取這個河川的泥沙 或者是說與海生地 這些呢都是一種 不義的行為 所謂不義的行為 就是呢 你只看到了自己的貪生痴 你並沒有了 合乎整個大自然的法則 那沒有合乎大自然的法則 所做出來的 那一定會受到該有的果報 那這個果報呢 其實都是自作自受的結果 你跟河川爭地 現在呢 河川要把地討回來 那我們的生命財產就受到損失 那你不跟山林好好的相處 山林呢 就用他的方式 來將他原有的一切討回去 所以當大地在反覆的時候 我們知道 那個是非常無情的 那個無情在於 人世間的不義 人世間的不義呢 所形成的這樣的天地的災變 那所以佛經告訴我們 水災是人的貪心 現在的這個颱風 所夾帶的蠔雨 超大蠔雨 或者是预風 所帶來的這些蠔雨的現象 這個是貪心所引起的 那稱謂呢 就是火災 火災引起 火山爆發 引起森林大火 引起了各地的這種 戰火不斷 那這個都是呢 這個稱恨心所引起的 那魚翅呢 形成風災 那風災包括颱風 巨風 包括這種鋼風 鋼風就是我們說的核子彈 這樣的風 它所速殺的力量 那是 非常可怕 那世界各地呢 人 人 不慈悲 沒有愛心 沒有愛心 沒有人心 所以呢 各地就發生旱災 所以現在呢 旱災跟水災 重複交替才發生 這個都是呢 貪心跟痴心 稱心 各種貪稱痴 整個依報的現象 所變化出來的 所以 佛經講 回心所信 回事所變 這句話呢 可以說 說明了一切的 整個事件的現象 那這個事件的現象呢 一般人呢 是不願意相信的 科學家根本沒有辦法相信這種說法 那所以現在呢 大家依賴科學 希望呢 能夠呢 藉由科學的力量 來阻止這種天災地變 哪阻止得了呢 現在 那一天看報道 那個土耳其的政府 那他為了 是土耳其還是以色列 那個地方 為了防止 地震 他所造成的傷亡 所以他準備呢 在這個房子裡面呢 架構這個鐵架 當整個房屋 震垮的時候呢 這個鐵架呢 還能夠撐住房屋 人還有這個機會呢 趕快逃出來 所以他準備了 所以他準備了 建造這種鐵架 在每一個 這個小學的學校 那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想想這個方法 你也許建造了之後 十年你都用不上 一百年都用不上 因為呢 你這個地方的工業 是水災 所以呢 你建造之後呢 他來了一個水災 那一個土石流 結果呢 你防不勝防 哪有辦法防止呢 那真正解決的辦法是什麼 解決的辦法 佛告訴我們 熄滅貪嗔癡 真正的斷惡修善 真正的破米開悟 這個才是真正解決的問題 所以解決世界的災難 要從這些修道人 來弘揚起 科學家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方法 至少科學家 這種 需要數據 需要眼鏡為品的 這個作為 可以有一點安定人心的作用 那宗教 宗教界呢 這種修行啊 是無形的力量 那他雖然是解決根本的道理 可是呢 眾生不相信 那眾生不相信呢 只好呢 我們 加緊做 用功的做 努力的做 用這個 用這個道德的力量啊 來晚化人心 讓每一個人呢 都能夠接受聖 聖的教會 都能夠接受這種 三綱五常 這樣的一個教化 每一個人 都能夠走上自己 應該遵守的 一個做人的軌跡 那麼這樣至少 天災地變 不會這麼貧乏 甚至呢 天災地變永遠不會再發生 這是講道義 那我們講連 連 連就是清清白白 連就是公正無知啊 所以中國人講連 通常都跟結 說在一起 所謂連結 那連結 除了說 要求政府 要求 要求這些公家機關之外 我們還要 要求自己 在生活的細節上 在二六十中裡面 都保持 清清白白 大公無私啊 我們的本性 本來是圓滿光明的 本來是清清白白的 所以我們的作為 我們的言行 應該也都是清清白白的 應該也都是大公無私的 因為自信沒有偏頗 自信呢 不偏不已 所以這個不偏不已的自信啊 所流露出來的一個現象啊 就是平等 那平等的就是大公無私 那他就是清清白白 那所以清清白白 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是這個世界沒有染污 沒有這些負面的能量 沒有這些不好的言語 這個臉的人 他的周遭都是處在一種 很清靜很光明 很平等的這樣的一個世界 這真的是一種自然的享受 哪有比這種享受 還要能夠更享受的呢 只有回歸自然的享受 那個才是真正的絕獸啊 我們世間的染污太多了 到處呢都是染污啊 我們這個小學生 去上個學 我們都怕他被這個學校所染污 他被這個社會的環境所染污 他被一些這個貪生吃的 殺到遺忘的這些邪念所染污 但是現在染污太多了 染污在我們生活之中啊 無處不在 也是防不勝防 那怎麼辦呢 只有讓自己回歸到清清清清清清清 讓自己呢 讓自己呢再污泥而不忍 這樣呢你所做出來你才可以 真正的大公無私啊 這個是臉啊 所以叫公正憐憫 那公正憐憫啊 不是做官人 特有的權利啊 也就是說不是做官人 才要去遵守的原理原則 臉既然是一種信德的狀態的話 那麼我們在生活之中 也要表現出臉的樣子 對於社會上 對於媒體上 對於這些人情事故裡面 所有的毀謗 所有的批評 甚至呢 所有的這個閒言閒語 到了我的這個內心啊 我通通呢 不染不著 就好像你今天去菜市場去買菜 那菜市場人很多聲音很多 那這些人在講什麼 這些聲音在到底在說些什麼 跟你沒有關係 所以呢你不會在意 你不會把他們的言行呢 放在你自己的心裡面 所以你是清清白白的 那你對於這些現象也是 大公無私的 那麼我們對於生活的情節 也是要這樣子啊 你把所有的那些批評你的人 毀謗你的人 想你閒言閒語的人 都當作是菜市場在買菜的人 那菜市場在買菜的人 他們在講什麼 我聽過就算了 看過就算了 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也不會把他們記在心裡面 把別人的垃圾放在自己的心裡 這是人 最大的一個毛病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 但是呢 我們修行在比 如何放得下 如何放得快 那在比這個啊 那麼你的功夫比別人快速 你的功夫比別人自在 那麼你的修行上 就得利啊 修行得利你自然就受用 所以你就沒有煩惱 你就清安自在 你看這個修行上啊 真的是差很多 所以有修跟沒有修 的人啊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我們在於社會的環境啊 在於這種公司團體上啊 甚至在道場上 我們的所作所為 我們的所作所為 不會受到別人的批評 指責 或者是謾罵 這個是不可能的 你要知道 大家都還在休息 哦 大家呢 都是一種 米的狀態啊 那麼這個米的狀態啊 是他可能犯 我也可能犯 所以最最低的標準 是要要求自己 至少自己不會去犯 不會去干擾別人 不會去批評別人 不會去障礙別人 這個是臉 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 說得清清白白 所有的叫做大公無私啊 你看你 你去障礙別人 你把別人這個因緣障礙掉了 那你是不是又造了因果 特別是在道場 如果是他在修道的這個因緣 你把他的這個法身會命給斷掉了 那麼你的這個果報啊 那更加的可怕 所以真的要做到清清白白啊 那麼我們最好的 最好的做法 就是呢 實時回歸自信 回歸民思這一指啊 讓自己呢 保持在這種二六時鐘裡面呢 通通呢 都依止這個到底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沒關係 我們透過呢 這個經教 透過呢這個佛號 或者是說 透過對於這種 法會上 老師的這樣的一個教法 或者是說 對於老師的一種思念 把這種 關心的對象啊 反規到自信 反規到我們的佛 佛性上 那麼這樣呢 還能夠保持在清清白白 大公無私的狀態 那久而久之呢 你對於外在這一切 你就不會去在意它 你也就做到了 這個連 連的這個定義 連的這個德性 所以 對於世間的人 他那種 立令自分 他那種見立妄議 貪婪 無恥 這樣的行為 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你把自己的清清白白 大公無私的本性 你把它流露出來 你把它保守 保守住 這樣的 用你的道德 慢慢去感化別人 只有透過深教 你才有辦法去改 改變別人 你才有辦法去感化別人 甚至要度化別人 如果自己的 脾氣毛病 自己的內在的這些 單身之的眾生 都沒有辦法度化 我們是沒有辦法度別人的 所以今天我們到場在講度化眾生 你要想想 度化是什麼 眾生又是什麼 要想想連這個字 我們才知道說 那一份清清白白的道體 那一份覺悟平等 大公無私的這個德性 那個才是我們真正想要追求的 我們想要保有的 是這一份道體 那透過臉的修為 能夠回復到這樣的道體 這個是臉 那我們在講此 此就是一種 懺悔心 羞愧的心 就是一種覺悟的心 所謂發露懺悔 我們對於 這種不合道理的事情 不合這種性體的 這個人事物啊 我們會覺得可恥 此就是不屑去做 不屑去聽 不屑去想 那這個此心呢 是讓自己保持在一種覺醒的狀態 當世間的眾生都已經沉迷 都已經染污的時候 你自己呢 能夠要求自己 不被這個五欲六成說 不被迷魂立揚 所牽絆 那麼你就是一種醒的狀態 所以佛家講 破迷開悟 迷的人 就是沒有 沒有羞恨 沒有羞恥心 所以 為了自己的 為了自己的個人的前途 個人的利益 而做出這些損人 立即的事情 這個是此 所以 發這個此心的人 他一定要有相當的覺悟 你看在孟子裡面 他特別提到 順 那麼順這個人 對於孟子 有很大的影響力 孟子在他的篇章裡面 描寫順 跟著是 激進崇拜 這樣的一個地位 那崇拜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你也能夠做到的話 那麼你這個崇拜的 行為 那就有 有他的目的了 那麼你崇拜先佛 你聽先佛的話 做先佛的事情 那麼你這個崇拜呢 那就這個就真正的發生作用 所以不是偶像崇拜 那麼孟子 把這個順 真正的是 落實在生活上了 他認為呢 順可以做到了 我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順何人也 與何人也 有為者亦弱勢 但為什麼把順呢 特別在他的 這個篇章裡面呢 特別強調呢 那是因為順啊 他剛開始只是一個 平反無奇的人 他只是一個 山林的野人啊 住在山裡面 然後呢跟著父母在一起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因為順的德性啊 讓順的民生啊 哦 傳到了整個天下人的耳中 那又受到搖的肯定 那所以後來順接了搖的地位 繼續的來治癒天下 那他順把天下治理的 又有條不問 讓每一個人 接受到他的教化的人啊 通通的能夠改邪歸正 能夠真正的斷惡修善 破米開悟啊 所以在順的教化之下 他的那個國土啊 是越來越接近 所謂的世界大統 你看他 在他的紀錄裡面 他走過的地方 三年成村 十年成四 這個地方 三年就成了一個村鎮 本來是荒野的地方 人越來越多 那人為什麼越來越多呢 因為這些人呢 都很想跟大順接近在一起 聽聽他的話 得到他的教化 受到他的啟發 那十年呢 人越來越多就變成一個村鎮 這個是順的 順的道德啊 所以這樣的一個道德啊 是聘應到整個天下人 這是順覺悟的心 所以孟子認為 我自己沒有辦法做到像順這樣子 那麼我是覺得很可恥 順只是一個鄉野的人 他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我也是一個鄉野的人 為什麼我達不到這樣的境界 如果達不到這樣的境界 那我是很可恥的 所以孟子的發心呢 是勵志成勝 就好像六祖會等一樣 勢必要做佛 我一求做佛啊 不求餘物啊 孟子也有這種發心 我一求做勝啊 不求餘物 所以他覺得說 自己沒有能夠達到順任的標準 是很可恥的 那所以 這個可恥的心啊 讓他發露出一種 覺知的力量 這種覺知的力量呢 是對抗這種貪稱痴 對抗自己的脾氣毛病 最大的一股動力 一股動力 然後呢 扭轉我們的這種 對於世間的迷惑 對於世間的染招 把它扭轉過來 那是一個此的力量 羞恥之心啊 所發露出來的那個勇 所以這個真正的勇 是戰勝自己的貪稱痴 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我們說聖賢是戰勝自己 英雄是戰勝別人 這個佛教裡面 大雄寶殿 這大英雄是釋迦摩尼佛 那他把這個英雄 認為釋迦摩尼佛 戰勝了自己的 這個貪稱痴 自己的脾氣毛病 回歸到本來面目 那是真正的大英雄 大勝大勝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學的就是這個 所以禮義廉恥啊 救國救民 真的是 要用禮義廉恥啊 來把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把它扭轉過來 這個禮義廉恥 是需要透過去宣傳 去教化 去實踐的 只有實踐才能夠導出 真正的力量出來 那實踐的人是誰呢 引導的人是誰呢 沒有別人啊 就是你啊 就是我 就是我們這些修行人啊 你還要期待誰 來做這件事情呢 沒有期待誰 就是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夠做得到 所以只有要求自己 能夠把禮義廉恥 把它落實下來 把它落實出來 實踐出來 對於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整個世界 立出一個好模範 那整個天地的架構 那就 在你的德行之下 就已經被 被流露出來 被 被彰顯出來 那這個是禮義廉恥 所以 禮義廉恥 國之四為 四為不章 國乃滅亡 那麼四為紀章呢 國乃復興啊 那這個國 就是 家國 就是世界 就是天下 所以 家國 世界天下 你要得到一種 興旺 繁榮 那麼就是呢 將禮義廉恥 這四個德目 好好的把它發揮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 今天在講禮義廉恥 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目的 那也是道之宗旨 叫我們克尊四為鋼廠 這古禮 四為鋼廠 這個還沒有講完 講到四為 那還有一個三鋼五常的部分 我們還繼續發揮 那今天呢 我們就暫時講到這裡 謝謝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所以善的出發點 是所有一切德性的落實 那在 人的社會裡面 儒家強調 要回到那個 最核心 最原始的根本 那所以 鋼廠 倫理 這個呢 都是一種 核心的根本 那所以我們會發覺到說 在道之宗旨裡面 的經文 它有很多德目 是重複在講 那重複的強調 而且呢 很多 理論的原則 都包括了各種的德目 那這些德目呢 是相重複的 那這個呢 是沒有關係的 這些德目 本來就是要在教化之中 不斷地把它提醒出來 不斷地告訴 我們這些修學人 讓他知道 這個儒家的修行 原理原則 不外乎這些倫理道德 鋼廠倫理 從這個鋼廠倫理之中 才能夠 把自己修學的 那個基礎 穩穩地 扎扎根啊 所以我們講到 四維 鋼廠 那麼四維我們上次 大略的介紹過 今天要來講鋼廠 那事實上呢 鋼廠也只是一個 形容 形容的名詞 四維同時也是鋼廠 那在中國的 古德的德目裡面呢 鋼廠是特別把它指 指出來 那就是三鋼五廠 那所以我們看到 鋼廠這兩個字 我們會發現到說 鋼呢就是一種鋼領 就是一種 桶罐的 那個 源頭 就好像我們的 衣服 它有一個領口 這個領子的地方呢 你只要抓住了 那麼其他的衣服 它那個順序就會跟著 被抓起來 那麼你如果抓到袖口 那整 雖然呢衣服可以被你抓起來 可是呢 淋亂不看 不像一個衣服 那網子也是一樣啊 網子的裡面呢 那個大條的 那個繩子 就叫做鋼 所以你抓到了鋼 就等於抓住了整個網子 那在人的社會裡面 這一張大網子 那個鋼是什麼 鋼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三鋼 長呢就是五長 那三鋼五長的道理啊 那三鋼五長的道理啊 是從古時候到現在 都一直在強調的 被人家 姬姿緯啊 老生常談 但是你想想 為什麼我們 不斷地在強調這個 從古到經都在強調這個 而且呢 古大德 他整個教育的核心 也是在教這個 如果沒有這個鋼長 的道理啊 那麼整個社會 整個人心啊 就會問亂不甘 那這個國家呢 就會滅亡 那所以根本的核心 就是鋼長的問題 我們現在人類的問題 不管你 所面對的 是鋼長的脫緒 還是呢 社會的混亂 還是整個天地的在變 這些問題呢 通通都是 人心的反射 如果我們相信 本性具足 本性圓滿的話 那麼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在本性裡面 找到答案 那本性是什麼 本性就是我們的鋼長倫理 我們說回歸到這個自然的生活 人的自然的生活 就是鋼長倫理的生活 回歸到這個自然的生活 我們自然呢 就有道在裡面 這個生活之中呢 無時無刻啊 不是充 這個充斥的道 所以到在哪裡 到在廁所 到在馬路 到在椅子上 到在這個垃圾桶上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時段 沒有一處 是沒有道的 也就是說通通都有道 那如果說要讓這個道 能夠流露的自然 能夠呢 在我們生活之中 來把它表現出來的話 那麼這個 成為人的 這樣的一個個體啊 他是有責任 去發揚 去做領導的工作 因為整個天地萬物 他不言不語 必須透過人 必須透過人 來領導 來管理 那這個領導 就是所謂的鋼長 如果我們把這個鋼 給抓住了 那麼整個社會的這張網 就被抓住了 你要叫他向東就向東 向西就向西 那這個向東向西的標準 就是我們所說的教育 我們所說的教化 所以古大德 聖賢人 君子在社會上的教化 是引起是很大的一個作用 那麼包括這些君子 如果是隱居在山林裡 裡面的 那他們呢也有教化的作用 那所以呢 在中國的歷史上 有各式各樣的 這樣的一個閒人君子 那麼在各個角落 從事的教化的工作 那麼通常呢 都是這個以這個生教 來教化民眾 只有身體力行 那民眾才會說到感化 然後呢 接著去 學習 跟實踐 所以講到三綱裡 這個三綱的部分 是我們的原理原則 我們的一個首要的目標 那特別是我們今天 修學人 我們今天所說的 宗教的教育 那雖然 在其他的教育上 已經沒有達到 這麼完備的教 教化的功能 可是我們修學的 這些修道人 他必須呢 複習一個 教化的功用 現在呢 把它稱為 宗教的教化 宗教的教育 那不管用什麼名稱都好 事實上呢 我們就是在做 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的工作 那所以 講到三綱 武藏 尤其是對於現代修學之人 他更是要堅持的 一個原則 那我們今天 試著來解釋 那什麼叫三綱 什麼叫武藏 這個三綱呢 不是大學的三綱裡那個三綱 他這個呢是指 君為成綱 夫為七綱 這個 副為子綱 夫為七綱 這三個 綱藥 整個人類的倫理原則 就是以這三個角色的人物 為主要的綱藥 那麼我們知道 君跟蠢的關係 在現在的社會 就是所謂的領導跟被領導的關係 那麼不管 在哪一個角落 都存在了這種關係 那這種關係呢 君為成綱 君呢 是一個 領導的角色 領導要稱為被領導的這個綱藥 的主導啊 那主導呢 這個君就非常的重要 這個君的重要性呢 那是 將整個王 帶到一個極善或者是極惡之地呢 就在這個君的作用 所以君呢 他必須 本身自己要修身利得 要回歸自然的生活 那他對待臣呢 要用各種 德行的話域 所謂君死臣以理 臣四君以忠 那麼你對待這些被領導人 你要用理 相對的禮節 來提起他們 來教化他們 那麼臣四君以忠 臣呢對這個領導的關係啊 然後他必須呢 遵守這個人臣的中道 那這樣呢整個 剛 廣 這個才會呢 達成這個 一氣呵成的樣子 所以我們古時候 儒家教我們 坐之君 坐之親 坐之師 那領導的關係 如果能夠同時兼備到 這三個標準 那麼他這個團體啊 必然會 走到興旺繁榮 的一個前景 喔 坐之君 就是領導他們 領導他們 走向美善之路 坐之親呢 就是呢 照顧他們 照顧你這些員工 把這些員工呢 當成像自己的兒女一般 這樣的照顧 這樣的呵護 那坐之師呢 就是教化他們 這些這些員工呢 你必須透過各種的教育 讓他們了解到 整個團隊的 這個企業文化 或者是團隊文化 然後呢 他才有辦法在這個團隊裡面呢 立下這種不敗的根基 那所以均為成鋼 這個均跟成之間呢 有相互密不可分的一種關係 那所以 一個做領導的人 他一定要有一種 大是大非的精神 那這種精神呢 就是以古代的 這個德目 古德所留下來的這些德目 為標準 那麼古德 他們經過幾千年的試驗 到現在還存留下來 那這個就是表示 這個呢 是自然之道 這個是正確的道路 如果一個軍 一個領導人 能夠遵循的這個正確的道路來走 那必然呢 一定能夠 帶向康莊美好的大道 那所以現在的社會 領導跟被領導的關係相當的多 在每一個角落 似乎都可以碰得到 領導跟被領導的關係 那麼這個領導 是整個綱領的作用 那所以呢 做一個領導人 他不是說有錢 就可以做領導 或是有事 或者是呢 有權利 他就可以做領導 他同時要富起 這種教化的工作 做自清 做自私 照顧的工作 要同時 同時富起這個指導的工作 所以一個領導人 他本身他必須呢 學問很好 道德涵養很好 而且呢整個管理運作呢 能力很好 所以 在孔門四科裡面 孔子第一個強調德行 再來強調言語 再來強調正式 再來強調文學 那這個四科呢 在一個團隊裡面 同時都需要具備 那但是呢 最重要的 還是在於 這個正式 在於德行 德行 是一個領導人 他的一個核心的根本 德行是性德的流落 德行是自然的行為 當一個領導人 他具備德行 那麼他就可以了 很自在的來 引導他的這個 被領導人 引導他的這些員工屬下 來走走向一個正確的道路 那所以 底下的人 受到這種自然德行的感召 他在鵝辱目染之中 也會學習到這個自然的道理 那所以呢 這個軍為成鋼啊 這樣的一個現象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教化的作用 到現在都還是存在著 再來就是 父為子鋼 那這個父為子鋼呢 我們必須強調 父以前的父母 都是以父來代替 所以父是包括母 子呢是包括女 所以父母是子女的這個 綱要綱領 那這個父的範圍可以擴大 到整個家族的長輩 我們知道 以前中國人 他不是以個人為單位 個人呢在整個社會上呢 是沒有 什麼作為沒有什麼力量 他必須呢是以家為單位 你是哪一個家的 你是哪一個地方的人士 所以以前呢 張家村 王家村 李家村 這些呢 村呢就是整個大家族 以一個大家族做單位 那所以呢 才會發展出 其家的道理 當我們把這個大家族裡面的成員 都安頓好了 都能夠呢讓他呢 上軌道 能夠呢運作自如 那麼我們 要達到自博平天下 的目標啊 就不是難次了 所以以前的大家庭 那種制度是相當好的 只可惜啊 現在 已經沒有大家庭 即使是有呢 他的功能也已經沒有 那麼樣的完備 那所以現在的家庭呢 都是小家庭 以夫妻呢為主要的 的主角 那我們講到這個夫為子剛 父親 父親 要做兒子 的剛領 指導他 這個帶領他 照顧他 所以你看父為子剛 同時也做到 坐之君 坐之親 坐之師的角色 他是不可以偏廢的 在家庭裡面 父親的承傳 是來自於天 喔 為什麼有父親呢 因為祖先來的 那祖先從哪裡來 祖先就從上一代 上一代又上一代 一直龜塑到 最 最先天 最最遠的那個標 那個源頭啊 那就是天 所以父親呢 同時代表了這個天性的存在 所以父親有所謂的天的尊嚴 那對於父親呢 必須像天一樣來敬重 那父親在家裡面 他也有舉足敬重的 一個作用 這個是在中國古代的家庭裡面 父親 他 他佔有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一個角色 所以父親的為人 父親的整個修為啊 形成這個家族 是否兴旺的一個指標 如果說我們看這個家族 一個做做父親的 就是這個家族的那個領導人 那他是呢 非常正直 非常這個 大量 或者是說呢 有所作為 我們會看到這個家呢 一定呢 漸漸的走向興旺之途 那如果這個家呢 父不父子不子啊 那這個父親呢 的形象啊 沒有做到父為子剛的標準 那這個家庭呢 那這個家庭呢 就不久 就會衰落 就會敗亡 孟子說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那這個無後呢 並不是指沒有後代 那當然沒有後代這個解法 是相當狹隘的 那廣義的來解呢 這個無後為大 無後是沒有承傳 這個家風的人 沒有可以承傳家道的人 沒有可以承傳家業的人 那這樣呢 這件事情呢 是很很重大的事情 必須慎重的去面對他 因為這個家族沒有後人 沒有後人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孟子才說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那麼在於我的這一代 我沒有找到後人 來承傳 我的這個家風 那麼我就是對祖先不孝 對於我們這一家的 這個歷代的 的先人啊 沒有做到孝道的 一個標準 那所以 做父親的 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 他在於 他關鍵在於 是否能夠把這個家風承傳下去 喔 那這個家風呢 必須透過父親的修為 喔 他的品格 他的道德 然後呢 才能夠教育好下一代 讓我們這一家的這個 門風啊 繼續興旺下去 所以你看我們古時候 很多家族 他是可以興旺很久的 有的人說父不過三代 那麼這個只是在講 名利上的這個擁有 那名利上的擁有呢 只能夠算是 家業的承傳 不能夠算是家風 那真正的家風是什麼 真正的家風呢 是代表這個家族的一個精神 這個精神呢 一定是 屬於自然的法則 喔 所謂自然的法則就是 人性本善的這一面呢 他一定是呢 能夠把他 自在的 把他 流程出來 喔 譬如說這個家風 他是特別的 有 有度量 特別的仁慈 喔 特別的這種博愛 等等呢 這些呢都是一種很好的傳統 在 中國的例子裡面 我們常聽到 范仲淹的例子 那范仲淹呢 他本身呢就是 宋朝時代 喔 北宋仁中的一個宰相 那他做大臣 喔做得非常的禁止 非常的有聲有色 那他作為這個人民的父母官啊 他做得 尤其是 有聲有色 那麼聽說他在 這個 蘇州 杭州這一帶啊 他有一個 有一個田地啊 那他把這個田地啊 通通呢 把它租給農民 喔 讓這些沒有田田的農民啊 能夠 來這裡種地 那取得這個租金啊 都是非常的少 看那個農民收入多少了 那 就取他們的一點點的資料 那所以農民有田可以耕種 又有這個收入可以賺 大家都很感謝范仲淹的德 那有一次呢 他自己呢 要蓋 蓋個房子 喔 那請地理風水 這個老師來看 結果呢 那個地理風水師呢 發覺到說 他要蓋了房子這塊地啊 是一個寶地 喔 如果能夠 把它蓋起來的話 住在裡面的人呢 可以做到山宮 喔 山宮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五院院長 喔 做到宰相啊 這樣的一個職務啊 所以這後代的子孫呢 一定能夠容險 那結果呢 范仲淹他這麼一聽啊 既然這是一塊寶地的話 那麼我應該呢 不要把它自己享受 他就把它捐出來 蓋學校 蓋學堂 然後呢 讓所有的 這個地方的 這些 小孩子啊 通通來這裡 學 學習 來這裡讀書 那既然這個地方的風水 那麼好 那麼 每個來學習的小孩子 都能夠成為 我們國家的動揚之才 喔 甚至做到山宮 降向之才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他就設了一個義學 喔 所謂義學 也是 免費的 提供人民 來這邊學習 那人民 本身就很窮 要教導子女呢 幾乎是 沒有能力 現在有免費的學堂 當然啊 大家東東來那邊學 所以 據說呢 在范仲淹的學堂 所交出來了 這些 門生之中啊 成為後來 宋朝 這個很有影響力的這些朝城啊 也非常的多 那可見了 這個范仲淹的德性啊 非常的大 喔 他不但批印到自己的 家 這個家的門峰啊 同時批印到別人家的門峰 那所以他的德性啊 一直到現在 都有後人在傳 傳遞 也就是說他的家峰 都有他的後人 繼續在乘船 那除了說在大陸 有范仲淹的後世 在台灣也有 聽說也有范仲淹的後世 在台灣 後世的子孫啊 在台灣繼續 他的一個德峰啊 你看從范仲淹到現在 離我們大概也有 八九百年的歷史了 他還有這個子孫 在人世間啊 那可見呢 他一定要有相當的德 避應到這些子孫 那這些子孫呢 也要有相當的 這個修學的能力啊 才能夠呼應他的主德啊 來繼續傳承 這樣的一個家峰啊 所以這個就是 父為子鋼 他的一個標準 那可見呢 這個父親啊 在中國的這個 家的作用裡面 父親是非常重要的 那國家呢 又以家為主要的 的一個 角色 家是 基本單位 那家裡面呢 那就是 以父親為主 父親是主要的 一個領導的角色 所以叫做 父為子鋼 所以我們五輪裡面 也講到 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 也是儒家的核心 我們掌握到整個儒家的精髓 也就是在 父為子鋼 父子有親 這一段話 那這一段話呢 在我們的五輪八的裡面 也有提過了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不用花太多的篇幅 再繼續來講 總而言之呢 整個 家庭裡面的教化 通通要在這個 父親這一輩的人 要完成一個 一個標準 那只有父親這一輩的人呢 他的嚴教身教達到一定的標準 就是 才有辦法教育出 他的下一代 也是達到標準 甚至有有過之 這樣的一個子孫出來 那我也會有這樣 一代比一代強 那他們家這個門峰啊 才有辦法 繼續維持下去 繼續呢 這個發揚光大 你看我們現在時代在變 整個環境在變 如果說後代的子孫 沒有辦法 承傳家風 也沒有辦法跟上時代 那麼你如何在 現今的社會自主 所以很多家族 可能呢就這樣沒落了 那如果有這樣加風的 的子孫啊 他的家族呢 就越來越興旺 那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再來講我們 我們說呢 夫為七綱 那夫 做丈夫的 是七子的綱領 那這個是 從古到現在啊 我們說我們的封建文化裡面啊 他的一個思想模式 所以 到現在很多人沒有辦法相信 沒有辦法認同 夫為七綱 什麼三重四德這種話 即使呢 很多的這個高僧大德 他們也沒有辦法認同 現在還有人在講這個嗎 還有人在做這個嗎 但是啊 想一想 如果現在都沒有人做這個 沒有人在講這個 那麼其實呢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早就問亂了 整個世界早就早就問亂不堪了 那想想 發覺一下我們的社會 難道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們的整個世界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們所看到的天災地變 難道是突然發生的嗎 這個都不是沒有沒有原因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夫沒有辦法做七綱 那夫妻之間呢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協調的作用 那麼我們 來分析這句話 雖然現在講 夫妻是平等的 男女平等 那麼男女平等 的心態之下 有時候呢 很多的現狀 那是沒有辦法平等的 那比如說家庭裡面 要做出眾的維修工作 那你出眾的維修工作 你一定要男生去做 丈夫去做 然後你妻子 甚至也不屑去做嗎 妻子可能也不會做 那 再想想這個家庭 他面對外面 面對外面的 各種的人情事故 各種的這種壓力 或者是說 整個 整個環境的打擊 當他要面對的時候 他還是需要一個丈夫 還是需要一個 這個家庭裡面的一家之主 來面對 通常呢 我們說女生 做太太的這個部分 她是比較在整個生理 心理上的 她是比較不處理這種事情的 所以這種事情呢都交給丈夫 這個在我們的台灣 我們中國 都還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女孩子 她把這個重大的事情 交給丈夫 那丈夫呢也 責無旁貸的 把她一肩扛起來 那太太的角色呢 太太的角色就是做好 這個教導兒女 做好這個家庭的事務 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和諧的狀態 一個家庭呢 如果 男主外 女主內 那麼這樣的來運作 這個家庭呢 就會運作順暢 那現在呢 女方不願意 女方說我要走出廚房 我要發起男女平等 我要做家庭的革命 那結果女方出去了 那女方出去了 有沒有想過 那家庭誰來照顧 那家庭裡面的一切 弄得問亂不堪 沒有人收拾 也沒有人照顧 那結果呢 造成這個家不像家 孩子要吃飯了 就訂個便當給她吃 孩子要幹嘛呢 就要 隨便敷衍一下 那麼你想想看 你為了出去 為了走出廚房 放棄了 跟孩子的教育 放棄了家庭的責任 你所負擔的整個社會成本 是多麼的大 因為我們 想一想 現在為什麽青少年的犯罪率會這麽高 這個夫妻的離婚率會這麽高 整個社會動盪的頻率會這麽樣的 突然 想一想呢 這個呢都是因為 夫妻之間不協調所造成的 那麽男 男生呢 你要教他主內 當然也可以 如果男生願意的話 男生來主內 那妻子來主外 那至少呢 還能維持一個 假象的平等 一個和諧 假象的和諧 至上呢 男的一個本性 他就是主外的 就好像陽 陽就是主外 陰就是主內 這個就是一種自然的狀態 那你現在呢 你陰也要主外 那麽你陽就要進來啊 陽就要主內啊 你這樣才能夠形成一個和諧嘛 你不能夠說陽跟陰都主外 結果這個內的部分怎麼辦 就造成了整個混亂的結果 所以為什麽青少年 他會留臉網咖 他會跟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混在一起 然後呢 到處去 游手好險 或者是說破壞公務 或者是說到處搗亂 形成社會的自然的死角 那這些青少年是誰啊 想一想 這個青少年就是 這些夫妻不協調裡面 家的孩子啊 喔 這個所以呢 夫為七缸啊 事實上呢 這個是我們現今社會 非常重要的 一個 挽救家庭混亂的 一個方針呢 做丈夫的 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家 來安頓這個家 讓這個家呢 沒有後顧之憂 做妻子的呢 好好的來固守這個家 來教導這些兒女 喔 子女們 喔 把這個家的內部事情 通通協調好 那麼 整個家庭的運作 就會自然順暢 喔 夫和七順啊 就達到一個 社會的人倫 也回歸到 道的自然 所以道的自然 在社會上 就是家庭 人倫的自然 每個人都回到人倫 那麼這個家道就自然 社會就自然 那社會呈現自然 就是健康的狀態 國家就是健康的狀態 整個宇宙呢 就是生生不息的狀態 所以想想古德 所留下來這些道理啊 是很有聲 很有道理在裡面啊 那這個道理呢 他是 一死呢 是沒有辦法去呈現他 喔 他也不是透過言語呢 就可以把他講進的 他必須透過呢 點點滴滴的作為啊 然後才可以了解到 原來這個 裡面的道理是這樣子 你看以前 夫妻是很少講離婚的 喔 所有的婦女幾乎都是從一而中 那在那個時代之下 喔 雖然被稱為封建 被稱為呢 這個專制 可是呢 在那個時代 社會沒有這麼亂 喔 人心沒有這麼亂 喔 喔 也沒有所謂的 這個 離婚率的問題 人心祥和 喔 社會安定 那自從 我們的這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 那麼經過了各種戰亂的洗禮 經過了這個歐美 這個新潮文化的洗禮 這之後呢 你看整個台灣現在的社會 雖然講求民主 可是呢 卻混亂不堪 人心惶惶 我們走到街頭 一個不小心呢 就會受到傷害 那現在生活 步調都很快 那所以呢 你必須呢 非常謹慎 在這個快速的生活之中 你可能一下子呢 就會被受到別人的波及 這是人心不安的 那人心不安 所呈現出來的波動 就是整個政局的不安 就是整個 天地自然的一個不安 那麼天地自然的不安 就會產生這個波動 就會常常有水災 有風災 有地震 有旱災 現在各種的災難會出現 所以這個孵為七剛啊 這句話呢 真的是一個 勞不可破的真理 想想 以前古大德 他講 這個婦女啊 佔了國家 國家社會安定 最主要的力量 也就是說國家社會 是處於和諧安定的狀態啊 那是誰造成的 是婦女造成的 婦女是主要的力量 因為呢 他們在家裡面 把小孩子教好 那麼把丈夫呢 輔佐好 丈夫呢 有一點偏差的行為 趕快把他糾正 那麼小孩子從小呢 就把他教導好 讓他接受呢 最好的教育 讓他接受 最圓滿的教育 當然我們講的這個教育 是古聖先賢的教育 讓他能夠接受這些洗禮 那小時候 他就接受聖賢的教化 那長大之後 當然就有聖賢的風範 好 起碼呢 也可以做到一個君子的形象 這個是誰造成的 媽媽造成的 媽媽的力量造成的 所以媽媽的力量是 非常的大 她雖然在整個社會上 好像沒有被凸顯出來 但是呢 她所影響的力量 是比丈夫啊 影響的力量更大 所以你看看 太太太這個名字 周文王 她的這個母親 這個太...太任 周文王的母親 太任 然後呢 她的太太太太太 她的母親啊 生了周文王這個聖人 就是因為她懷了周文王的時候 那想...想要呢 把這個孩子教化成為聖賢 所以在胎教的時候 就特別的小心 不好的 她不會去看 不會去聽 不會去想 不會去問 遠離這些不好的環境 接觸的都是好的 所以從小兒子目染啊 這個小孩子在... 媽媽的肚子裡面啊 她就可以受到這種 文化氣息的熏陶 所以生出來一個聖人的兒子 那她呢 就成為聖母 那這個周文王的兒子 周武王 周公 也是聖人 那麼她的太太呢 剛才說將任 她的母親是... 太任 她的太太太太四 太四呢 也學習 她的婆婆的樣子 把這個... 太教做好 把這個教化子女的工作做好 結果她也培養出聖人的兒子 所以我們說太太 是要紀念 周文王的母親 跟周文王的太太 的妻子 希望呢 在太太的教育之下 我們也能夠生出聖賢的兒子 這個是太太的由來 所以你看 婦女在家庭裡面的地位 那是非常重要 比這個男人還要重要 那現在社會 的整個秩序 人倫的 的一個軌跡啊 婦女的力量 是絕對有她的影響性 那所以說 夫為妻剛 那可見呢 這個夫呢 一定要做好夫的角色 夫做好丈夫的角色 那麼妻子呢 才有能力做好妻子的角色 男主外 男主外你就要讓妻子 沒有後顧之用 你就要讓妻子啊 好好的在家呢 來相夫教子 把這個兒女叫好 把這個兒女呢 教化成聖賢 讓整個社會 有達到安定 教化的作用 這個就是 夫為妻剛的道理 那所以 夫妻之中啊 一定要互相和諧 一定要呢 互相力挺 絕對不要說呢 互相抱怨 那麼我想到 我跟我的太太在相處 總是呢 口角不斷 那先前呢 為什麼會口角不斷呢 因為只要不如自己的意的 不合乎自己的這種 習氣毛病呢 就會跟對方發生口角 那彼此呢 大家都互不尊重 所以呢 那個謾罵之聲呢 就越來越嚴重 以至於說呢 夫妻不合 甚至呢要鬧到離婚 但是想想 我們自己在修學的人 都還會這樣子 那麼我們怎麼樣 來扭轉整個社會的風氣 你自己的家庭都扭轉不過來了 你要怎麼樣去 文化世界 教化人心 沒有辦法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呢 你呢 衝而不穩 當太太在罵的時候 太太在批評的時候 有聽沒有道 聽過就算了 馬爾東風啊 你不要跟他隨之起舞 跟他隨之起舞 一定是呢 越扯越大 一個銅板是 一隻手是不會響 兩隻手才會響 那兩隻手這樣響起來 越響越大聲 但是呢 你另外一隻手 只要不要跟對方起舞 那什麼事情就沒有 所以我現在 知道了這個方法 現在呢 妻子 妻子 在吵什麼 就說 好啦好啦 對啦對啦 是啦是啦 就這樣就好了 就不要理他 那麼他希望呢 就照他的希望去做 除非有特別的 事情 那要溝通的才好好溝通 不然呢那個 脾氣毛病了 就只要呢 不要理他 這個是夫妻的一個相處的方法 我們來講 三綱五常 我們剛才講到三綱 現在接著來講五常的道理 五常呢 就是仁義理智性 所以你會發覺到說 這個聖約德木好像呢 在前面的經文已經有講過了 對啊 所以你看古大德 他這個 這些 教化的這個 這些言行 通通不斷地再重複 不斷地告訴你 你在這方面做了 在那方面 還要再做 還要繼續做 不斷地做 做到了你熟能生巧 做到你這個德性呢 成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你把這個自然的性德流露出來的 那麼你不是久而久之 你就是一種 聖賢人的行儀嗎 所以我們說 仁義理智性 稱為五常之德 那人呢就是 人心 人的人德 人心之德 人就是兩個人 所以 兩個人 就是在講 我跟人的關係 我跟人的關係呢 要秉持的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 所以呢 我要用 我想要好 他也想要好 這樣的一個標準 來對待別人 仁德的人 一定是 對對方呢 是仁慈的 一定是呢 對對方呢 是博愛的 側隱的 那這樣呢 才是一個人心呢 一個 有人德的人 他一定把自然之道 把它呢 流露在 對方的身上 讓對方呢 也能夠如沐春風 處在這個 自然之道裡面 就好像雨 在水中一樣 這麼樣的 又有自得 所以空腦夫子 一聲強調人 他不親許呢 親許於人啊 他不會隨便輕易的去 稱讚一個人 是一個忍者 那可見的這個人呢 他這個標準 是相當的高 他這個標準是高到說 自己的修行 已經達到 一個很圓滿的境界 然後呢 還能夠讓別人 也能夠達到這個圓滿的境界 那這個這樣呢 才是忍者 那所以 自是忍忍 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生以成人 在對於 面對一切眾人的標 的對待啊 那一定是犧牲自己 成就別人 那也沒有 事實上在修寫裡面 是沒有所謂的犧牲奉獻 這個就是本來應該做的 這個就是我的責任 所以這個是忍忍 忍者呢 無敵 他在這個事件上 沒有敵對的目標 沒有敵對的對象 所以他走到哪裡 和睦春風 人家批評他也好 人家讚美他也好 通通都是好 無敵嘛 所以孔老夫子 到了七十歲 從心所欲不與舉 就是達到這種無敵的境界 那無敵不是最高境界的嗎 那不是聖人的標準嗎 這個就是五常自得裡面的神 那說義呢 義就是義者以也 義就是和義 那麼我們先前講到義 就是和情合理合法 也就是說這個義 所以這個義啊 是我們做人的標準 做到和情合理合法 不會損害到別人 不會損害到整個社會的利益 那這個就是義 所以義跟很多德行都流 都連接在一起 所以很多德行的他的做法 是不是達到這個和情合理合法 這個就是義 那智呢 智就是智慧 我們大學講智智啊 就是達到那個智的標準 那個智的究極啊 智的究極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道理啊 完全清楚了解 那完全清楚了解 你就 你對於這個整個世間的是非 曲折 邪正對錯 好壞 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對於是非 你可以用是非的方法 對錯 你可以看出他的一個 對錯的標準 用適當的方法來解決它 所以對的人 也沒有特別對 錯的人也沒有特別錯 在於整個世間呢 都有一個原理原則 那一個智者呢 他會去補 當這個對的太過高了 他會稍微把它抑制 錯的人太過委屈了 他會把它拉高 把它去原補這個對錯的 這種關係啊 讓它形成一股太極 太極呢 就是一個圓滿和諧之道 所以一個智者 就是讓所有的事物 人事物這方面 都形成一個太極的 的原貌 所以要達到智者 一定是自己的身心作為 已經體悟到那樣的境界 所以才有辦法 來去圓種這一切 所以你看道家 他的形象 他就是一個智者的形象 你看老子 看莊子 他本身呢就是一個 很圓滿的智者 所以大家說出來的話呢 是非也好 對錯也好 都很有道理 那我們說老子 莊子 道家 他們因為呢 特別強調 這個人世間沒有被看到的這一面 所以呢他的這個教法 可以跟儒家 互相的互補 當儒家在講 這些人 人意道德的時候 道家他不會跟著習武 他就是呼應你 隨順你 當有不足的時候 他就出來補這個不足 所以儒家 和尚的道家就是 圓滿的太極 就是圓滿的經教 這個是智 那我們講到 禮 禮在我們的 道士宗旨裡面呢 也強調好幾次 禮呢是自卑而尊忍 以這個原則 來教化眾生 用整個骨頭的標準 來將這個標準呢 落實到 這個世人的生活 所以要透過教育 透過教育 把這個 古德的這些 原型生教啊 把它教導出來 那這個就是禮 因為古德就是教我們用禮 禮的原理原則 除了這個就沒有別的 就是自卑而尊忍 這樣呢你才能夠 把這個禮啊 推行到整個 角落 你看這個世間 如果沒有禮 沒有禮的叫化 那麼這個世間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車子特別多 如果沒有禮 我們還有辦法在馬路上行走嗎 我們這個世間 我們這個世間 這個人情事故 這麼雜 如果沒有一個禮的標準 那麼我們如何運作其中呢 甚至呢我們要回歸 我們的本來自信 如果沒有禮的禮門義路 這條路呢 我們怎麼樣回到那個最原來的面貌呢 所以這個都是禮所應該要做的一個言行 那講到信 那講到信 信者不疑啊 所以人眼為信 我們講出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信 那我們對於我們的這個言行 要有相當的信念 當你能夠相信啊 古大德的話 然後呢你透過他們的話來例行 來實踐 那麼這個信 所以信的 信呢就是不疑 信就是信 相信自己 本來是聖賢的原貌 相信古大德 相信這些經教 那你自然而然呢 你就會隨著這個 古大德的指引 來走到最圓滿的境界 所以 這個整個天地的音 的視線啊 都是取人以信 你跟太陽出來 它有信用 月亮出來有信用 整個事實 的 的耕地啊 都有它的信用 那麼人也是要這樣子 人在整個社會的運作之中啊 它立於不敗之地的 原理原則 就是取信 就是要有信 所以 言語這個科目啊 在孔門四科裡面啊 是藉在德行之後的 那孔呢 是禍福之門 所以你 口 口出 講出來的話 你不能夠成為 你的信的根本啊 那麼這個口呢 就會形成禍害 你能夠呢 依照你的話 而行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 能夠取決於人 你就可以立足在 整個社會之中啊 這個是信的一個根本 所以說 人無信不利 當一個人 他的信呢 得到人 自己的肯定 別人的肯定了 那麼他這個人 始終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他才能夠推行 他的理念 他能夠在這個社會呢 能夠呢 這個生根斬業 能夠有所成長 這個就是五常之德 仁義理智性 有一句話說 人氣常的妖心 這個沒 人如果放棄了 這些常理常道 那麼整個人的社會 就是妖魔鬼怪的社會 那不是人的社會 常理常道 就是我們在講的 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我們說自然的生活 沒有比自然的生活 更貼近於 人們的生活 喔 如果你不要這個常道 那麼整個世界呢 就會大亂 世界就會毀滅 喔 我們說世界末日 早晚一天會來到 喔 我們看看我們現在的 整個社會的報導 我們會發現到說 很多人那個打扮啊 喔 這裡鑽個洞啊 那裡染個頭啊 然後呢 穿得非常奇怪的 看看這個現象呢 就有點像 風神演義裡面的 這些妖魔鬼怪 大啦啦的走在我們的街上 喔 大家也不以你為意 這個就是食草 喔 年輕人愛搞怪 年輕人愛性 可是呢 我們想想 這個是不是 人棄手 這個 大家好 到之中子 講到第十三句的經文 洗心敵律 那麼我們說 心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看心可以讓我們做善 做惡 可以讓我們成就 聖賢 可以讓我們墮落地獄 所以心 可以說是掌握我們人 前途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當然我們說的前途 是我們生死的前途 在世間 所有的一切 事業的前途啊 那都只是短暫的 那既然學了道之中子 我就要有一個自信 我一定要呢 跳脫六道輪迴 我把虔誠呢 把我所有的前途呢 放在 裡天 喔 起碼我要讓自己 修道 我能夠呢 生死自在 能夠呢 預知實質 這個是我們修學 個人最主要 這個修道的期許啊 想想如果說 我們今天遇到迷失 遇到了大道 結果呢 修修修 修到最後呢 還不曉得怎麼回去 喔 甚至呢 臨終的時候呢 迷迷糊糊 茫茫苗苗 那麼我們這樣修 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嗎 所以為了預防 我們 年老糊塗了 臨終的時候呢 渺茫啊 我們現在呢 就要下功夫 給自己呢 痛下很功夫啊 給自己呢 一個很大的 覺悟的力量 很大的覺醒 今天我一定要 借著 民師的指引 借著 民師所教導的大道 民師這個指點啊 我一定要呢 返回本來面目 我一定要呢 成勝成賢 所以想想 我們為什麼會沒有這種氣魄 我們為什麼沒有這種擔當呢 六祖慧能 他去見五祖的時候 他第一句話就是要成佛 其他的什麼都沒有 沒有要談 喔這個口氣是相當的 肯定 那五祖看到六祖慧能的這個 表現啊非常的驚訝 很難得 有人來 來找他是要做佛的 那麼做佛有什麼奢求呢 我們本來就是佛啊 為什麼說今天要做佛 是一種很大的奢求 我要回歸本來面目 是一種很大的奢望呢 別人用異樣的眼光來看我 這不是一件 很很迷惑顛倒的事情嗎 如果說我回歸本來的面目 大家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 那麼可見呢 大家都在迷惘 都都在這個 睡睡夢之中啊 還沒有醒過來 那麼今天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勇猛心 我們最大的力量 來自於明師的指引 來自於這個覺悟的力量 喔明師教我們覺悟之路 我們呢一定要踏上這個覺悟之路 好好的自己來修正 那覺悟之路的修正 就是叫我們 要重新改起 所以今天講 喜心敵律 我們要徹底反省 六萬年來 其實講到六萬年來 都只是道場的說法 到底我們累劫累世 有多久了 實在是不得而知啊 所以連六萬年來 只是一個 統一的說法 道場的說法 但是呢沒有清正的人 不知道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呢這個不妨礙 我今天的修行 我雖然累劫累世 是迷糊的 是這個輪迴的 但是呢我今天 我就是要跳出輪迴 我就是要回歸本來面目 那所以發這個精進勇猛心啊 告訴自己 今天就是要好好的修行 喔 重新改起 那麼當你發了這樣的一個心 我們必須要清楚 這個心呢 是從內而發 從根本而發 這個根本 是我們心性 喔 絕對不是呢 從外而發 那什麼叫從外而發 從外而發就是 你不斷地跑道場 不斷地去辦活動 不斷地去講課 結果呢你心性的功夫 一點下都沒有 你的心呢 洗心敵律的作用 一點也沒有做 那麼你做了這些道場的活動啊 只是讓你更加烦惱 更加分別對待而已 那當然 做道場的活動 也並不是錯誤 但是呢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了解 我今天從這個活動 從這一堂課 我可以獲得到 什麼樣的覺悟的資料 我可以呢 讓自己 能夠懺悔到什麼樣的程度 能夠感恩到什麼程度 這個呢 是我們必須去思索的 那所以今天 講洗心敵律 你看洗跟敵這兩個字 它就有去除的意思 有放下的意思 洗心呢 就是要洗凡心 就是要把這些污秽 這些染灶 通通把它清除 所以回復本來的面目 所以洗這個動作呢 有回復之意啊 那綠呢 綠就是我們心的念頭 心有真心有望心 那麼依信而起的是真心 那麼依五一六乘而起的 就是望心 所以這個綠呢 就是五一六乘的這種望心 所以要敵俗律 這些呢 非正知正見五一六乘的之間 通通要把它 敵處 所以敵呢 有進化的這個功用 所以洗心敵律 就是恢復 就是清淨的功夫 所以人的心啊 向內呢 是性 向外是情 所以我們說性情 我們說心情 都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你看你向內 向內的話呢 你看到了本來的面目 這個是你的根性 你向外呢 攀源 依的這個各種的因緣 而起了各種的 起心動念啊 那麼這個事情 情呢會有是非對錯 情會發生的這個 愛欲染著 所以先佛教我們 要向內不向外 順趣的是事 逆來的是智 順趣的呢 就是隨順 五欲六神 隨順呢 這個貪稱之愛 這個是 這個是事 事就是我們的 阿賴也是 我們的莫娜是 我們的第六 我們的六事 通通呢就叫事 那事呢是順著 世間的一切的變化 而去感應他 而去染灶他 去對應他 於是呢產生的事 所以佛法之中 有一派呢叫做 毀事 那這個這裡面呢 他講的道理非常的深奧 那所以呢 可見這個事啊 可見這個事啊 他並不是一個很容易了解的 這樣的一個學問 那麼呢 如果說能夠把毀事這樣的一個概念 把它弄懂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清楚到 事就是我們現在這裡說的 就是 綠 因為新的變化 所產生的事 就是綠 就是 佛家 儒家所講的名詞不一樣 其實都是在講同樣的意思 那麼 逆來是智 逆來就是說 你向內而看的 你不去攀遠 你不去應對這些外在的一切 內心如如不動 這個是智慧的智 那麼有智慧 就可以去應對 世間的一切 但是呢 你不會被世間的一切所染著 孔子說 從心所欲不於舉啊 那麼這樣的功夫呢 就是逆來是智 那修道人要將 順去向外者 轉而逆來向內者 必定呢 要從洗心敵律 反觀自在開始 那所以洗心敵律呢 今天就是要教我們 往內參求 找到那個根本的源頭 你會 這個煩惱 你會有妄想 你會有一些是非對錯 你那個根源是哪裡來的 照理講 不思善不思惡 才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我們真心的流露 可是呢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切 都有是非對錯 真假好壞之分 真假好壞之分 那麼這些 能夠分別的 到底是從哪裡而來 想一想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心 律的變化 那麼世間的變化 莫過於這種 情勢的變化 心事的變化 或者說心律的變化 那麼說穿了就是我們的念頭 念頭呢 紛飛不斷 念頭呢 這個剎那上面 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曾經 佛陀問弥勒菩薩 人的一堂子 眾生的一堂子 到底有多少念頭 那麼 那麼 彌勒菩薩 他所受的念頭 那是整個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好像是 一個壇子 有128萬兆 這樣的一個念頭產生了 這個念頭呢 這個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因為撒那生滅 生滅太快了 所以呢 這個念頭啊 一直不斷的 在 在流轉在運作 所以我們古來 這些修行人 古聖賢 佛菩薩 都是教我們 要反觀內窮 那麼反觀了 我們那個內在的心律 我們才有辦法去找到源頭 然後呢 去改正他 去降伏他 所以洗心獨立呢 要從反觀自在 反觀那一份 你的本性 本性如如不動 那麼如如不動的那個本性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妄念 紛飛的這樣的一個心事呢 所謂 一念不覺而有無明 那這個心事呢 就是我們說的無明 那無明的產生呢 在於一念的不覺 那麼包括呢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萬事萬路 山河大地 喔 宇宙幻象 都是呢 一念不覺而產生的 那麼包括我們累劫 累世 所看到的這些 人、事、物 這些景象 都是一念不覺而產生的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一念的不覺呢 這個一念的不覺 所以啊 說起來啊 是沒有原因的 沒有原因的原因啊 所以才叫無死解以來 那無死解以來 人們的不覺 那人們的這個無明啊 結果呢讓自己呢 輪轉到 各種 這個時空境界裡面去 那我們講的時空境界 當然就是在講 六道輪圍 那六道輪圍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界線 那這個界線呢 一般的眾生呢 是不容易跳脫出來的 要跳脫出來 只有達到阿羅漢以上的境界 那才有辦法跳脫出來 所以阿羅漢 他會稱為 這個小果的聖人啊 那在世間來講 阿羅漢 已經是一個出世間 能夠跳出六道輪圍的聖人 那麼所以 在佛家裡面 佛教在傳來中國之前 在印度 印度的修行人 他們修行 一定呢都是用禪定的功夫 那麼印度人呢 他們在修禪定 他們在禪定的過程之中啊 結果呢 因為 定功定到某一個深處啊 所以 能夠跳出 跳出這個六道輪圍 結果看到了這個六道輪圍的景象 喔 當一個眾生 他行五戒十善 結果呢 就到 天的一個 警戒 一個境界 那麼他行五善 就變成人的境界 喔 他有福報 但是呢 這個 鬥爭 稱恨 不貧的心很大 那這個就是阿羅漢的境界 那魚吃 魚吃就是動物的境界 貪心就是惡鬼的境界 稱恨就是地獄的境界 那這些境界呢 他不是 隨意編出來的 來 劝化眾生 或者是哄騙眾生的 事實上呢 是 他們這些修行人啊 在禪定之中啊 看到的 那有看到這些境界 他們可以來回往返 這些六界 喔 也可以來去自如 也可以呢 這個隨意跳出 可見呢 他們的定功啊 已經達到了這種阿羅漢的境界 那麼佛家承襲 印度 思想的這個理論 結果發展出 這種六道 輪迴 英國的思想 那麼我們要知道 這個六道輪迴啊 是真實的現象 那麼當時釋迦牟尼佛 他也跟大家一樣 他也跟大家一樣 進入到這個六道的情境 結果呢 跳到每一個時空去看啊 看到這個六道的景象啊 完全是不一樣 那他來用更深的禪定啊 跳出六道輪迴 結果呢 結果呢 看到了阿羅漢的境界 看到菩薩的境界 然後 佩斯佛的境界 菩薩的境界 看到佛的境界 看到佛的境界 那麼 這個我們說的十法界 那麼 那麼十法界的佛 還不是最圓滿的佛 十法界 還在 這個輪轉之中 真正的回歸 本來面目的佛 是一針法界的佛 那所以釋迦牟尼佛 他用更深的禪定 更深的功夫啊 來 清楚了解 為什麼會有六道 為什麼會有十法界的產生呢 那所以釋迦牟尼佛就告訴我們 哦 剛才說的六道 那麼阿羅漢呢 就是修四聖地 避之佛修十二因緣 菩薩就是修六度波羅蜜 佛呢修平等性 那麼當我們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 我們就可以進入那個時空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印度的修行人 他們進入這個六道的境界 雖然可以來俱自如啊 但是呢 他們沒有辦法知道 這些境界是怎麼來的 也就是說六道大體是怎麼產生的 這些人事物景 是怎麼發現出來的 怎麼變現出來的 他的來源是什麼 這個修 印度的修行人並不清楚 那當時佛陀 他必須要清楚 他很想了解 所以呢 他放下了一切 他本來跟印度的波羅們在修行 結果修了六年 越修越煩惱 這個居宿不安啊 所以 他就放棄跟波羅們的學習 自己呢自修自悟 所以當他 喝了牧羊女女的這個 羊奶 在 菩提樹下 掠躲明星 然後呢明星見性 這個明星見性啊 就是 體正道 六道輪迴的原有 實法界的應有 那麼宇宙萬事萬物的原理原則 他通通清楚了 那他通通清楚了 他才可以告訴世人 這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個現象 那麼人應該怎麼樣做 怎麼樣修 那如何跳出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的因果又是什麼樣 把這些 那些微理細節啊 這些因果變化 說的呢這個有條不問啊 所以你看我們講 講到佛經 它是最圓滿的哲學 講到這個 這個宇宙萬事萬物的道理啊 那麼佛經呢是 把我們講 把眾生的這種疑惑 解析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為什麼佛教傳到中國之後 那麼受中國人的肯定 跟喜愛啊 它是有它特殊的因緣 當然這一段我們不去談 啊我們必 必須要來談 這個釋迦摩利佛 看到的六道輪迴的根源 是什麼 六道輪迴的根源 那就是這個心念的變化 心念變化 所以一念不覺 而產生了這種六道的景象 那一念不覺 這個一念不覺的淺身啊 影響到你的境界 所以當我們不覺的程度很深 喔 是那種稱恨的狀態 那就是在地獄 愚痴的狀態 在畜生 貪陷的狀態 是在這個惡鬼 喔 鬥爭的現象 就在阿羅漢 人呢 你要修五戒 那天界呢 再加個十善 五戒十善 你可以回到天界 那這個呢 佛跟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 你今天 喔 你到底要洗心敵律 要洗到什麼程度 敵到什麼程度 那麼你自己要很清楚 今天 民事告訴我們 能夠回到禮天的 除了民事這一次 已經沒有其他的方法 你看 釋迦牟尼佛的法運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千年 那麼釋迦牟尼佛已經離我們 兩千五百多年 喔 現在接近末法 時期的結束了 那所以呢 這個末法時期啊 鬥爭堅固 鬥爭 喔 非常的堅固 人跟人之間 團體跟團體之間 那整個社會 族群 國家 之間呢 都產生了嚴重的這個 鬥爭啊 那這個就是末法時期的現象 那今天 民事給我們指點 我們要放棄 放下 這些 世間的對錯 分別 與這個無名妄想 你要洗心敵律 你要把你的心呢 徹徹底底的 的淨化乾淨 喔 抵除乾淨 那抵除乾淨呢 就是沒有這些 境界的分別 沒有這些無名的這個煩惱 那所以六道淪尾的現象 佛跟我們講清楚了 那我們呢 就必須告訴自己 我們一定要跳出六道淪尾 我也不要回到天界 我也不想再 來到人界 更不想 多三二道 今天民事一指告訴我們的 不是回歸天界的一條路啊 他是教我們跳出六道輪迴的一條路 所以我要跳出六道輪迴 那跳出六道輪迴 喔 配合佛經的說法 佛已經把這個六道的現象 講得非常的清楚 喔 當然呢 六道代表六度的空間 那實際上呢 這個空間呢 是無限度的 現在的科學家 可以證明到 人有十一度的空間 應該說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世界 有十一度的空間 可是呢 科學家他沒有辦法 進入那個空間裡面去 他只是理論 那沒有辦法進入 你想要跳出更是不可能 那只有 誰可以幫助我們 那只有佛的說法 才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道之中子 是融合三教 融合五教 那是因為佛呢 在出世間這方面 他講的特別的清楚 特別的圓滿 所以中國人普遍接受佛的說法 那麼儒家道家 他講世間法的這一面 沒有顧及到出世間的這一面 其實只能夠說 點到為止 那現在 配合佛的說法 那就更加圓滿 三教圓滿起來 我們就可以一條 有一條這個 很清楚的道路可以讓我們走 那麼明師這一指點啊 也是告訴我們 就是那一條路 明師所說的就是那一條路 那已經指的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如果你不是從 明師的指導 入這個政治政見的話 那麼恐怕呢 都會走上邪路 畢竟呢 末法時代的眾生 他的根性啊 他沒有辦法 自覺自悟啊 那如果透過明師的指引啊 我們才有辦法走上覺悟之路 那所以孟子說 他說學問是道無他 求其仿心而已 那麼這個求仿心啊 或者是說念仿心啊 那我們就很清楚 走上覺悟之路 就是要找對 這個問題的根源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呢 就在於我們心性的變化 那麼我們知道性是不會變化的 但是呢 性所呈現出來的新的狀況 如果是我們的性的呈現 那也是千清澈澈 明明白白的 但是現在呢 就是怕人的那一念無明啊 那一個念頭 念頭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綠 喜心敵律這個綠啊 喜心敵律這個綠啊 那所以呢 我們要掌握住 這個 新的變化 讓他呢 從 妄想分別執著之中 抄脫出來 那所以今天我們對於 世間人 他所講的話 他所做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不用那麼在意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講的話 並不是真心的話 也不是真實的話 他講的話只是 當時的感受 或者是說一時的氣化 那根本不需要放在心上 因為呢他自己 都沒有辦法掌握住 他自己講的話 這個是佛告訴我們的 一個人 修行沒有達到阿羅漢以上境界的人 他講的話呢 不要去相信他 所以當人說呢 我很喜歡你 我這個 立志 好好的修行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這個呢 這個呢 都是 人的妄心 所講的話 不是真心所講的話 那麼真心呢 是主擄不動 真心是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說那個 清淨平等 覺悟的心啊 所以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你很清楚 很明白 你像因果 都呢 看的呢 非常的清楚 那麼我們現在 對於因果的現象 我們都搞不清楚了 我們怎麼可以 了解到我們今天講的這句話 他 裡面 他的因果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清楚了解呢 那佛告訴我們 只有呢 放下 你的妄想 你的分別與執著 孟子說了 求其放心而已 那孟子 聖人的話 跟佛的話 有一舉同工之妙 阿羅漢的境界 在儒家講 就是君子的境界 所以君子的境界 他講話 是一定要付諸實見 講出來的話 一定是有信用的 是誠信的 中央講 成者不免而重 不失而得 從容中道 聖人也 所以君子的修養 慢慢可以走上聖人的境界 所以 一個君子 他至少呢 是達到 他的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那他才可以 被稱為君子 你看 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所作所為 都是為了眾生 都是為了別人 那個都是善的 那麼你的起心動念 如果還有 一絲好的心啊 是為自己 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了自己的前途 為了自己的家業 那麼呢 這個就是惡的 那這樣呢 就還不夠呢 洗心敵律 還不能夠達到君子的標準 我們說一個君子 至少 要能補天地的不足 天不言 地不語啊 那麼 天地的得能 要透過誰 來實踐他呢 要透過聖賢人 透過君子 那聖賢人的標準是很高的 我們 這個普通的凡夫啊 一下子沒有把 沒有辦法達到 聖賢人的標準 但是呢 我們可以要求自己 達到君子的標準 那麼這個君子的標準 就是呢 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但是這裡我們必須很清楚 善的定義 就是呢 都是為公的 喔 為重的 所以為什麼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啊 這個公啊 真的是很難很難的一個境界 那 雖然知道很難 可是呢 我也要去 去放下他 去立行他 喔 這樣呢 才可以讓自己 從一個君子 達到聖賢人 的一個標準 所以透過洗心敵律啊 我們實時 檢測自己的念頭 檢測自己的起心動念 你是不是符合 君子的標準 符合阿羅漢以上的標準 那麼在這個 洗心敵律的 的功夫上啊 各家各派 就有不同的修法 那不同的修法呢 都沒有關係 只要呢 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那麼 他的 他的這個修法 可以是多樣的 所謂修行有多遠啊 那麼 歸遠無二路啊 回到的一個目的啊 通通通都是一樣的 可是上山的路 可以有很多條 那麼我們知道 佛家 透過戒律 喔 道家呢 透過清淨 那種家呢 透過禮法 喔 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透過祈禱 透過摩拜 這些呢 都是一種 喜心敵律的功夫 讓自己的 自己的念頭啊 不要這樣妄念 分飛 喔 不要呢 隨著寺源啊 而在那裡 波濤洶湧 喔 起心動念 這個起心動念啊 就是我們人 最大的煩惱 所以佛家講 這個煩惱 佛家講的煩惱 是指 人的起心動念 不是我們真的 傷腦筋的 的問題啊 傷腦筋的問題 也是一個煩惱 但是呢 最大的煩惱 是起心動念 那這個起心動念呢 可能連我們自己 都不知道 如果按照 彌勒菩薩所講的 忍了一剎那 一坦尺 一百八十二萬兆 這個起心動念啊 那我們怎麼知道 到底裡面是什麼呢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眾生自己不知道 那自己不知道 如何對峙這個煩惱呢 如果對峙這種起心動念呢 那所以我們需要明思啊 現在末法時期 鬥爭堅固 如果沒有明思的之意 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 走上覺悟之路呢 要怎麼樣跳出輪迴呢 要怎麼樣跳出輪迴呢 也只有依死名次的叫法 今天才有機會 能夠呢 有一條回天的路啊 可以讓我們選擇 所以起心敵律啊 是我們今天 修道人 必須下的功夫啊 這個功夫呢 非常的迫切 而且呢 必須呢 每一分每一秒 都呢 在下功夫 都在呢 這個渣功夫 那所以 我們人 二十四小時 沒有辦法二六時鐘 保持再親近的狀態 那所以 各家各派 有規定出一些 規條 讓人遵守 譬如說某一個時段 你就要磕頭 你就要來 送金 你就要來這個 禮佛 等等的 這些方法不一而主 但是這些方法呢 我們必須要懂得 這個都是船啊 幫助我們 度過彼岸的船 這個船呢 如果能夠幫助我們 度過彼岸 那麼這個船 達到了它的功用 我們過了彼岸 這個船就要放下 當然達到放下 船這個標準啊 這個過程一定是很艱辛的 但是呢 我們每一個人 實實在在的下這個功夫啊 你會知道說 這個功夫呢 真的是 非常的不容易 在生活之中 在於這個人情 事故上 我們常常遭受到 各種的打擊 各種的不如意 各種的不如意 毀謗 批評 謾罵 那麼 後學 想到自己 自從啊 這個出社會以來啊 所受到的各種打擊啊 是非常的多 各種不如意啊 分分而來啊 面對的冤親債主啊 都是那種窮凶惡極啊 不願意原諒你的 那這些呢 你都必須去面對 那你都必須呢 去安撫他 去化解他 喔 你如果不化解他 那麼 你以後 還要用更大的心力 喔 用更多的成本 更多的心血 來去還這筆債 那麼這個 我就想到 就在今年的 親民節 那親民節 都要去掃墓 要去祭祖 那我們家呢 是在高雄 我父親 我祖父的墳墓 都在那個地方 那因為親民節 是連續假日 我沒有辦法 利用連續假日 回去掃墓 所以我就提前 回去掃墓 那掃墓呢 因為是提前 所以那個墓園啊 整個荒煙曼草啊 喔 那個雜草重生啊 非常的茂密啊 你要 經過這個雜草堆 然後走到墓園 這一條路啊 是沒有路的 那沒有路呢 我不曉得要怎麼走得過去 因為墓園就在雜草堆之中 整個墓草呢 哇真的是長得比人還高啊 那所以想到這個時候呢 後學只好依照慣例 以前忍的做法 就是放火 把這些木草燒得乾淨 那就火這麼一放啊 就不得了了 哇這個 吹來一陣陣的南風啊 讓火勢呢 一家一發不可收拾 哇整個火勢啊 非常的猛烈 好像是火燒山的樣子 後學看了那個景象啊 可以說是驚心動魄 這下子不曉得怎麼辦啊 那火勢猛烈在燒啊 我想說啊 那趕快逃吧 結果呢想要逃 我那個想要逃的念頭了 就讓自己種下了因果 所以沒想到呢 旁邊有在休墓園的人 在休墓園的人 他當然也看到了這一堆 這一堆火在燒啊 然後看到一輛車子正要逃跑 他已經把你的車牌號碼記下來了 那麼我也看到他 看到他在記我的車牌號碼 我知道我逃不掉了 所以我就直接下車去找他 說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就說 你放火把這個木草燒了 燒得這麼猛烈 因為 那麼你有可能會波及到 附近的住家 所以那些住家有可能會來問他們 所以我必須把你的車牌號碼記下來 這個時候啊 我就說好 那既然這樣我就不要走好了 我就回到 我就回到 回到我父親的這個木草那裡 我想說啊 等這些木草燒完啊 再來祭拜 結果呢 因為燒太久了 火勢太大了 我想說我這次大概差不多了 警察要來抓我的 警察要來抓我的 這邊旁邊的房子的人呢 一定會出來 對我呢 有什麼傷害啊 可能會要把我抓去關呢 我就在那裡等 事實上我是在想 就在那裡等警察來抓我吧 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火勢 那這個火勢呢是因我而起的 所以我只好呢 在那裡等 結果等等等等 等了一個周通頭 欸火勢慢慢消退了 雖然這個之中啊 那個內心的煎熬啊 是非常的 苦悶的 啊 而解交集啊 求老師慈悲啊 求先佛庇佑啊 那個過程啊 是都有的 那後來 慢慢的火勢 進退了 那火勢進退了之後呢 我發覺到說 還好 剛好這個木區的木草通通燒完 其他的沒有跳到其他的 這個木區去啊 也沒有 危急到其他的這個樹林啊 喔那時候呢是放了一個 一百二十的心啊 安下心來 安下心來 想要走進木區啊 我父親的鳳 要去祭拜啊 結果發現啊 被我燒過的這些木草堆啊 那個灰燼啊 還很熱 你根本沒有辦法走下去 衝著那個雨鞋一走下去啊 雨鞋被融化掉了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掃墓啊 那那時候呢 已經下午 大概四點多了 我想說 夜色也 天色啊 漸漸漸呢 也按下來了 我必須呢 趕快離開 因為我家住在雲林 我回去高雄掃墓 這是一趟不短的路程啊 那結果呢 我就在這個路旁邊呢 用搖祭的方式 搖帶的方式 來祭祖 根本就沒辦法掃墓了 因為 我父親的墓的 旁邊啊 這些樹木 這些雜草 通通被燒 燒化殆盡了 我一想啊 這一次 不曉得要照什麼孽了 又要犯什麼過了 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在那裡祭拜一番之後呢 啊 草率的收辭 就回家了 那回家呢 就要回到家的時候了 沒想到手機就打 就打了 誰打了 當然就是冤親債主打了 這個 警察局啊 找到我的車牌 找到我的聯絡方式 然後就問我 是不是高雄 那個地方有一個牧場 你是不是有去那裡放火 我就說對 那現在呢 苦主呢 已經找上門 在警察局等你 希望你回來說明一下 我都已經快要回到家了 那那時候呢 我想說 燒得很乾淨 可是呢 應該沒有波及到明家才對 但是呢 沒想到 還是波及到明家了 那波及到明家 那個明家呢 那個老闆啊 當然非常生氣 那非常生氣 那非常生氣 這一次呢 又抓到人了 他記住了我的車牌號碼 當然他就不會放過我 我又匆匆的趕回去 高雄的橋頭那邊 警察局 結果呢 結果呢 跟那個苦主啊 正在談 那我千萬拜託啊 希望他能夠諒解 那麼我希望呢 能夠呢 用這個和解的方式 那因為我自己呢 也沒有錢 也沒有什麼存款 希望呢 他能夠放我一馬 這個和氣生財啊 但是呢 這位苦主啊 他說呢 他每次被人家燒啊 沒有一次逮到人的 這一次呢 終於被我被我逮到 我怎麼可能會放過你 所以他要求的 這個賠償金呢 相當的高 那我千拜託萬拜託 怎麼求 幾乎呢 聲淚俱下 求他呢 希望能夠呢 不要收這麼高的賠償金 他一開口就要我賠十萬 我那時候不曉得 要怎麼賠這筆錢 對我來講 這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是呢 因為怎麼求都沒有用 他就是要你賠 而且呢 他勢在必得 那麼你可以不用陪他 但是呢 你必須上法院 你必須呢 去討法院的通告 那更加的 身心不安了 更加的 身心勞苦了 那所以沒辦法 我在跟他呢 沒有辦法協調之下 我只好答應他 就賠他十萬塊 那這樣我才可以回到家來 那麼我在一個很快的時間 當然用盡各種方法去籌錢 籌到十萬塊 去拿給他 那一直到現在呢 當然就 平安無事了喔 躲過了一劫 那麼我仔細想來啊 這個事件 讓我一個 得到一個很好的反省 那就是呢 你欠人家的 一定要緩 不管呢 對方用什麼方式來討 那麼你要緩呢 你就是要緩 那麼 當冤親債主 不願意原諒你的時候 那麼你還是要緩 因為呢 你當時就是用這種方式 來加諸在他身上 所以他今天用這種方式來討回來 那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 想盡辦法去還他的錢 那麼 然後 我想到 當我們 累劫累世這樣輪迴 來到這個人世間 我們欠的這個冤親債主 到底有多少 錢大概是不計其數啦 那生命呢 這種病體 這個身體上的傷害呢 或者是說精神上的這種傷害呢 到底有多少 我們也不得而知 那所以世間上 有這麼多 這個因果的討報 在我們的肉體上 在我們的精神上 在我們的事業上 我們的前途上 給你各種障礙 給你各種打擊 這個都是的 我們過去是所欠人家的 那麼你今天 如果你不知道洗心敵律 從這個心 來下功夫的話 你會產生更多的怨對 啊 更多的不滿 甚至呢 對這個世間呢 產生更多的 這種 憎恨 你貪吃的心呢 並不會因為因果的討報 而讓你呢更減少 反而更加增多 那這個洗心敵律的 就沒有做到功夫 你沒有修行 你沒有修行 境界就轉不過來 你還是要繼續受到各種因果的討報 各種冤親債主的障礙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這個事件讓我了解到 我們今天欠人家的 在這一次就要趕快還清 想辦法去還 無論如何就要趕快去還 再拼命 再努力 都要把這筆帳還清 那人家欠我的呢 你就把它忘記吧 就不要再討了 不要再要了 因為因果循環啊 報應不爽 那麼你如果還要 希望得到別人的回報啊 那麼你下輩子 不是還要再來嗎 你不是還要 還要來承受這個果報嗎 雖然是善果 雖然是人家要給你的回報 但是呢 你還要回來應他啊 你為什麼要應他呢 你不要應他啊 你這一次你就讓他斷掉了 不要應他就是我不要 我不要你回報了 人家欠我了 現在人家對我的批評 指責 罵 罵 要求 要求 這些呢 我當然自知度外 就不要戰意了 不要去 去應他 那人家對我 要 要 要有什麼回報 人家有欠我什麼 我也忘記了 不要去 不要去討了 好 這個是我們 喜心敵律上 一個很大的 一個作為 那這個 這個 放火燒 燒木草 這件事情 讓我了解到 當你面對 這些 這些冤親債主 他用各種 極窮凶惡極的狀態 來跟你討報的時候 你都要 心甘情願的 來接受 因為這個就是你欠他的 所以呢 當我們能夠 把這個信念 轉過來 我們不是就可以過得 很自在 很快樂 很祥和嗎 今天我受到的委屈 是的 那個是我欠人家的 今天呢 我得到了 一點點的好處 這個呢 也不需要高興 因為這個都只是 六道輪迴的一個過程 我不要這個過程 我要回天做佛了 人世間的這些 因果千禪 我這一次呢 就要把它斷 斷清楚 這個才是 真正的洗心敵律 那所以 他講到 人神好清 而心惱之 人心好敬 而欲千之 常能淺其欲 而心自敬 承其心 而神自清 自然六欲不生 三獨消滅 清靜靜 這句話 已經講得很 很透徹 我們的神 這裡的神 就是講我們的 性而言 我們的自性 本來是 清靜靜靜的 那麼呢 因為呢 心 來擾亂這份清靜 喔 性的這個作用在心 那這個心呢 是真心的變化 那也是一種 很和善 和善的 很祥和的這樣的一個 境界 可是呢這個心呢 會變動 一念不絕而有無名 這個變動呢 就是擾亂了我們的性 那這個變動是 因為有這個欲望 有這個攀緣 於是呢 心就不清靜了 所以他說心好敬 是因為這個心是屬於真心 真心是靜的 可是呢 當一念的無名產生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精靜 所以呢 如果說 能淺其欲而心自盡 成其心而神自盡 淺其欲啊 就是對於世間的各種因緣啊 通通把它放下 喔 對於世間的這些 妄想 分別執著 通通把它放下 那麼呢 你的心自盡 心就會清靜了 你的性呢就會 你的神啊就會達到清清白白 如如不動的那個本體 他說六億佈斯恩三肚消滅 你能夠掌握到 這個如如不動的本體 外在的這些染源自然沒有辦法 來侵害你 來侵害你 所以說 回心所限 回事所變 這個是佛家 華言經裡面的話 华言經裡面的話 回心所限 心是會限 限那個樣子 可是限那個樣子呢 是呢 就好像禁止一樣 你善來就善善 惡來就善惡 那回事所變呢 就是將心所限的這個樣子啊 它會產生變化 這個變化呢 是慾望造成它變化 是世間的各種緣造成它變化 那麼你去攀遠了 你有這個慾望了 結果就變化了 變化就沒有辦法 回到清靜清靜的本來面目 那麼我們今天 喜心敵律 就是要透過這個法水 透過這個法音 透過這個道場的這些 生教研教啊 將我們的心 將我們的律眼 抵觸掉 清靜掉 清靜起來 清靜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 突破那個六道輪圍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整個 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 它的本源是什麼 回歸到最原來的面目 原來我就是佛 我就是聖賢 那所以 人性好清靜 這個清靜是我們的本來面目 是信德的流露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信德的流露 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是佛 所以現在眾生並不清楚自己是佛 他的佛性 在他的身上並沒有減少 他跟聖人的心性啊 也沒有缺少 聖人也沒有比較多 他也沒有比聖人少 但是呢他並不清楚 他就是佛 他可以成聖成賢 我們今天跟眾生最大的不一樣 是相信我可以成佛 我可以成聖 我可以回歸本來的面目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資料 這個相信 明師所說的話 相信佛所說的話 我們照著佛 照著明師的話來做 那麼我們一定呢 也可以成就本來的面目 這個就是 明師這一指的可貴 那可貴是非常的可貴 這個貴呢是 沒有辦法用金錢 用數目 用什麼價值來衡量嗎 所以我們說法生會命 這個會命是無窮的 老師給我們這個無窮的會命 開啟我們這個永恆的生命 這個是無限的珍貴 我們可以處在這種永恆的狀態 真的是如如不動的 如如不動的性體啊 我們繼續洗心敵律 這段經文 好可貴